宗主,有个消息,大长老苏星海急步而来,咱们揽月宗接壤的十三个宗门今年进阶山门紧闭,未曾打开山门收徒,直接导致,前来咱们揽月宗拜山之人比预料之中多出不少。 而且,还有许多原本想要拜在这十三宗门下之人,想要到咱们揽月宗来试试运气,但却苦于没有修为在身,只是普通人,所以赶不过来。 您看,就这诗,林凡笑了笑,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摇头晃脑,大到五十,天眼四十九,一线生机遁去,导致众生皆苦。 既然他们有这个想法,且正巧在门家门口,那咱们便有义务截取这一线生机,至于能否抓住,便看个人员法了。 发布全宗任务,第二禁以上弟子皆可截取。 去往十三宗附近,将有一来我揽月宗拜山之人进阶带回来。 至于带回一人给多少积分,便由大长老你们看着办。 他伸了身懒腰,又道,除邱永勤他们之外,入门时间最长的弟子,已五年有余了吧。 但却基本没人下山,离宗过。 今日之事,不算遥远,也没多少凶险。 让他们下山去看看,也好。 是,宗主。 苏星还恍然,他本来想着,由自己等五个老家伙,跑去,将人都带回来。 但此刻听林凡一说,倒是觉着更加合适。 如今,蓝月宗也算是稍微有一点点逼格了。 接点拜山的新人而已,都要五位长老亲自前去,那着实有点丢分。 何况,这也是一次锻炼弟子的机会。 虽然锻炼效果不咋低,大长老领命去。 林凡把玩着一瓶炸弹,有些无奈,蓝月宗目前什么都好,就是弟子缺乏锻炼。 虽然有门内笔斗,内门大笔等等,但终究只是点到为止。 那些凶兽,灵兽,又太蠢笨了,锻炼效果微乎其微。 没办法,我也只能抓住一切机会与可能,让他们尽可能得到锻炼啊。 凶兽,妖兽,其实并不都蠢。 但是,第二,三进的小家伙们,你还想让他们有多聪明? 就算有,也是极少数。 但没办法呀,贸然下山太过危险,不知道多少仇敌在外面虎视眈眈。 昊月宗也一直没停过暗中针对。 也就是我宗弟子没出去,没跑远,否则,怕是每天都会有恶号传回来。 秘境,还是得想办法搞点秘境回来。 试炼类秘境,可以让弟子们得到锻炼,甚至是在生死危机中得到锻炼。 而又无需担心被仇敌针对,无疑是最好的存在。 但秘境基本都是以小世界的形式存在,稀有且贵重。 想弄到合适的,更是难上加难。 再难也得想办法呀。 修修修修,一道道身影破空。 他们脚踏飞剑,身穿揽月宗致氏道袍,一个个精气神爆满, 目中炯炯有神,境界洋溢着兴奋笑容,朝四面八方而去。 飞剑,自然是源自火德宗。 他们答应过,为揽月宗所有弟子,炼制一剑符合当前境界的法宝, 且未曾食言。 而揽月宗弟子十有八九都选择炼制飞剑。 御剑飞行,招有北海木苍吾,几乎是每个小修士心中的梦想。 何况,剑修帅啊! 哪怕并非剑修,有一把剑为武器也没毛病吧? 哪有修剑者没飞剑的? 好歹可以用来赶路。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此刻,在旁人看来,揽月宗的逼格反倒是直接拉满了。 万千精气神十足,衣着统一的少年少女,下山而来,化作漫天见光顿趣,令人目不暇间。 许多正在吭吃吭吃爬山的少年们见了,顿时羡慕不已。 与此同时,一少年望着这漫天见修远去,不由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看来实力还不错,果然是圣明之下无虚事吗? 这样的话,我倒是可以放心一些了啊。 或许,揽月宗就是我要找的宗门。 马德! 突然,他一声暗骂,我也是热了狗了。 开挂都开不明白,真的是。 唉。 随即,他埋头爬山,心中不由升起一抹期待。 只是,这身体实在是太弱了,还没走几步便已气喘吁吁。 快了,快了。 他深吸一口气,只要揽月宗实力足够强,我很快就可以成为修仙者。 到那时,我和宗门便是相辅相成。 未来可欺,未来可欺。 他喃喃着,为自己加油打气。 好似身体的疲惫瞬间消失大半,整个人都充满了力量。 碧水阁等十三宗都在观望。 虽然没大开山门收徒,但却也在关注各方动静。 很快,他们便瞧见揽月宗弟子下山而来。 而后将愿意去揽月宗拜山的少年接走,纷纷惊叹。 揽月宗?果然是野心十足啊。 这是要来者不惧吗? 本就要去揽月宗拜山之人,加上我等十三宗之人,怕是不下五十万之巨了。 以揽月宗的抵御,测试得过来吗? 我倒是听说,揽月宗收徒并不怎么看天赋,反倒是更看缘分。 修仙不看天赋,闹呢? 三日,大长老主导这次收徒,看着几乎站满十余座山的拜山之人,他难掩内心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 曾几何时,揽月宗弟子只有区区几人。 每年前来拜山者,也就寥寥数百。 可如今…… 死! 苍天在上,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道。 你等,需在我宗待上三日。 这三日时间内,我宗弟子自会负责你等饮食,放心。 一如既往,都是上好的妖兽肉食。 就算你等于我宗无缘,吃下之后,也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而若是能入我宗门墙,再说其他。 除此之外,你们还将分到一张试卷。 人太多了。 一个个观察,一个个问,太累。 所以,大长老也学聪明了。 直接将之前饭尖墙那套操作学过来。 整个比试,不识字可以找人帮忙。 会唱歌的? 那可是人才,必须带去见宗主。 到如今,大长老早已被林凡彻底折服了。 他不明白收徒铁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又有什么依据, 但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宗主他没毛病。 萧林扛着宗门前行。 饭尖墙虽然,可,但至少也没出过差错。 藏金阁在其管理下仅仅有条。 王腾倒是不符合收徒铁律, 但那天赋,也不容忽视。 其后秦宇就不提了,猪肉绒也是丝毫不差, 林寿员办得多好啊。 那些八真鸡,八真鸭, 还有那些红毛野猪, 看着就香,啊不是, 看着就很有潜力。 事到如今,自己还用怀疑。 呸, 有半点怀疑, 那就是对宗主的亵渎。 少年们听到这些规矩, 大多觉得奇葩。 不过, 原本就准备来揽月宗的那些少年, 倒是并不奇怪。 他们打听过, 虽然规矩奇怪且离谱, 但好处多多。 没天赋, 也有一线生机。 何况, 之前来过揽月宗拜山, 却没被选上的那些老乡, 可都说了, 揽月宗管饭。 腰瘦肉。 吃完之后, 力大如牛。 总之, 能入门自然最好, 若是无法入门, 至少也要敞开了吃, 能吃多少吃多少。 比试开始了。 揽月宗弟子则接到新任务, 去附近猎杀妖兽。 可单独前去, 可组队前往。 按照猎杀妖兽境界分配积分, 弟子们积极性很高。 但, 看着莫名其妙的试卷, 前来拜山的少年们几乎进阶抓虾, 唯有一人, 带立在原地。 我? 卧槽? 他看着手中试卷, 妈了。 不会吧? 这你妈。 我在做梦吗? 还是我来错地方了? 这妖巧? 这。 一时间, 他陷入沉思。 为何来这里? 他经历过好些日子的深思熟虑。 过来这几年, 他一直都是普通人, 虽然有金手指, 但却用不了, 必须找人合作。 找谁合作? 他深知这种鬼地方弱肉强食, 若是随便找人, 自己一个普通人, 必然会被坑死。 而且会被吃干抹尽, 最后连骨头都不上。 所以, 他十分谨慎, 考虑过很久。 大宗门? 一开始, 他的确是想去大宗门, 毕竟对方实力雄厚, 但转念一想, 自己又不了解那些大宗门, 万一他们看不上呢? 且大宗门就是一个大江湖, 内部矛盾必然极为严重, 自己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很难玩过他们。 散修就更不用考虑了。 思前想后, 再结合自己听到的一些传说, 他才最终选定揽月宗。 曾经的一流宗门? 落魄后崛起, 这几年发展迅猛, 正是需要助力的时刻, 且名声很不错。 去过的人回来, 哪怕没被选上, 也都是力壮如牛, 对揽月宗推崇备制。 这样一个宗门, 总没毛病了吧。 所以, 他来了。 谁知, 一张试卷, 直接让其破防, 甚至几乎忍不住转身就走。 这是要让我死了, 这。 但转念一想, 他停下脚步, 也不一定。 是了, 身为穿越者, 多多少少都有点金手指吧。 既然我有, 那么, 揽月宗那位穿越者, 肯定也有。 或许也正因如此, 几乎道统覆灭的揽月宗, 才会突然逆境崛起。 若是如此推断, 他应当并非是想要猎杀老乡之类的, 而是想寻找一些助力, 一起努力。 这样的话, 我留下来, 反倒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人心隔肚皮, 我也无法确定。 那么, 要不要赌这一把? 他迟疑了, 赌, 还是不赌? 赌输了, 直接倾家荡产, 不对, 家破人亡, 虽然自己本就是孤儿一个。 赌赢了? 那自然是原地起飞。 赌了, 他咬牙。 已经数年了, 我还是一事无成, 若是错过这次, 鬼知道还得等多久, 这个世界又如此凶险, 指不定我在回去的路上就赶了。 何况, 就我这金手指, 怎么选不是赌? 反正都是赌, 还不如赌大一点。 苏长老! 他毅然决然举手, 这些题, 我都会。 哦? 苏星海双眼一亮, 此言当真, 切记胡言乱语, 否则, 生死难料。 苏长老, 我必然不会, 拿自己的生死开玩笑, 还请告知, 我接下来应当如何。 好, 苏星海大喜, 你随我来。 他当即带着少年, 前往揽月宗面见林凡, 感应到苏星海带人前来, 林凡也是不由期待。 既然大长老亲自带人来见自己, 也就是说, 这少年, 至少符合收徒铁律之中的一条。 宗主! 苏星海行礼之后, 连道, 这少年。 对了, 你叫什么来着? 少年? 宋云霄。 他深吸一口气, 举起手中试卷。 宗主, 这卷子上的题, 我都会。 哦? 林凡双目放光, 大长老, 你先去主持大局。 是, 大长老大步离去。 林凡笑道, 卷子二字, 足以说明一切。 老乡, 老乡, 宋云霄人都妈了, 眼中有雾气浮现, 真就是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自己这几年, 过得是真苦啊。 现在见到老乡, 也不知会不会被坑, 他忐忑得很。 说归说, 唱一首来听听。 林凡指向那几首歌, 宋云霄也不含糊, 当即来了守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虽然有些跑掉, 但证明身份还是没毛病的。 林凡当即上前, 拍了拍对方肩膀, 别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 看来, 你在外面的日子, 过得很苦。 苦啊, 是真苦。 宋云霄鼻子一酸, 差点哭出声来, 饭都吃不饱, 还被人揍过好几次, 本以为用现代人的知识, 可以过得风生水起。 结果, 我发现自己啥都不会, 就是个废物。 香皂, 做不来。 水泥, 也做不来。 连特末火药都搞不明白, 还差点把自己炸死。 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吧, 结果却发现, 这是个修仙世界。 林凡? 恕我直言, 没金手指吗? 有, 都已经决定豪赌, 宋云霄也就不隐瞒了。 知道这里是修仙世界, 是仙武大陆的时候, 金手指就出现了, 叫做最强秘境系统。 秘境, 系统, 还最强。 林凡几乎崩起来。 我靠, 莫非这要巧? 瞌睡来了, 就有人送枕头? 能否详细说说? 但随即, 林凡立下道心誓言, 我林凡以道心启示, 绝不在你不愿意的前提下, 将有关你金手指之事, 告诉第三人, 且无论你金手指如何, 只要你不负我于揽月宗, 我都不会加害于你。 为者, 立刻暴毙而亡。 何至于此? 宋云霄嘴里说着, 何至于此? 心中, 却是瞬间松了口气。 看来, 赌对了。 呼, 我觉得这个金手指不差, 但就是起步太难了。 宋云霄苦笑着道, 简单来说, 我可以从系统之中, 兑换各种秘境, 并且将秘境放置在某处, 然后, 就可以去秘境之中闯荡。 秘境中所获资源, 可以带出来。 秘境通关之后, 我还能获得各种奖励。 如果评分足够高, 我的积分足够多, 就能在系统商城里购买新的秘境。 哦? 林凡恍然。 这类小说, 他看过。 算是秘境类吧。 一般来说, 主角喜欢选择与国家合作开发秘境, 然后从普通人一步步变成舞者, 修士等等。 各种秘境副本也是千奇百怪, 应有尽有。 什么科技世界, 末日世界, 僵尸世界, 武侠, 高舞, 乃至鲜舞世界, 但越是厉害的世界, 越贵。 且通关难度越高, 而且由于积分限制, 只能循序渐进, 一步步来。 可问题就在这里。 有个新手礼包, 我开出来个秘境。 宋云霄头疼道, 我自己肯定是搞不定的, 找人合作, 我又怕被人坑, 甚至禁锢起来当工巨人, 更不敢把金手指告诉别人。 直到现在, 终于找到组织了, 我是真想哭。 顿了顿, 他啪击一声瘫倒在地, 保住林凡的大腿不放松。 大佬, 求收徒, 求帮助, 求代妃啊。 我愿意交底, 愿意付出一切。 只要不让我卖屁股, 让我干什么都行。 只要大佬能带我。 发誓, 对了, 我愿意发誓, 我绝不背叛大佬, 绝不背叛宗门, 绝不。 不急, 不急。 林凡目光灼灼, 这是什么运气? 我最近正愁揽月宗没有秘境, 很是被动, 结果, 秘境类主角就直接上门了。 好家伙, 最近我也没去烧香拜佛呀。 不对, 烧香拜佛哪有这么灵? 总之, 妙啊。 他安抚着宋云霄, 道, 慢慢来, 你的情况我已经大致了解。 大家都是老乡, 出门在外, 自然要互相帮助。 在我这里, 老乡其实不止你一人。 而且, 我最讨厌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在我这儿, 咱们身为老乡, 就得互相互持, 一起起飞。 不止一个。 宋云霄吃惊? 当然, 之后介绍你认识。 林凡微微一笑, 将他扶起。 何况, 我们揽月宗, 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这样吧, 为了稳固咱们之间的关系, 你拜我为师, 为我第九清传弟子。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着手探索秘境, 带你起飞。 而且, 就算咱们宗门现在实力不足, 无法将你第一个秘境通关, 也不怕。 可以带你正常修炼, 至少先成为一个修仙者, 却还是没问题的。 那, 那自然是极好的。 宋云霄抹肝泪痕, 总算是放心了些。 能拜您为师, 是弟子三生有幸。 男儿有泪不轻弹, 没毛病, 但那也是味道伤心处。 我这几年, 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林凡见他这唏嘘的模样, 也是深有感触, 道, 这几年苦了你了。 不过, 既然到了我这儿, 便无需再担心。 属于你的命运齿轮, 开始转动了。 走, 先拜师。 主要是发誓什么的, 前提是你得踏足修行路, 否则, 誓言无效。 啊? 宋云霄错愕。 林凡却不由想到猪肉绒, 同为穿越者, 也是过得很惨。 朝不保夕, 保一餐饿一餐, 据说原本是个大胖子, 穿越过来之后, 愣是饿成了皮包骨头, 竹竿。 多可怜哪。 他突然觉着, 自己这么做, 其实也并非是完全为了自己与揽月宗, 而是, 互惠互利, 相辅相成吗? 大家都有好处。 双赢, 嗯, 双赢, 虽然自己也的确会赢两次, 可, 拜师里进行时, 萧林, 范坚强, 王腾, 火鱼儿, 乃至苏妍都过来了。 毕竟, 他们乃是亲师兄弟姐妹, 拜师之时, 能在场, 还是在场的好。 而林凡一句, 这是你们九师弟, 同时, 也是为师老乡。 得时候, 范坚强, 猪肉绒, 苏妍三人眼睛都亮了。 随即, 他们连忙道, 原来小师弟也是老乡, 老乡好, 老乡好, 这么多老乡。 宋云霄吃惊, 同时, 心中也是彻底放松下来。 这么多老乡, 足以证明师尊他没毛病。 宋云霄三拜九寇之后, 拜师里成。 林凡本尊那边, 悄然重新开启天赋共享, 结果发现, 并没有宋云霄那份。 显然, 他目前的天赋, 还没到上品, 也就是没到A级。 林凡随即便检查了一番, 终于确定, 他不是没到A级, 而是根本没有天赋。 这个发现, 让他略微有点头大。 死, 要这么看, 我之前的话, 有些过于自信了呀。 显然, 他现在, 的资质还属于废材。 如果不能搞定副本, 且以高评分搞定副本的话, 他的天赋很难提升。 想要在那之前踏足修仙路, 自然也就是无稽之谈。 不过, 倒是不难。 林凡没着急, 等宋云霄与师兄师姐们闲聊一段时间后, 才与他仔细交流。 对了, 你之前说的新手礼包所开出的秘境是, 哪个秘境? 风云秘境。 风云? 林凡眨巴着眼, 是我想的那个风云吗? 这, 我还真不知道。 宋云霄挠头, 不过, 我看, 下面有两句诗作为介绍, 写的是, 金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哦, 那不就是风云吗? 宋云霄吃惊, 师尊您知道。 林凡, 哦? 你不知道。 宋云霄, 哦下化现哦, 一来一去, 两人都有些猛。 随即, 林凡反应过来。 好吗? 看来大概率又不是真老乡, 跟苏妍一样, 是平行宇宙的穿越者, 或许在那个世界, 没有风云系列。 当然, 也不排除宋云霄没看过, 没听说过风云。 不过, 想要测试一下, 也很简单, 只要稍微对一对细节就行。 短暂地询问后, 林凡确信自己没猜错, 他的确跟苏妍一样, 属于半个老乡。 原来如此。 大致解释, 平行宇宙穿越后, 林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于这第一个秘境, 你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必拿下。 风云事件, 不算弱。 甚至其中有龙凤麒麟玄武之类的神兽。 也有人可以活几万年, 堪称长生不死。 但说到底, 终究还是属于高五层次。 离仙武仍然有一定差距。 当然, 听说在漫画里, 最新版本的风云已经涉及到穿越时空什么的。 但林凡认为, 这个秘境不太可能是漫画版本, 且涉及到最新版本。 因为这种秘境类小说, 其实看的就是一个认同感。 风云最为人熟知的版本, 无疑是电视剧和电影。 漫画看的人虽然也不少, 但最新版本却没多少读者。 读者少, 能代入的人就少。 因此, 这类主角母版的秘境, 大概率是电影或是电视剧版本。 再则, 这还是指新手里包开出来的秘境啊。 它本身还是个废材。 如果一上来就玩那么大, 直接整穿越时空, 斩破时间限啥的, 谁特么能搞得定? 圣地都不行。 甚至, 整个纤舞大陆一起上都得被干回来。 那不是搞笑吗? 毕竟, 哪怕是登仙境强者, 乃至十二节散仙, 离穿越时空, 逆转过去未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然这也与世界层次不同, 做到同样事情的难度高低有别, 有直接关联。 不过, 这并不是说风云这个高舞, 反而比纤舞更猛。 而是, 风云漫画最新版, 那已经是大后期, 甚至是剧情, 战力崩坏后的世界。 而纤舞大陆, 还只是纤舞体系的新手村。 新手村比不过大后期, 而且是战力崩坏之后的大后期, 那太正常不过。 对了, 通关要求是什么? 虽然心里觉得, 不可能是漫画版, 但凌凡还是要问个明白。 至少横推天下会, 无双城, 击杀天门所有人, 我才能获得基础奖励。 宋云霄连忙道, 然后就是击杀或捕获神兽, 寻找十绝武道, 击败孝三孝等顶尖强者, 都可以提高评分, 提高奖励。 果然如此, 凌凡暗道自己没有猜错。 而只是这些任务的话, 现在的揽月宗, 应当是问题不大。 或许唯一的难点便是笑三笑。 暂且等待几日, 我们准备准备, 争取给你整个速通满评分。 那感情好。 宋云霄不由期待感满满。 穿越之后, 混了这么多年, 吃了这么多苦, 终于等到今天。 老子的命运齿轮, 终于要开始转动了。 甘铃娘啊! 鬼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一日, 林凡召集萧灵儿, 范坚强等清传弟子, 五位长老以及连伯, 火昆仑等边外护法。 就连剑子都在。 他前两日, 自然又是免不了 被自己大师薄萧灵儿一顿欺负。 这两天颇为老实, 三叶则是自己吭吃吭吃物件, 非常本分。 甚至, 龙傲娇也在。 那日, 虽然未曾动手, 但好歹也算是帮忙占了场子, 因此在揽月宗小柱, 能白跑一趟, 要让萧灵儿给自己练一卢丹药。 对此, 萧灵儿也是当即应下。 一卢丹要换龙傲娇站台, 不亏。 而此刻, 见到对方到来, 他们都很疑惑。 毕竟, 如此阵容, 已然几乎抵得上之前大战了。 也就是小龙女, 据说还在睡觉, 没过来。 宗主, 可是有大事发生。 二长老乌行云神情凝重, 开口询问。 是有大事。 林凡点头, 轻笑道, 但诸位不必担心, 不是什么坏事, 而是好事, 大好事。 你们应当也都听说了, 昨日, 我收下第九位青传弟子, 云霄, 出来见过诸位。 是。 宋云霄连忙上前一步, 神情肃穆, 他很清楚, 在场的人基本都是大佬, 自然得保持尊敬。 弟子宋云霄, 见过诸位前辈, 师兄师姐, 道友。 其实, 也不全是前辈。 王腾摇头晃脑, 还有你失职呢? 剑子心太崩了, 但礼不可费, 又只能苦哈哈行礼, 见过小师叔。 可。 宋云霄险些被呛着, 无须多礼, 无须多礼。 火昆仑等人也很给面子, 纷纷点头示意, 或是微微一笑。 唯有龙傲娇这货, 依旧是眼高于顶。 他直接在一旁的玉石座椅上摊坐, 那可以玩一百年的嗨丝大长腿, 高高翘起, 搭在桌面上之上, 嘴里嘟囔道, 有话就说, 有屁快放。 认识你弟子坐深, 他还能带给本姑娘, 好处不成, 那倒也未必。 灵凡神秘一笑, 今日之事便与云霄有关。 你们也看出来了, 他还只是一个凡人, 但他却有属于自己的机缘。 上山之前, 机缘巧合之下, 他获得一件奇物。 而这件奇物之内, 暗藏着一个完整小世界。 可以看作秘境, 但却比秘境更完整, 乃是真正的小世界, 自成循环。 一个小世界? 众人皆惊。 火昆仑更是惊呼出声, 这天大的机缘。 一个完整小世界, 若是能够将其掌控, 好处之多, 难以估量。 资源, 人口, 试炼, 当作藏身之处。 各种好处, 太多了, 数也数不完。 灵凶, 你们懒月宗当真是气韵如虹, 就是老夫, 也是羡慕无比啊。 他是真的眼红了。 完整小世界啊。 这可不是普通秘境, 一般而言, 所谓秘境, 虽然也是小世界, 但都并不完整。 要么, 乃是某个小世界残缺之后的一角, 被人以秘法, 或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稳固下来, 未曾彻底崩溃, 被当作秘境。 要么, 就是有超强存在, 以大法力截取一片空间, 将其改造为一方小世界。 但这个所谓的小世界, 却并非真正的小世界, 说到底, 最多也就是一片空间而已。 如当初的吞火道人之墓便是如此, 说是小世界, 实则, 也就是一小片空间, 第五镜以下修饰, 在里面倒是觉得很大, 可若是换了第五镜以上, 乃至第七镜进去, 一眼便可看到头。 那算个屁的小世界, 给他的面子叫他小世界, 不给面子, 就是巴掌大的地方。 但此刻, 临凡口中的小世界显然并非那等虚假存在, 而是一方真正的世界。 这地方, 就是火德宗混了这么多年, 迟到现在都没有啊。 连博等人也很是吃惊, 剑子敌不道, 我听说, 我们灵剑宗倒是有个小世界, 名为修真剑, 不过我从未进去过。 就是龙傲娇, 也不由坐直了身体, 目光灼灼, 继续说下去。 显然, 哪怕是他, 也对小世界极为感兴趣。 毕竟, 若是能将之弄到手, 就算什么都不干, 用来金屋藏娇, 也是极好的呀。 等等, 不对, 他骂的我现在就是娇。 难受, 的确是有些气语。 林凡接着道, 不过, 也没诸位想的那般惊人。 虽然, 是一方完整小世界, 但却并非修仙者世界, 而是一方武道世界, 战力比仙武大陆要弱上不少。 武道世界? 那也不错了。 连博冷静下来, 分析道, 武道若是发展到巅峰, 未必会比仙道弱上多少, 只是仙武大陆这些年来, 逐渐以仙道为主而已。 但北域极北苦寒之地, 却还是有不少人修行武道的, 其中也不乏一些强者, 且武神殿也是超一流势力。 若是能从这方小世界中, 弄到一些好东西, 就算咱们揽阅宗用不上, 拿到北域去, 也可用于交换仙道资源。 绝对不亏。 且终究是一方完整小世界, 培育弟子也是极好的。 或许之后, 咱们揽阅宗还能兼收武道体系弟子, 并直接放在那一方小世界中培养。 此事, 老夫有门路, 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金震听了, 暗道鸡贼。 这老匹夫与老夫针锋相对这么久, 如今却是越来越不要面皮了, 什么咱们揽阅宗? 你加入揽阅宗了吗? 就在这说咱们? 呸! 他不甘示弱, 也道, 宗主, 此事的确应该重视。 就算其内之物, 咱们揽阅宗都不缺, 一方小世界也是大有用处, 至少可以用来试炼, 培育弟子等等, 且许多天才地宝都是通用之物。 说话之余, 他还瞥了一眼连伯。 哼, 咱们揽阅宗是吧? 我一开口, 直接叫宗主, 你咬我。 连伯面不改色, 狠狠瞪了这老货一眼。 险些上眼一出, 你瞅啥? 我也是这般认为。 林凡连忙打圆场, 不过,这一方面, 小世界内也有一些强者, 因此, 初次探索, 我希望能万无一失。 叫各位过来, 便是商量着等此番收图结束。 咱们一同入那方小世界探索, 征法。 争取以最快速度, 将这方小世界横扫, 镇压, 而后为我揽阅宗所用。 当然, 请各位帮忙, 这报酬自然是有的。 诶, 宗主, 淡了? 感情淡了? 马灿烂连忙道, 咱们什么关系? 何况, 探索小世界这种事, 您愿意叫上我等? 那是我等荣幸, 更是对我等的信任。 谈什么报酬? 一群老家伙, 没脸没皮。 龙傲娇吃笑一声, 想要还假装推三阻四, 虚伪。 不像本姑娘, 就是要好处。 探索一方小世界是吧。 此事, 本姑娘倒是并未经历过, 颇为稀奇。 本姑娘可以出手, 一炉丹药便好。 说话之余, 便是将一枚酒品盒到丹扔进口中, 当糖豆一般嘎嘣嘎嘣一口闷。 最近, 龙傲娇也真香了。 以前是生肯灵药, 虽然也有效果, 但哪能比得上酒品丹药? 龙姑娘, 你这是对我等的侮辱? 马灿烂跳脚, 老脸挂不住啊。 哦? 龙傲娇嘴。 那你们不要丹药, 要不, 都给本姑娘。 可, 那是宗主赐予之物, 岂敢推辞? 扑。 龙傲娇摇头晃脑一笑, 摆摆手, 走了。 到时候叫本姑娘便是。 事情谈妥, 众人接连散去, 临凡正要与五位长老交代一番细节, 慕容琵琶却是急匆匆来报。 宗主! 山下来了不少人, 且大多都是强者。 他们自称是碧水阁、 天音宗、 紫云门等十三宗高层, 此来拜山, 说是有要事与宗主相商。 敢问宗主, 是否让他们上山? 哦? 苏星海诧异, 他们来此作甚? 乌星云有些不满, 莫非是我终将那些拜山之人接回来? 他们不满, 因此前来来寻仇? 不急, 不急。 凌凡却是若有所思, 他们应当不会如此投铁才是。 慕容琵琶, 你将他们带来便是, 另外, 被些吃食。 是, 宗主。 慕容琵琶领命而去, 不多时便带着一大群人入览月宫。 双方见面, 凌凡还未曾开口, 以离封山为首的众人便露出笑容。 凌宗主, 如此神采, 必是一代人节。 贵宗发展迅猛, 蒸蒸日上, 当真是可喜可贺。 冒昧打扰, 还望海涵。 今日前来, 是想与贵宗做一笔生意。 一见面, 便是一番吹捧。 随即, 直入主题, 都是人精, 既然是有求于人, 且冒昧前来, 自然是不会拐弯抹角, 惹人厌烦。 直入主题, 道明来意, 才是最佳选择。 哦? 诸位客气, 谬赞了。 林凡心头暗喜, 但却未曾表现出来。 好歹是现代人, 虽然在穿越之前, 并不是什么商战大佬, 可从小耳濡目染。 何况, 那么多电影电视剧, 也并非白看的。 哪怕没看过, 小时候跟老妈一起买东西, 老妈也必然传授过砍价秘籍。 哪怕你很想要某物, 也要表现得兴趣平平, 甚至并不想要。 只有这样, 才能顺利砍价。 哪怕他并非专业人士, 但与这些纯洁 且一心长生的修仙者相比, 这商业思维 还是要先进不少的。 一如此刻, 他故作不解, 就是不知 各位宗主想谈的是什么生意。 说来惭愧。 此事, 由于是黎风山第一个提出来的, 此刻, 自然也是由他为主导。 主要是第一个开口的, 最是丢人。 其他宗门宗主, 高层, 都不愿丢这个人。 既然有黎风山做出头鸟, 自然是最好不过。 是这样的。 黎风山也留了个小心思。 啊, 也不怕林宗主, 你笑话。 如今是多世之秋, 虽是黄金盛世, 却也会埋藏不知多少枯骨。 我们这些宗门,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实在算不上安全。 恰逢这几年, 红武先盟发展迅猛, 且待遇极好。 之前加入先盟的那些宗门, 都有了十分喜人的发展, 各种好处不一而足。 我得, 也有些心动了。 哦? 林凡揣着明白装糊涂, 此事我也听说了, 玉林宫等六宗之前加入, 如今实力提升不错, 前些日子相见, 他们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只是, 此事与我们揽月宗何干? 莫非, 黎阁主是想叫上我们揽月宗 一起投奔红武先盟。 若是如此, 只怕是要让诸位失望了。 我们揽月宗虽小, 但目前却没有加入红武先盟的想法。 自力更生, 总归更自由些。 他打定主意要砍架。 之前对玉林宫等六宗非常耿直, 那是因为双方本就是合作关系, 且好歹还有王腾这层关系在。 但是, 揽月宗与你们十三宗有个啥关系? 凭啥不砍架? 就得砍! 能砍多少砍多少? 而他这话, 却是让离封山等人纷纷在心中骂娘。 你特么倒是无所谓, 自力更生更自由些。 试问谁不知道? 你还真以为我们是自己想加入红武先盟啊? 要加入早加入了, 还用等到现在? 第一批加入待遇明显更好, 也有更多地盘可以挑选好吧。 奶奶的, 就是因为你们揽月宗这个惹祸金, 我们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被迫搬家。 结果, 现在你跟我们说这些。 呸, 你还是个人骂你。 气煞老夫爷! 离封山气得够呛, 但却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强迫自己冷静, 甚至还要笑脸相对。 那倒不是, 林宗主你误会了。 我等此来, 并非是当什么说客, 而是单纯想与林宗主做一笔交易。 在此之前, 玉林宫等六宗, 恰好与我等十三宗接壤。 而他们加入红武仙盟之时, 这些林山都尽数对给了揽月宗。 此事, 我等也知晓。 说来惭愧, 我等此来, 便也是想效仿王玉林道友他们那般, 将我等十三宗的林山等产物, 进阶对给贵宗。 不知, 贵宗可有继续扩张的想法。 这个, 林凡皱眉, 我宗目前地广人稀, 倒是没有这方面想法。 至于之前, 则全然是看在我徒儿王腾的面子上, 以及我宗与他们六宗乃是合作关系, 本就来往密切, 所以才愿意接手。 可如今, 虽然扩张定是极好的, 但我宗资源捉襟见肘, 而且并非对于林山等产业需求并非迫切, 因此嘛。 这个这个, 林凡话到此处便不再说话, 而是等他们自己去误。 毕竟,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们总不能还猜不到我想说什么吧。 黎封山等人顿时面色见垮, 神识传音之中, 已然是吵起来了。 岂有此理, 他这是坐地砍价, 摆明了要以低价收购啊, 根本没把我等放在眼里。 那什么? 诸位, 冷静, 依览月宗如今的实力, 本来也无需将我等放在眼里, 而且, 亲疏有别。 我们的价, 比王玉玲他们低些, 倒是也情有可原。 是情有可原, 但老夫咽不下这口气。 不如, 咱们找其他宗门接手, 与咱们相邻的, 又并非只有揽月宗。 对, 众人以神识传音吵得厉害, 黎封山听了片刻后, 无奈传音, 道, 老夫知道, 无论是谁, 被这般砍价, 都不会开心。 有想法, 也是合情合理, 情有可原。 但卖给其他宗门, 你们觉得, 可能吗? 谁不知道, 揽月宗是个惹祸惊? 每年至少一次, 那剧烈的波动, 相隔十万八千里都能感受到, 咱们相邻的其他宗门, 想必也是担惊受怕, 只是因为有我等顶在前面, 所以, 短时间内才没什么动作。 可若是他们知道我们要跑, 还想把地盘对给他们。 你们猜, 他们会怎么想? 是会傻乎乎, 当冤大头接下, 还是吓得屁滚尿流, 甚至有样学样, 也跑来揽月宗这边求出手。 一旦他们也来了, 不需要全部过来, 只是随便过来几个, 林凡都有理由再一次压低价格。 到那时, 才是真的偷鸡不成十八米了。 离风山思路很清晰, 或者说, 他早已将这一切考虑过一遍又一遍。 如今, 对方要砍价, 不爽又能怎么办呢? 我等目前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高价格, 然后出手, 入红武先盟。 否则, 拖得越久, 价格越低, 越是危险。 而且, 切不可让林凡知晓, 我等是怕被揽月宗给连累, 才做出这种选择。 否则, 那才是真的会被压价压到死。 众人, 短暂沉默后, 他们寂静无声, 话不好听, 但却是事实。 马德, 根本没得选。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各显神通, 动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想要尝试抬价。 奈何, 修仙他们是行家? 这砍价做生意嘛, 他们则远没有有火昆仑精明, 就更不是林凡这个现代人的对手了。 很快便被杀到丢盔弃甲, 底线一变再变, 退后了一步又一步, 最后, 全都吹胡子瞪眼, 双目赤红。 这个价格太低了, 绝对不可能卖给你们。 不卖就不卖吧, 反正我们现在也不缺地盘。 林凡贪手, 何况, 修仙者之间本来就没这么麻烦。 等什么时候, 我们揽月宗的地盘不够了, 再去抢就是了。 这地盘之争本就没有对错, 谁拳头大, 谁就是道理, 谁就是王法。 想来大家都很熟悉, 且你们的地盘大多也都是抢来的吧。 所以, 其实我是不想要的。 既然你们不卖, 那就, 送客。 离封山等人妈了。 卧槽, 你小子畜生啊, 刚才还在拐弯抹角砍架, 现在倒好, 直接开始威胁了是吧。 可你小子, 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们是下大的。 你以为威胁一番, 我们就会退步。 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好吧。 擦, 成交。 离封山同意了, 其他宗主见状, 暗自骂娘, 却也不敢再等, 连忙表示同意。 底线, 可, 也是可以再退一步的嘛。 合作愉快。 林凡笑了。 这不, 真是大赚。 十三宗, 合共412座林山, 有大有小, 有的资源丰厚, 有些相对一般, 还有三座零食矿卖, 虽然都是小型, 但却也都比玉林宫的那条大。 足足是玉林宫等六宗林山的五倍左右。 但总价, 却仅仅是之前那次交易的一倍有余, 单价被砍了一半还多。 不过, 做生意嘛, 本就是如此。 而且这个价格, 十三宗也算不上多亏, 只能说是没得赚。 108加412, 520座。 嘿, 这个数字倒是不错, 不过, 我还是个单身狗啊。 林凡暗自唏嘘, 又到, 半个月时间之后, 我总接手, 到时, 一手交单药和资源, 一手交货。 如何? 好, 黎丰山等人只能捏着鼻子硬下。 既然价格都谈好了, 还有什么好迟疑的? 至于半个月时间, 则是完全足够了。 甚至, 他们还觉得半个月有些太长了。 毕竟, 谁也不知道, 揽月宗这个惹祸经下一次惹祸是什么时候, 万一半个月之内又搞出什么大事来, 导致大战爆发。 呸呸呸, 这半个月必然一切顺利, 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 交了定钱, 送走黎丰山等人, 凌凡再也难掩激动, 挥舞着拳头。 爽。 这波扩张, 很是轻松啊。 而且, 最近两次扩张都没树敌, 妙啊。 他之前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 宗门发展, 扩张, 就得跟人家抢地盘, 毕竟地盘早已被占据了, 尤其是好地方。 如那些洞天伏地, 全都已经是有主之物。 轮到自己, 莫说是洞天伏地了, 就是随便几座普通的灵山, 都得抢, 抢就得树敌。 如最开始的桃花谷, 八剑门等, 就惹出来的灵剑宗与剑子。 所以, 哪怕是三流末尾的宗门, 也不能小觑。 树敌就意味着危险, 谁也不知道, 这些宗门有没有什么关系。 很多时候, 看似八杆子打不着的存在, 都有可能突然跳出来。 因此, 这几年林凡心里一直都在琢磨这事, 也在考虑如何才能完美解决。 结果, 误打误撞之下, 这每年一次的危机, 以及自己弟子们身为母版的神级惹事能力, 却是将这个问题完美解决。 邻居都怕了, 之前是御灵宫等六宗, 现在是碧水阁, 天音宗, 紫云门等十三宗。 直接背下跑? 虽然自己是花了钱的, 但花了钱, 就是名正言顺。 他们想反悔都不行, 砍价劫仇? 那倒也不至于。 至少, 比直接干掌, 抢夺好吧。 至于定钱, 林凡也不怕他们, 拿了就跑。 除非是不要命了。 爽! 倒是需要重新规划这五百二十座灵山, 将之完美利用起来。 不过暂时不用急, 等从风云世界归来之后, 再着手不迟。 第四日, 清晨。 经过三十六个时辰的选拔, 蓝月宗本次大开山门, 最终结果出炉。 还是按照收图铁律, 择优录取。 本次入门弟子, 共计七千有余。 大长老的标准提高了。 毕竟蓝月宗越来越强, 迪运也越发深厚, 已然不是当初那个只有几座, 几十座灵山的小小末流存在。 有底气, 自然不要挑选更好的弟子。 这七千弟子之中, 天赋达上品者, 都有一百出头。 虽然目前, 他们大多还没有修为, 无法为灵凡提供战力, 但他们的悟性加在一起, 也能为灵凡带来不少好处。 且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修仙者, 并为灵凡带来战力加成。 积少成多, 灵凡只会越来越强, 悟性, 真妙啊。 本年度大开山门结束, 灵凡感受着自身变化, 那无比清晰的思绪, 那宛若可以动车万物的悟性, 让他直呼美妙。 我有一种直觉, 杭自密初期阶段, 已然快要悟出来了。 江镇法文在身上的想法, 也无需太久便可实现。 不过今日, 风云世界, 风云秘境。 走起! 揽月宗内, 强者几间。 以灵凡为首, 在宗内的萧莉儿等清传弟子接载。 甚至, 猪肉绒还带着他那十二头红毛猪。 两年多成长, 这些红毛猪已然拥有禁第四境战力, 且被猪肉绒为得极好, 很听话。 这次带出来, 也是一次历练, 一次尝试。 苏妍也在。 虽然他新手期还没过, 但林凡却依旧把他拉来了, 准备借他倒霉的属性, 将其当作诱饵。 嗨嗨。 毕竟笑三笑啥得不太好找, 但苏妍也在的话, 对方变痕可能会自动跳脸。 除此之外, 五位长老之中, 只留下五长老坐镇宗门暂且处理相关事宜, 其余四人一同前往。 火德宗方面, 火昆仑与三大长老也被召集过来, 连博三人自然不会缺席。 还有便是剑子、 三叶以及龙傲娇。 小龙女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这等热闹, 他不会错过。 如此阵容, 堪称豪华。 哪怕宋云霄还只是个普通人, 且没看过小说, 不知道龙傲娇、 萧琳儿等模板, 此刻也是豪气甘云, 心中充满期待与希望。 终于, 他几乎流下泪来,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老子的金手指, 终于有用了。 命运齿轮, 给我, 转。 在林凡的试衣下, 他将秘境入口放置在主峰附近的侧峰后山。 哇, 空间震战, 旋转, 而后模糊。 一种说不清, 到不明的恐怖气息蔓延开来。 哪怕是龙傲娇, 都不由神色微变。 这动静, 倒是有些惊人。 他低语, 空间混乱, 一片混沌, 这近乎两个世界接壤, 空间在相互排斥, 但却又被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神秘力量, 强行柔和, 火昆仑惊意不定。 这到底是何种秘宝, 竟有如此威能? 莫非是真仙重宝不成? 震撼中, 那一处混乱的空间急速旋转, 最终, 化作一道青色漩涡, 周遭不断微风吹拂。 渐渐地, 青色漩涡逐渐稳定, 成为空间之门。 一眼看出, 其中心处宛若水静, 不时泛起点点波澜。 等封印一番。 连伯上前, 立刻在这片空间之中布下多重阵法, 并道, 这门户应当是双向畅通, 为防意外需要将其封印, 只能我等进去, 里面的人出不来。 麻烦连伯了。 林凡微微汗手, 的确得封印一下, 不然时不时蹦出几个人来, 就算挡得住, 也太过吓人与麻烦了些。 很快, 阵法布置完毕。 本姑娘先见。 龙傲娇当然不让, 林凡倒也没阻拦。 毕竟, 这才符合她的性格。 她要是愿意最后一个进, 那才是有问题。 龙傲娇进入空间之门后, 众人接连入内, 萧灵儿作为大师姐, 还特地带着宋云萧一起, 并与火源一前一后将其护在中间。 嗯? 进入之后, 众人纷纷皱眉。 这种感觉, 丝毫没有园林之气。 果然是全然不同的世界, 能量体系也不同。 这种气息, 似乎是五道真气。 当真是一个五道小事件。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很快确信, 这里已然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小事件。 陈广山更是笃定道, 规则完善, 虽然不如先武大陆强横, 但却也绝非是小世界碎片或残缺小世界。 果然, 这就是一个完整世界。 妙啊! 此处, 乃是一片山林, 周遭空无一人, 但在他们这些修仙者的神识之下, 却是瞬间看到很远, 很远。 神舟大地, 天下会, 无双城。 东莹, 甚至是西方大陆, 一切皆在掌控。 咦? 这一方小世界, 倒也有些强者。 剑子露出惊喜之色, 还有剑道高手, 我定要与之一战, 其战而胜之。 然而, 王腾一句话, 却是让他的兴奋瞬间冷却, 乖徒儿, 行行, 你身负乱骨传承, 输了还好, 一旦胜了, 便是从头再来。 所以, 你确定要与这个世界的剑修一战? 剑子, 他骂了, 瞬间如泄气皮球, 但很快, 他咬牙, 我还是要与他一战。 不同世界, 不同剑道, 与之交手, 定然对我有诸多益处, 若是错过, 我心难安。 若是胜了, 他面色发黑, 大不了从头再来。 好好好, 不愧是我的好徒儿。 王腾不由高看剑子一眼, 心中却是暗道离谱。 果然, 剑子就是最佳乱骨传人啊。 我, 小龙女浑身都在颤抖, 他难以置信道, 我感应到了, 童族的气息。 只是, 他似乎已经成年了, 但为何感觉不够强大? 童族? 龙傲娇诧异, 他已然知晓, 小龙女乃是真龙。 可自己的神识探索之下, 却并未发现这个星球, 有真龙啊。 应当有藏身秘法。 林凡倒是知道, 风云世界有龙。 而且通过方才的, 神识探查。 来分析, 如今风云世界的时间点, 还比较早, 剑圣都还活着。 满血拉二胡, 残血浪全途的无名, 也还没冒泡, 正拉二胡呢。 换言之, 麒麟还活着, 龙自然也还活着。 而且是真龙。 但由于世界等级的原因, 高五世界的龙, 自然比不过仙武世界。 因此, 小龙女会觉得, 对方不够强, 也是情理之中。 而版本, 则如他所想, 乃是最经典的电视剧版本。 嗯, 就是泡面头部晶云版本。 不过, 这些话, 林凡都不能明说, 不然岂不是表明自己知道剧情了? 至于接下来, 自然是探索时间。 林凡轻声道, 诸位有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龙傲娇撇嘴, 自然是一路横推, 打过去。 既然有真龙, 最好便是, 将其打回来, 炖龙凤汤。 对了, 这一方小世界, 既然有真龙, 那凤呢? 有吗? 众人? 好家伙。 我特么直呼好家伙, 不愧是你啊, 一上来就要喝龙凤汤。 我发现一个补算高手, 似乎对这一方面, 世界内的一切都能算出来。 火昆仑低语, 叫做尼菩萨, 正在被天下会的人追捕。 或许, 他能解答疑惑。 不过, 我倒是有不同看法。 他对龙傲娇, 若是真有龙, 凤等神兽, 那自然是不能杀了炖汤喝。 留活口, 才大有用处。 龙傲娇一琢磨, 倒也是, 便道, 砍一节炖汤总想了吧。 若实在不妥, 挖一块肉下来也不是不行。 众人, 感情你还是个吃货。 走吧, 先找尼菩萨。 林凡道, 我的神使也发现他了, 且天下会已经得手, 正好, 也可顺便跟天下会打个照面。 既然通关任务中有一条是搞定天下会, 那自然是迟早要碰上的。 可惜, 他按道可惜, 如今的风、 云还都是初出茅庐, 最多也就算是普通一流高手, 主角光环都还没展开, 太弱了点。 不过, 第四天, 熊霸他们倒是没什么问题。 走, 他们出发, 唯有剑子例外。 他承认道, 宗主, 各位, 我能感应到, 这一方面世界之内, 有数位剑道高手, 值得我去挑战。 因此, 我便不去凑那份热闹了, 准备直接去挑战那几位剑道高手。 不知可否, 王腾看向林凡, 后者轻轻点头, 去吧, 注意安全, 莫要出了意外。 多谢宗主关心。 剑子露出笑容, 不过, 有三叶在, 应当无妨才是。 他抱起三叶, 嘴角笑容灿烂。 三叶轻轻摇曳, 以童声道, 应该死不了。 剑子的笑容, 刹那间消失, 只剩下满脸尴尬。 这也太不给面子了。 双方分别, 林凡等人, 前去寻找尼菩萨。 剑子却是按照剑意指引, 深化剑光, 飞向中华阁。 我决定了, 不动用自身修为, 只用剑道手断与之一战。 如此一来, 我获胜的几率, 应当便微乎其微了。 如此这般, 我既可与之交手, 又大概率不会断了, 连败, 岂不美哉。 三叶, 你的面皮是真厚。 剑子, 胡说, 我是乱骨传人, 岂能叫脸皮厚。 哼, 你不是, 应该抱着必胜的无敌信念而战? 我是认为自己必胜啊。 我认为自己, 仅凭见到修为便可必胜。 但若是对方将我击败了, 我有什么办法? 三叶。 好好好, 如此定义必胜是吧? 真有你的。 此刻, 风云世界内, 正是傍晚。 中华阁内, 无名拉着二虎之鱼, 自真自隐, 目中满是惆怅与漠然。 突然, 他浑身一震, 脑海中一个机灵, 酒意瞬间清醒大半。 鸡嘎, 一声刺耳怪响, 二虎咸断, 无名面色微变, 那由远而近的剑意 格外强横与清晰, 让他倍感无奈。 假死藏身二十余年, 却未曾想, 还是被人寻到了吗? 唉, 树欲静而风不止, 只是, 如此纯粹, 却有全然陌生的剑意。 此人, 是谁? 他不见, 自己藏得这么好, 按理说, 没人能寻到自己才是。 再则, 这天下剑道, 他自诩自己大多了解一些, 纵然不会, 也见识过一二, 但此刻, 来者的剑道, 却是极为陌生。 但, 却极为强横。 今日, 必有一场恶战。 一战之后, 我这中华阁, 怕是也不得安生了。 无名无奈一探, 收起二胡, 一步踏出, 便已离开中华阁, 朝深山老林而去。 一柱相后, 密林之中, 二者碰面。 剑子双手抱拳, 前辈, 同为剑修, 晚辈恳请前辈指点。 无名背负双手, 满脸唏嘘与无奈, 还带着几分憔悴。 你这般年纪, 便有如此剑道修为, 天父, 未来成就, 必然在我之上, 何必如此? 能不能不打? 剑子皱眉, 前辈乃是剑道顶尖强者之一, 这天下能胜逆者, 不超过两人, 且同为剑道中人, 自当锐意进取, 一剑斩尽天下不平之势, 可前辈却是为何如此心态, 全然没了半点锐气。 剑, 没了锐气, 还是剑吗? 无名? 你说得对。 他苦笑, 所以, 我走。 剑子, 啥? 我这么说, 是想刺激你, 想激起你的斗志, 让你以最佳状态与我一战, 让我剑是剑是全然不同的剑道, 不是让你自认不行, 然后就此不打的呀。 这到底是个什么剑袖啊? 剑子很难想象, 眼前之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变得如此颓废。 不行, 你若是不全力与我一战, 我便杀你。 剑子没别的办法, 唯有强迫对方一战。 何必呢? 我认输都不行, 无名还是不愿意打。 不行, 无名, 罢了罢了, 只是, 我有一时好奇, 你师从何人, 又是如何寻到我的? 实诚? 无可奉告。 剑子淡淡道, 至于如何寻到你? 你的剑道, 修为如那黑夜中的萤火中, 格外闪耀。 我若是寻不到你, 才奇怪吧? 你的剑道, 竟已达如此境界。 无名吃惊。 你, 可知我是谁? 不知, 无名, 本以为你是慕名而来, 结果你, 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只是想与我干账。 我都已经做好准备暴露身份, 往后的日子, 再也感受不到平静了来着, 结果就这。 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啊? 好像我很自以为是是的。 就离谱。 只是, 无名仍然没有几分战意。 见他如此, 剑子也唯有用些非常手段。 假意威胁道, 你若是仍然不愿全力一战, 我先回了你中华阁, 再战如何? 够了。 无名长叹, 何故如此咄咄逼人? 既然你想战, 那便战吧。 自己。 之所以隐姓埋名, 只是因为妻子死后, 没了多少斗志, 只想摆烂。 而并非是怕了谁, 也并非是不敢再出手。 好, 剑子大喜, 放下三叶, 挥手出剑。 你, 既然想剑是全力以赴的我, 那便戒好了。 天剑, 枪, 无名出手。 不曾用剑, 只是剑指挥武剑, 却已将自身剑道, 催动到极致。 这二十余来, 他虽然一直隐姓埋名且百烂, 但却反倒是在这等状态之下, 领悟了天剑境界, 视为天剑无名。 剑气纵横, 真缘蓬勃爆发。 来得好, 剑子大喜。 同时, 严格按照自己心中定义而战, 自己是先武世界之人, 世界背景高于这一方小世界。 所以, 自己应该让他们一手, 只用剑道修为, 而不用能量, 就好比武道高手指出剑招, 剑意, 而不用内力。 但, 饶是如此, 他的剑道也极为惊人。 斩天拔剑朔, 剑子拔剑。 只是瞬间, 天地间便出现一条白线。 白线过处, 纵使天剑剑气也在不断消融。 无名微微色变。 好强的天赋! 你且小心了! 莫名剑法! 无名虽然奇怪, 为何对方不曾动用体内真气, 但这强横且惊人的剑招给足了他压力, 当即动用自己从英雄剑中悟出的剑法对敌。 然而, 剑子接连破招, 莫名剑法几乎无用。 厉害! 此招我本不愿动用, 但你有资格剑他。 剑! 十一! 卧槽! 剑子心中一抖, 双膝一软, 险些跪倒在地。 啥玩一人! 剑十一! 涅槃! 你会这个? 闹呢! 他险些被吓到当场投降, 可当这一招出来, 剑子却并未感受到多大压力, 不由嘴角接连抽搐。 你这是什么剑法? 圣灵剑法! 吴明有些不好意思。 圣灵剑法乃是他当初在剑圣那里偷学而来, 着实有些不光彩。 但此刻对方强横, 他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吓死我了, 还以为是缥缈剑法。 他持剑应对, 两人大战, 难舍难分。 三叶则在一旁静静看着, 叶片随风摇曳, 好似一株普通小草。 只是, 那清脆欲滴的色泽, 宛若翠玉一般的叶片, 却是处处彰显其不凡。 而吴明的剑招, 也是被他在短时间内便分析了个七七八八, 甚至是清清楚楚。 呛! 一记对拼, 而这接连后退。 剑气纵横之间, 周遭百米内, 所有大树进阶被拦腰斩断, 而后, 更是被切成片。 痛快! 痛快! 吴明浑身都在颤抖。 隐居二十年, 从未与人交过手。 今日与人切磋, 却是如此痛快, 让他心神激荡, 剑意也随之升腾而起。 我的圣灵剑法胜不了你, 但, 我还有一世剑法。 年轻人, 当心! 长剑出鞘, 真缘激荡。 吴明缓缓闭上双目, 而在其双目开合之间, 自身精气神, 真缘, 剑意在这一刻汇聚, 融合, 化作最强一剑。 此乃我隐居二十余年所悟。 我叫他, 无上剑道, 接剑。 无上剑道很强, 饶式剑子, 也是暗暗吃惊。 此人的剑道, 在武学意图之中, 已是登峰造极了, 纵然还可精进, 却也没有太多进步余地了吧。 他小心应对, 但最终, 却还是其差一招, 有剑气突破防御, 斩落他一缕发丝。 厉害! 剑子收剑, 我败了。 吴明! 年轻人你这是何意? 吴明皱眉, 老夫全力以赴, 你却连自身真气都未曾动用, 老夫剩在哪里? 你的剑道, 你的剑意, 分明更在老夫之上。 莫非你是以为老夫输不起不成? 闹呢? 如此看不起老夫? 他不爽, 剑子却是摇头晃脑, 我有我的追求, 你不懂。 总之, 我就是败了。 自定义的失败, 也是失败不是? 至少不用中断连败, 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擦! 吴明麻了。 好了, 我去也。 剑子挥挥手, 抱起三叶, 化作剑光远去, 只剩下吴明在风中凌乱。 这, 到底什么情况? 又究竟是谁, 培养出了如此变态的年轻人? 方才之战, 的确是自己胜了, 但前提是, 对方不动用真元, 只用剑道修为啊。 若是用上真元, 自己岂不是短时间内就要失败? 如今的吴明, 还不会万剑归宗, 与剑子一战, 让他难以释怀。 接下来便是另一个, 这一位的剑道领悟更在无名之上。 妙, 妙啊! 换言之, 我至少还能再败一场。 不对, 什么再败一场? 我必胜。 剑子欲剑而行, 朝着那晚若璀璨明珠一般的剑道之光而去。 不过, 他自顾自的嘀咕, 却是让三叶感到好笑。 只是, 三叶有些惊惧, 接下来要面对之人, 的确值得慎重对待。 以他的剑道修为与天赋, 若是出生在仙武大陆, 只怕, 难以估量。 前辈, 晚辈不请自来, 还请前辈赐脚。 密室中, 剑圣毒孤剑睁开双目。 无双剑之上, 二十一道缺口颇为显眼。 你是何人? 密室石门打开, 毒孤剑勾楼的身躯缓缓站起, 他已快要游进灯窟, 状态极差。 晚辈闻剑, 前辈当作是一剑吃便好。 此来, 只求前辈出手一战。 毒孤剑感受着剑子身上那纯粹的剑意, 叹道, 有你这天骄, 实乃我剑道之幸,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无名的影子。 不, 甚至还超过他许多。 可惜, 老夫还有事要做, 这七尺残躯, 却是不能死在这切磋之中。 抱歉, 少年人, 若是要站, 你去站无名吧。 他如今的剑道, 应当不在我之下。 剑子沉默, 他能感受到对方状态奇差。 若是不动手, 或许还能活上几年, 动手则必死。 不知前辈要做什么? 此事, 我可帮你办到。 哦? 毒孤剑笑了笑, 上天下会, 杀熊霸, 你可能办到。 天下会? 剑子诧异, 随即, 面色有些古怪, 能办到。 出生牛, 毒不怕虎。 毒孤剑笑了笑, 你可知如今的天下会席卷武林, 熊霸更是可以称作天命所归。 我确信自己能行。 毒孤剑, 前辈, 请赐教, 晚辈定能完成你所愿。 否则, 此生再不碰剑。 好。 毒孤剑选择相信剑子, 或者说, 相信他对剑的喜爱与渴望。 同为剑修, 那种渴望, 无法骗人。 接我圣灵剑法。 他出手, 却被剑子紧急叫停, 圣灵剑法。 方才已然领教过了。 哦? 无名? 毒孤剑反应过来, 你已与他交过手吗? 如此说来, 我这圣灵剑法, 也唯有一招可用了呀。 小娃娃。 当心, 剑, 二十三。 老大放假了, 年底, 公司工作也比较繁忙, 马子时间变得越发紧张。 但是, 妮娜服会尽力保持万更的。 就是说, 如果某天稍微少了点, 也还请谅解一下。 圣灵剑法, 还有剑念三。 为何那位前辈没用过? 剑子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两人都会圣灵剑法, 他一开始还以为, 两人乃是同门。 结果现在, 你却一出手, 就是剑念三。 无名却最高, 只用到剑念二。 所以, 无名不是正统。 哈哈。 剑圣朗笑一声, 那是洒脱的笑, 亦是癫狂的笑。 回首这一生, 他也过得无比精彩。 三岁时, 第一次来到宝库, 刚开苦门, 无双剑也有所感应, 真然破窍飞插于独孤剑面前抖动不已。 宝库内瞬间摆剑齐名, 为无双剑人剑相逢而欢呼。 五岁时, 仿佛察觉到父亲独孤无双的狼子野心, 由于他老人家已是风竹残年, 不愿无双城落入这等心胸狭窄的人手上。 于是他找来自己, 告知自己他即将远行, 希望自己能继承无双城, 并让自己服下七十忘情。 但父亲终于还是出手了, 下毒将爷爷害死, 想强行霸占城主之位, 在寄人大典上被自己揭露其恶行, 恼羞成怒的他, 竟对自己这个亲生儿子出手。 却不曾想, 当初五岁的自己便已然人间合一, 无双剑竟会感应到自己的剑矣, 而自行出剑, 与此电光火石间破宝库之门, 再连轰碎期, 八到十墙前来护主, 将独孤无双的手掌斩下。 事后, 自己将亲生父母赶出了无双城, 数年后, 又将城主之位传给了弟弟孤独一方, 为追求更高见到远赴东宁。 其后, 唉, 他想到了心中挚爱功本雪灵, 只可惜天意弄人, 他又想到天下剑, 抚摸着额头剑痕, 老剑圣不由山然泪下。 这一生, 他经历过太多, 太多, 但真正让他追悔莫及, 成为心中永远之痛的的, 却只有那个雪灵了。 可惜, 此生再无法见面。 东营归来, 与吴明多次对决, 退影, 受人之邀, 一人一剑上天池, 激战天池一百零八位杀手。 最终, 只有十二名功力最强者逃脱。 在之后, 便是如今, 意图光复无双城。 但同样, 自己正在闭关, 尝试悟出真正的剑念三, 并与雄霸一战。 却不曾想, 中途, 出现这样一位, 见到天赋通天的少年郎。 一生过往, 如走马观花, 一滴浑浊泪水滑落, 老剑圣此刻再无任何念想。 一身精气神, 自身一切的一切, 都在此刻汇聚, 化作一剑。 毁天灭地剑念三。 嗡, 剑子已然出剑, 但却突然发现, 似乎整片天地都被冻结了。 自己竟然全然无法动弹半点, 唯有思绪尚且还算正常。 而这片天地之中, 只有剑圣可以正常行动。 只见神魂离体, 朝自己一步步走来, 并伸出剑指, 点向自己眉心。 这一剑, 没有杀意。 只是切磋而已, 就算被点中, 也无大碍。 可剑子却仍然不屈, 他想要反抗, 想要冲破这枷锁。 但却发现, 自己冲不开。 哪怕将自身剑道提升到极致, 甚至动用拼命手段, 都无法破开这凝固的时间与空间,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直点在自己眉心。 不, 如梦幻泡影, 如梦似幻,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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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子大口喘息, 这才发现, 自己的肉身已然可以行动。 他敦服下来, 背心早已被冷汗尽失, 不断喘息着, 面上满是金融。 这, 这就是剑念三吗? 与剑念二完全是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一剑之差, 竟如此恐怖。 他不由想到, 飘渺剑法剑十一。 甚至, 圣灵剑法剑念三的恐怖, 还要在飘渺剑法之上。 飘渺剑法实力够强, 或许能够抵挡。 但这剑念三, 若是修为与自己相同的人施展而出, 自己, 可还有活路吗? 剑圣神魂归位, 缓缓盘膝坐下, 轻声道, 剑念三, 对老夫而言, 也只是堪堪完成的一招。 且老夫状态太差, 太差了。 本想以这一剑击杀熊霸, 却不曾想, 用在了你身上。 少年, 老夫能感受到, 你体内隐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 若是你动用那股力量, 必然可破老夫这一剑。 你为何不破, 感受到自己藏于肉身动天内的悬缘之气了吗? 剑子并不意外, 只是道, 晚辈只想一挑战剑道论胜负, 剑道天骄啊。 老剑圣难难道, 剑道有你, 剑道知性。 剑道有你, 我等老家伙知不幸。 但我相信, 你有击杀熊霸的实力。 临死之前, 能完整施展剑念三, 能见证你这等剑道天骄崛起。 此生, 无悔, 止汗。 汉不能见你最强时期, 汉无法与他长相私, 手。 话音落下, 老剑圣没了声息, 其后更是化作尘埃消散。 前辈走好, 剑子面朝老剑圣消散方向, 重重躬身一拜。 他有些惆怅, 却并不后悔。 至于老剑圣之死, 其实, 老剑圣本就到游进灯窟之地, 没多久好活了, 何况, 自己与之一战, 也算是了却他一桩心愿吧。 同时, 自己也接下了他这一桩因果。 熊吧, 必死。 剑念三, 当真是神鬼莫测。 若是我能在仙武大陆将之重现, 纵然不能指天下剑道之牛耳, 也相差无几了吧。 剑子有些恍惚, 想到方才老剑圣那惊世骇俗的一剑, 久久难以淡定。 甚至都未曾发现, 三叶已然进入深层次的悟道之中。 他抱起三叶, 有些恍惚道, 差不多了, 这一方世界的剑道高手, 倒是还有一些人, 但在我看来, 他们的剑道, 进阶无法凌驾于剑念三之上。 也是时候去与宗主他们会合了。 为何答应老剑圣, 答应得那般爽快? 就是因为, 在之前的神识感应中, 剑子已然发现, 林凡等人跟天下会的人干起来了。 年纪轻轻的风云, 被打成重伤, 逃了。 也就是, 林凡有意饶他们一命, 否则一个照面, 就要被秒。 而现在, 应该已经打上天下会总部了吧? 自己也得赶紧去凑个热闹。 而且, 熊霸, 必然不能留。 虽然他还不知道, 熊霸到底是谁。 不过从老监生的实力来分析, 自己应该是能弄死他的。 天下会, 总部, 熊霸面色铁青, 身旁是气弱油丝的情霜, 以及满脸不可置信的断浪。 闻丑丑等小丑, 已然连渣都不胜了。 龙傲娇一马当先, 锁过之处人仰马翻, 很快便杀到几人, 退无可退。 诸位, 你们究竟是谁? 我天下会与诸位有何仇怨? 你们为何要如此? 堂堂天下会雄霸, 自诩天下第一的人物, 此刻, 却是几乎被吓尿。 只因, 这些人实在太强了, 强到他难以置信, 难以理解。 甚至, 他觉着, 这些人中, 哪怕是最弱的一个, 都不见得弱于自己。 但这怎么可能? 江湖之中, 何时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绝顶? 又是什么样的势力, 才能培养出这些人物? 老夫怕不是在做梦。 他一度怀疑自己, 是被困在噩梦之中无法逃脱。 可这无比清晰的一幕幕, 却又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 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实, 而非虚假。 诸位, 诸位, 他连道, 老夫不认识你们, 以你们的实力, 想来我天下会也没这个资格与诸位结仇,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老夫愿意奉上好酒好菜与重宝。 只求, 龙傲娇掏了掏耳朵, 毫不顾忌自己的美女形象, 大大咧咧道, 废话这么多作甚, 让本姑娘秒了她。 且慢, 林凡轻轻轻抬手, 林儿, 你去吧。 是, 师尊。 萧莲儿上前, 她不知林凡为何如此安排, 但既然师尊发话, 那就必然有她的道理。 林凡的想法则非常简单, 既然是秘境, 还是自家的秘境, 那么, 这种关键任务目标, 由自己人来解决, 应当好处更多吧。 诸位, 熊霸的面色一变再变, 何至于此? 老夫好歹也有几分薄面, 这, 她终究是一代萧雄, 心狠手辣。 见林凡等人的态度, 便知道, 今日无法善了。 因此, 尝试拖延时间, 一双大手, 却已然背负在身后, 绝学三分归元气, 悄然酝酿。 熊霸很清楚, 自己绝非这些人的对手。 一旦打起来, 自己必死无疑, 但, 她却不能坐以待毙。 而且这些人没有一拥而上, 而是让一个女子出手, 这, 便是自己的机会。 若是能挟持此女, 或许, 还有一线生机。 尼菩萨! 见萧莲踏空而来, 熊霸彻底无法淡定, 对人群中的尼菩萨怒吼道, 你欺骗老夫。 精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便化龙。 老夫掌控风云, 今日为何? 为何? 尼菩萨满脸浓疮, 叹道, 熊帮主, 我并未骗你, 只是, 哎, 只是什么? 熊霸追问, 试图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转移到这方面。 萧莲却不想再浪费时间, 何必如此麻烦? 你的手段, 在我等面前宛若无误, 纵然你蓄力到最高层次, 也没有任何作用。 此刻, 萧莲也好, 林凡等人也罢, 都有些无语。 唯有宋云霄不明所以, 毕竟, 她还只是个普通人。 至于其他人, 哪怕苏妍, 如今都是第三境修士, 神识扩散开来, 至少也能覆盖仪式之地。 熊霸就在数百米开外, 双手藏在身后搓丸子, 还自作聪明, 想要分散我们注意力。 真把我们当普通舞者了呗, 可我们是修仙的呀。 虽然平心而论, 熊霸搓出来的丸子, 威力并不差, 也就是了。 你们? 熊霸神色在变, 这一刻, 她再也顾不得其他, 立刻抱起出手。 三分归原妾。 哄, 丸子迎风暴涨, 瞬间便不知变大了多少倍, 朝萧灵儿轰杀至。 三分归原妾。 萧灵儿屈指一弹, 不灭吞颜飞出, 与之撞在一起, 但却并未引发爆炸。 二者碰撞瞬间, 很快, 三分归原妾便不断消融, 到萧灵儿身前时, 已然彻底消失不见了。 反倒是不灭吞颜, 壮大不少。 这…… 熊霸呆滞。 这不可能。 老夫的三分归原妾? 咦? 没什么不可能。 萧灵儿平静回应, 虽然用法不同, 但在此之前, 我曾遇到一些人, 他们同样修行归原秘法。 但凡登堂入侍者, 都能使用六分归原器。 强者, 甚至可以使出九分归原器, 乃至万元归一。 若你也能用出万元归以来, 应当能与我一战。 你…… 能吗? 熊霸面色一变再变, 二话不说, 一掌拍飞毫无防备地断浪, 使其撞向萧灵儿, 自己, 却是转身就跑。 刺了。 萧灵儿面不改色, 挥手之间。 火海蔓延, 熊霸根本跑不掉。 不多时, 整个天下会总部变化作一片火海。 熊霸的尸体, 连毛都没剩下。 剑子赶到时, 刚好看到这幅场景, 便也不由放松下来。 就这么简单。 宋云霄有些猛逼, 还以为这种秘境副本会有多难, 心中一直忐忑。 结果, 就这。 天下会是天下第一大帮, 第一大帮帮主就这点实力。 师尊, 我们是否太过心师动众了? 宋云霄有些汗言, 自己师尊叫来这么多大能者, 结果这秘境中人的实力, 就这。 有点尴尬啊。 虽然自己必然是搞不定这个秘境的, 但师尊叫这么多人来, 也尴尬。 心师动众? 或许吧, 灵凡却并不这么认为。 天下会的确是天下第一大帮, 熊霸, 也不弱。 但仅仅只是不弱罢了。 比熊霸强的, 比比皆是。 毕竟, 他也就是一个前妻小boss而已。 算不得什么。 说起来, 没了熊霸, 风云还是主角吗? 还能不能成长到那种高度? 罢了, 反正他们也不是任务目标, 就让他们活着, 就当是玩养成了, 日后宗内弟子进来, 才有怪刷。 不然, 把高手全部收割之后, 弟子们进来玩什么? 总不能只是跑图吧? 无趣。 龙傲娇摇头晃脑, 太过无趣了。 本以为这个世界会颇为好玩, 却不曾想, 他们如此弱小。 此言一出, 尼菩萨浑身俱阵。 这个, 世界, 你们, 果然是天外来客。 是又如何? 龙傲娇撇嘴, 老头儿, 你不是很会算吗? 来, 给我们算算, 这个世界的真龙, 凤凰, 麒麟等神兽在哪里? 还有, 这个世界可有隐藏的绝顶强者, 他们又在哪里? 若是不听话, 本姑娘一掌拍死你。 尼菩萨更是无语。 好好, 这么玩是吧? 你们是天外来客, 你们实力高强, 我认。 但你们这是根本没把我当人啊, 我是能掐会算, 但我不是神仙。 算这些东西, 泄露天机, 是要遭天谴的。 没见我遭了报应, 满身浓疮, 痛不欲生吗? 把这些告诉你们, 我还能活? 尼菩萨苦笑道, 姑娘, 诸位, 不是小老儿不告诉你等, 而是, 小老儿实在是有心无力, 泄露天机必遭天谴。 我就是泄露天机太多, 导致遭了天谴, 浑身长满毒疮。 若是再继续泄露下去, 也无需姑娘, 你动手拍死我, 我立刻便要报彼而亡了。 说与不说, 又有什么区别呢? 唉, 那本姑娘就拍死你。 龙傲娇怒了, 灵凡却抬手轻轻拦下, 不急, 不急, 尚有缓和余地, 拍死你菩萨不难。 风云事件, 说白了, 目前也就是地球地图, 以众人的实力, 把地球泥地三尺搜一遍, 就算有秘境, 神识无法探查, 也最多只需要十天半个月。 但, 尼菩萨能直接算出来, 节约时间不是更好。 林儿? 是, 师尊。 萧莲上前, 取出一枚丹药, 此乃回春丹, 虽然不可治愈一切伤势, 但你的病痛, 还是能要到病除的。 尼菩萨摇头, 哑然失笑, 姑娘说笑了, 我这并非病痛, 而是天浅, 要事无灵, 否则, 我早已治愈了。 何须, 不。 莫等他说完, 萧莲儿, 屈指一谈, 丹药入喉, 尼菩萨脸都绿了。 你们这些人,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老人家? 好歹让人家, 把话说完啊。 就算我实力弱, 难道你们就不能, 稍微尊老爱幼? 哎, 尼菩萨脸色骤变, 方才是发绿, 发黑, 满脸浓疮, 又臭又恶心, 还疼痛难忍。 但此刻, 他却突然感到自己浑身起痒无比, 是那种由那儿外的痒, 脸上的疼痛也随之加剧。 这极为陌生之感, 让尼菩萨很是错愕。 只是, 这感觉来得快, 去得更快。 只是眨眼之间, 一切都变了。 疼痛消失, 那难以忍受的起痒也是消失无踪, 浑身轻快无比, 甚至连空气都似乎变得清新了。 还有一团火, 在自己体内熊熊燃烧, 丹田之内瞬间便充满真气, 甚至还有些过剩, 正不受控制地往外冒。 真气外放, 先, 先天之惊, 尼菩萨妈了。 卧槽, 自己虽然不算厉害, 但要论实力, 自己不过是个蝼蚁而已啊, 天下会随便一个弟子, 都能欺负自己。 结果现在, 一枚丹药下肚, 自己什么都没干, 直接就变成仙天高手了。 这, 目前的风云二人, 也就如此吧。 他难以置信, 看向萧灵, 目中满是探究之意。 实在很难想象, 这些人究竟来自哪里, 自己方才所吃的丹药, 又是何等存在。 莫非是仙丹不成? 浪费。 龙傲娇撇嘴, 简直是浪费。 这种丹药, 给这么一个蝼蚁吃。 那不是浪费, 是什么? 并非是仙丹, 不过是疗伤类丹药罢了。 萧灵回应, 主要功效乃是疗伤, 不过你太弱了些, 伤势也不算重。 因此, 多余的药力在丹田汇聚 并改造你的肉身, 让你拥有了些许实力。 不过现在, 你已经彻底恢复, 想来就算再来几次天浅, 也无大碍。 当然, 就算有大碍, 我也能将你拉回来。 尼菩萨, 哦? 听听, 听听, 你这是人话吗? 你这? 什么叫我的伤不重? 我那是天浅啊。 所有名医都束手无策, 整得我每日痛不欲生, 只能靠火猴, 每天吸食, 浓窗活下来, 折磨得我不仁不鬼, 一直隐姓埋名, 东躲西听, 就是怕, 再被人逼迫泄露天机, 再遭天浅。 结果, 你现在告诉我, 我的伤不重。 一枚丹药, 伤势禁负, 天浅都被清除, 甚至多余药力, 还能将我变成先天高手。 还说不是先丹? 上先。 尼菩萨, 终究是个聪明人, 短暂的震惊与不可置信之后, 便彻底冷静下来。 他明白, 这是自己的机缘, 而眼前这些人, 绝对是神仙。 该怎么选, 还用多言吗? 呼, 他长出一口气, 老朽明白了, 老朽立刻推演。 不过, 凤凰已死, 玄武神兽也死了, 麒麟和真龙倒着还活着。 不过, 要说到凤凰, 他不算片刻后, 目光变得有些诡异, 吃下凤凰精华的人,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在, 他伸手一指, 嗯? 龙傲娇当即出手, 直接点出一指。 哄, 苍穹碎裂, 那个石狮子随之炸裂, 一道身影冲天而起。 他面带冰晶面具, 速度奇快, 甚至还能隐身。 凌凡一眼便认出, 他是第十天。 终究是在关键时刻躲开, 龙傲娇一击, 但却也没有去路了。 被火昆仑等人包围, 拦了回来。 哈哈, 尼菩萨, 你既然能算到本尊, 当真是不该留念。 帝世天怒急而笑, 心中却是无比惊惧。 他游戏人间, 雄霸也不过是 其手中一枚棋子。 今日正巧想凑个热闹, 却不曾想, 天下会遭逢巨变。 对方的实力太过恐怖, 哪怕是他也没敢乱来, 只能利用秘法龟西, 并隐匿于石狮子之中, 想要等到这些人离去之后 再悄然离开。 一开始, 他还很忐忑, 怕被发现。 结果到后来, 见众人都没注意到自己, 他倒也逐渐安心了。 却没想到此刻 被尼菩萨给寻出来, 顿时怒不可遏, 惊惧交加。 这个人倒是还不错, 勉强有第六经战力了。 龙傲娇没有再出手的兴趣, 反倒是看向尼菩萨, 应该还有更强的人吧。 有, 第四天, 我还没死呢, 岂有此理。 第四天虽然惊惧且怕死, 但当前情景, 已然由不得他多想, 也没有第二选择。 唯有拼死一战, 或许, 还有一线生机。 见众人注意力都不在自己身上, 当即动手。 金木杰。 一出手, 便是圣星四节之一。 双目亮起, 如激光眼, 轰然射向离他最近的乌行云。 后者面不改色, 甚至都没有任何动作。 瓮。 一层防护罩随之亮起, 挡下这一击。 第四天大吃一惊。 他能感受到, 此女在这群人中不算强, 但就算是他, 面对自己的突然出手, 都能如此从容应对。 不妙。 他立刻催动圣星爵, 以寒冰之力, 想要冰封乌行云。 然而, 却被乌行云轻松抵挡。 第四天, 他猛了。 不是, 你们他妈到底什么玩意儿? 到底是你们太过变态, 还是我太弱? 第四天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但终究是活了两千多年的老怪物, 他很快收拾心情, 动用天心节, 将自己与乌行云的心跳一脉相连。 这是第四天的绝学之一, 一旦成功, 便可让对方心跳与自己同步, 且可以自由控制心跳。 甚至, 若是自己震断心脉, 对方也会受到同样伤害, 立刻生死。 成功了! 对于天心节, 乌行云没有半点防备。 第四天轻松得手, 不由大喜。 他当即控制自己, 心跳速度大幅度降低, 见乌行云面露一色, 连道, 够了。 我与你等无冤无仇, 也并不认识你们, 更不想与你们打伤打死。 让我就此离去! 否则, 他今日必死。 众人, 虽然在此之前没有防备, 但除宋云霄等少数几人之外, 其他人此刻却都看得明白。 第四天, 这分明是用某种秘术将两人心脉相连了呀。 对付普通舞者, 这一招的确很要命。 但是, 对付修仙者, 而且还是已经跨入第六境的修仙者。 这不是笑话吗? 一念及此, 便见乌行云有些差异道。 你这手段倒是颇为不凡, 有些修仙中人的感觉了。 第四天? 什么修仙中人? 正猛逼之中, 便见乌行云抬手, 并在他自己胸口轻轻一拍。 啪! 声音不大, 第四天却瞬间心如刀脚, 痛不欲生。 哇! 他猛然喷出一大口血, 神色惨白一片。 你, 你要与我同归于尽? 他猛了, 卧槽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我都与你心脉相连, 同生共死了, 你放过我不好吗? 非要与我同归于尽, 而且如此轻描淡写, 就自觉心脉, 要拉着我, 一起共赴黄泉。 神经病吧? 是真不怕死吗? 还是我特么, 与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都不愿意放过我。 他半跪在地, 不断渴血。 正郁闷呢, 却见乌行云, 神色如常。 不对。 你? 乌行云面不改色, 倒, 自觉心脉, 对你们武者而言, 的确是致命伤, 但对我等而言, 着实算不得什么。 莫说是一条经脉断了, 就是心脏, 直接炸雷, 甚至脑壳都炸了又如何? 只要神魂完整, 想要复活, 都不算难。 断手断脚, 心脏破碎等伤势, 更是堪称轻轻松松便可恢复, 断之重生, 不过而而。 所以, 你凭什么跟我同生共死? 还想以此来威胁我? 笑话? 乌行云此刻甚至有些想笑。 要说手段, 第四天这手段的确是还不错, 如果双方都是修仙之人, 能将命力相连, 或许还真能做到以弱胜强, 或是威胁, 对方不敢乱来。 可在不同体系, 双方差距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 仅仅是心脉相连, 却就真是个笑话了。 同时, 他们也在思考, 能否将这一招加强, 变成修仙者能用, 且直接连接对方神魂, 命力之类的手段。 若能办到, 这还真是一门绝招。 这, 你, 我, 地势添麻辣, 他实在搞不明白, 为何会如此, 而且眼前这些人, 到底是何来头, 怎会如此逆天, 连自觉心脉都当作等闲。 哈哈, 他惨笑一声, 瘫倒在地, 难得到, 今日, 天要亡我, 随即, 弃绝而亡, 林凡却是饶有兴致地看着, 装死是吧。 林凡对乌航云道, 二长老, 我觉得此人有些古怪, 把他尸体扬了。 宋云霄一愣, 暗暗称奇, 师尊还有这癖号吗? 二长老却是个听话的, 当即叫动手, 却见已经是一具尸体的地势天突然一颤, 而后以极快速度冲出, 纵一登仙步。 地势天施展自己最强轻弓, 几乎一起步便超过音速, 想要远离。 但此刻, 他更想哭。 这些都特么是什么人啊? 操! 一个比一个逆天就算了, 还特么要毁尸灭迹。 我是装死, 不是真想死啊? 咦? 装死? 方才还真将我等, 都骗过了。 看来, 倒也不能小瞧了, 这些舞者。 火昆仑, 连博等人都是惊疑不定。 他们方才看得清楚, 神识感应的, 也颇为清楚。 第十天的确是心脉断绝了, 呼吸, 心跳, 血液流动都已停止,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他都已经死了。 装死? 可是, 他一个舞者, 为何在我们一群大能者, 面前装死? 还装成功了? 他们对视一眼, 这些手段, 倒是颇为不凡。 有可借鉴之处, 这便是完整小世界类秘境的重要之处啊, 自成循环, 自成体系, 且不知多少年, 发展下来, 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或许不能完全为我们所用, 但其中思路, 却也是有些益处的。 踏山之石可以公寓。 二长老, 还请莫妖下手泰粉, 再多玩一会儿, 让我等看看, 他是否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惊喜。 他们来了兴趣, 原本想着催枯拉朽搞定结束, 但现在一看, 或许, 还真能受到些启发, 有些预料之外的收获。 的确有点意思, 龙傲娇也来了兴趣, 他双目灼灼, 动用了某种秘书, 再杀他一次, 本姑娘倒要看看, 他究竟是为何能在我等面前, 成功装死。 过分了, 过分了呀, 地势天跳脚, 他感觉, 此刻的自己, 完全就是一只被猫戏耍的老鼠, 而且, 还是一群猫。 然后, 他又被拦下了, 还是二长老巫行云。 他引以为傲的纵逆灯仙步, 速度可以超越音速, 但是在修仙者看来, 速度却也仅仅就那样, 根本无法逃脱。 去死! 地势天挤进风魔, 怒吼之鱼, 动用邪血节。 所谓邪血节, 简单来说, 便是可操控敌人全身血液, 让其血液暴动, 甚至逆流而亡。 若是对方有外伤在身, 还可以, 让其血流不止, 在短时间内, 流进最后一滴血, 变成人干。 如此手段, 也不可谓不狠了, 可他很快发现, 还是没用。 自己分明, 成功操控乌形, 云体内血液逆流, 浑身血液都倒转了, 结果, 乌形云却还是跟个没事人一样, 拦在自己身前。 你? 这! 地势天几乎呆滞, 这他到底是些什么人啊? 有你们这么玩的吗? 尼菩萨有些唏嘘, 这些神仙强得太过离谱了, 简直是匪夷所思。 同时, 他也替地势天感到悲哀, 遇到谁不好, 偏偏遇上这些神仙。 瞧, 猛逼了吧。 苏妍一直都在看热闹, 他怕死亡新手期再度发威, 但好在到目前为止, 非常安全, 还能看这种热闹, 真不错。 宋云霄则彻底放下心来, 熊霸已经嘎了, 眼前这个高手也是如此无力, 都把他自己整猛逼, 绝望了。 这岂不是代表, 以3S评分通关此次, 秘境毫无压力, 自己马上就要起飞了。 妙啊!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不, 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们根本不是人! 地势天彻底破防, 自己这两千多年以来, 游戏人间, 几乎学完天下间所有武学, 掌控一切, 甚至皇朝更迭, 都在自己一念之间。 结果此刻, 自己却如此无力。 引以为傲的绝学, 此刻也宛若成了笑话, 根本不起作用。 京剧, 不可置信之下, 地势天自然破防了。 为何不是人? 乌行云回应, 我等同样是人, 只不过走的另外一条路, 且比你走得更远罢了。 莫非你没听过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罢了, 再让我看看吧, 你的假死之数。 乌行云出手, 挥手间轰出一拳, 那远超真气的 玄渊之气席卷而来, 地势天拼命抵挡, 但却瞬间被震碎兵甲, 面具等一切防御手段, 而后浑身一将, 气息瞬间衰落。 还是装死吗? 大能者们目光灼灼地看着, 眼睁睁看着地势天气若犹斯, 而后彻底断绝并死去。 但他们却还是没看出任何问题。 全然不知, 地势天究竟是如何假死。 可当乌行云要再度出手, 毁掉其尸体之时, 地势天阙又再度生龙火虎地蹦起来, 亡命奔逃。 还真是假死。 有谁看出, 他用的何种手段吗? 火昆仑等大能者都很吃惊。 一个武者, 能骗过自己等人耳目, 而且是接连两次。 如此假死之术, 若是能够参透, 并搞成修仙者版本, 便是一门顶尖秘术。 不, 龙傲娇却在此刻摇头, 他并非假死。 众人, 唯有林凡与范坚强, 暗暗赞叹。 不愧是龙傲娇, 这么快就看出端倪了吗? 他那应当是, 某种极为厉害的铜术。 陈广山忍不住追问, 龙姑娘, 东西可以乱吃, 话却不能乱说, 若非假死, 此人方才那是。 真死。 龙傲娇, 直接打断其话语并回应。 众人更猛了, 啊? 可他分明生龙火虎, 跑得甚至比, 方才还要快上一死。 这叫真死了? 真死了他能跑得比刚才还快。 哪怕他是求生欲报表, 但这也不可能是真死啊。 若是真死, 现在那在狂奔的是个什么? 玩意儿? 诈尸吗? 我不会看错。 龙傲娇的童树依旧惊人, 他目光灼灼, 带着一丝惊喜道, 他两次都是真死,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骗过我等耳目。 同样, 也是因为真死, 才值得本姑娘关注。 因为, 他并非假死, 而是死而复生。 简称 复活 复活 众人心头矩震。 是我想的那个复活吗? 好家伙, 复活 虽然只是肉身层面的复活, 但若是加以研究, 未必不能搞出适用于修仙者的复活啊。 何况,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复活了两次, 足以证明这复活之法的变态之处。 若是能弄到手, 加以改良, 研究。 哪怕自己研究不出修仙者, 适用的复活秘书, 不能复活。 而是在自己重伤之时, 来上一段时间的回光返照, 那也是极好的啊。 见他们如此激动, 灵凡暗暗点头, 龙傲娇还真没看错。 说的也没毛病, 第十天的确是在复活。 因为圣星诀, 圣星四节, 也是建立在圣星诀的基础之上, 才能那般惊人。 没圣星诀用圣星四节, 敌人屁事没有, 自己先噶为敬。 不过, 虽然圣星觉得复活也有诸多限制, 譬如重要零件必须完整等等, 但若是能够将之改良且运用得当, 也的确是一门极为厉害的秘书。 这不正是探索秘境的重要收获之一吗? 只是, 看着周围用无比火热目光盯着自己的众人, 第十天崩溃了。 我与你们拼了。 他咆哮着, 急神剑。 嗡! 神魂离铁! 以神魂做武器。 第十天的最强杀招及神节就此爆发, 化作一柄神魂之剑, 杀向乌行云。 但他引以为傲的绝招, 却被众人直接无视。 这一招不行, 武者对神魂的运用还是太过粗浅了。 这一招对我等没有半点启发。 他们品头论足, 第十天? 叮! 一声闷响。 乌行云只是屈指一谈罢了。 第十天的最强杀招及神节便被破了。 神魂之剑弹回去, 化作神魂与肉身合一。 第十天? 他嘴角一抽, 而后不再言语, 也不再反抗。 马德? 第十天啊骂?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人真的不是人。 一个比一个离谱, 指不定还真他妈是天上的神仙。 自己引以为傲的绝学, 在他们眼中, 竟然像是小孩子打架一般的招式。 哪怕自己全力以赴, 他们也不过是淡定的品头论足罢了。 这太打击人, 也太过逆天。 面对这样的存在, 自己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还不如老实点, 老老实实的,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就算死, 也能死得舒服些。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第十天无奈叹息, 说出来, 我替你们办也就是了。 何故如此折磨于我? 但有一点, 我若是完成你们的吩咐, 能否放我一条生路? 那大概是不行的。 临凡摇头, 不过, 可以让你的死得痛快些。 其实, 他也有些无语。 第十天真没这么弱, 毕竟活了两千多年, 还有奉学护体, 且希德百家武学, 真打起来, 他的确有与第六境争锋的资格。 乌航云如今也不过是, 出入第六境不久, 按理说, 比他强, 却也有限。 可问题在于, 第十天被吓到了。 他知道自己等人很强, 因此, 甚至就没有半点, 动用其他武学的心思, 一上来便动用圣星四节。 可偏偏圣星四节, 之中的天星节, 邪血节, 及神节, 在武道体系中, 算是逆天存在, 可在修仙体系。 属实是有些班门弄斧了, 这些手段倒是有些巧妙, 可对修仙者而言, 不起作用啊。 有实力的修仙者, 谁还会怕心脏骤停咋地? 邪血节? 血脉逆流? 抱歉, 魔修们早就有类似的手段, 且精妙不知多少倍。 神魂之剑? 你一个舞者, 与我们修仙的拼神魂强度? 闹呢? 帝氏天这波, 全然是以几只短弓, 比之长了属于事。 只是, 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些。 但就算知道, 结果也不会改变。 在如此豪华的阵容面前, 莫说是第六镜战力, 就是第七镜, 也只能跪下唱征服。 而听闻林凡说让自己走得痛快些, 帝氏天也松了口气。 行,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想了解的, 尽管开口便是。 只有一个条件。 问完之后, 莫要再折磨, 老夫也就是了。 他心里防线都已经崩溃。 什么生啊死的, 都已不再重要。 只求来个痛快的, 你的复活之法。 众人当即开口。 还有, 你是如何与人心脉相连? 那, 他们接连发问。 到最后, 帝氏天无奈倒, 所以, 你们就没有圣心诀之外的问题吗? 问来问去, 全都是与圣心诀有关。 果然, 你们都是冲着老子的圣心诀来的吧。 无奈, 他将圣心诀交给林凡。 随即, 被噶, 甚至都没再反抗。 实在是在他看来, 这些家伙太欺负人了, 自己还不如早点噶了呢。 至少还有个痛快的。 根据他方才所言, 他体内有凤血。 火昆仑出手, 挥手间抽取地试天, 全身血液, 自身到火炼化。 并道, 这可不能浪费。 我有一门秘法, 可以将凤血提炼出来。 苏妍惊了, 这种秘法, 一般都是魔门之法吧。 宁老也会, 火昆仑有些尴尬。 这个, 出门在外, 多门手艺多条路吗? 何况, 好坏在于使用者, 而非秘法本身。 那是自然, 我也不是针对宁老, 只是有杆发, 有杆发。 苏妍挠头, 而在众人注视下。 很快, 地试天的血液便被焚烧殆尽, 尸体也被一并烧毁, 只剩下一团暗红色且极其浓郁的凤血。 按照地试天所说, 这个世界的凤血能让它长生。 不过, 它自己都才活两千多年, 长生二字并不见得可信。 只是不知, 若是我等修仙者服用, 会有什么好处? 咦? 小龙女摇头晃脑, 要喝你们喝, 反正我不喝。 从人体内分离出来的, 与吃人合一? 我不吃人, 萧灵儿? 醒醒, 你是龙? 啊? 小龙女反应过来, 有些发猛。 对吼, 我不是人啊。 众人, 火昆仑忍俊不惊, 随即将凤血交给林凡。 林凡看向萧灵儿, 后者微微迟疑后点头, 应当能当作药材使用, 且终究是凤血, 效果应当不错, 只是, 他也有点嫌弃。 这玩意儿炼制出来, 谁吃是个问题。 要不, 猪肉绒举手, 若是你们都不想吃, 就交给我。 我拿来调配饲料, 喂猪。 噗, 火昆仑, 林博等人实在没忍住, 而后便是脸庞疯狂抽搐。 凤血, 这是凤血啊。 你要拿去当猪饲料? 过分了吧, 有点。 但转念一想, 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毕竟目前已知这凤元, 也就只有严寿和增加功力的效果。 增加功力, 有萧灵儿的丹药, 这个效果并不重要。 何况, 增加功力的效果也并不太明显。 至于严寿, 他们也目前也都不用考虑这方面。 何况, 他们都并非是邪魔外道, 对于吃人这种事, 多少有点抵触。 唯有尼菩萨看着猪肉绒将凤血收走, 心疼得长须短叹, 直拍大腿。 那可是凤血啊。 他唏嘘, 当初始皇帝多么渴望长生不老, 若是能得到凤血, 凤血又怎么了? 哼, 小龙女嚷嚷着, 老头儿, 快给我们算算, 火麒麟和真龙在哪里? 还有那些顶尖强者? 尼菩萨不敢违抗, 连忙点头, 稍后, 我立刻为诸位推演。 火麒麟我倒是知晓, 在灵云窟内, 据说, 水烟大佛熄时, 火麒麟便会出现。 至于真龙, 我得再算算, 顶尖强者。 笑三笑一家人, 算到一半, 尼菩萨陡然一惊。 不对, 他, 他来了, 就是他吃了玄武。 尼菩萨瑟瑟发抖, 随即, 一道强大气息席卷而来, 笑三笑登场。 他活了四千余年, 功力更是深不可测。 原本早已隐居多年不曾出现, 但今日, 感到惊变降临, 顾前来一探。 只是, 这一探, 他猛吗? 你们是, 什么人? 总算来了个够看的。 龙傲娇兴奋, 让本姑娘见识见识, 舞蹈的魅力。 笑三笑? 话还没说上两句, 大战直接爆发。 龙傲娇全力以赴, 笑三笑拼命大战。 结果, 却依旧是不敌。 两人于天穷之上一战, 达到日月无光, 天崩地裂。 但最终, 笑三笑手段尽出一切奈何不得龙傲娇, 并被其彻底镇压。 砰! 笑三笑被龙傲娇以秘法束缚, 丢到林凡身前。 还不错, 与不同体系的高手交手, 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龙傲娇表示自己有点小爽了, 但笑三笑却彻底猛逼。 我老人家就这么败了, 直到此刻他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还有高手吗? 连博也来了兴趣, 追问尼菩萨。 他两个儿子也是长生者, 继承了玄武血脉。 在哪? 尼菩萨算了算, 也在来的路上。 苏妍? 他骂了。 好家伙, 不会都是因为我他们才过来的吧? 林凡看向他, 目光对视, 前者微微一笑。 林凡也不知道, 是不是苏妍这枚香儿起了效果。 但毫无疑问, 结局是好的。 节省了许多时间。 说起来, 笑三笑这一家子, 也是够够的。 笑三笑毫无疑问是正派人士, 但他俩的儿子, 却是一个比一个坏。 最重要的是, 人不菜, 心态却烂得一批。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处置, 笑三笑一家子? 杀了? 还是, 正思索间, 笑三笑两个儿子都赶到了。 老不死的, 你也有惊天。 见笑三笑被束缚, 他们非但没有感到伤心, 反倒是极为兴奋。 笑三笑无奈苦笑。 见状, 林凡眼珠子, 滴溜溜一转。 笑三笑, 也算是难得的老好人了。 就这么弄死的话, 未免有些可惜,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为我所用。 无论是带回揽月宗去, 还是让其帮着管理风云秘境, 都有用处。 不过想要收服他, 只怕也没这么简单。 眼前, 倒是有个机会。 大战已然爆发。 这次, 乃是连伯, 以一敌二。 他是北域之人, 对武道体系颇为熟悉, 但武者与武道, 却还是有些区别。 他在大战, 也在体悟其中区别, 想要从中领悟一些, 对自己有益的好处。 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连伯以一敌二尚且占据上风, 根本无需担心胜败。 笑三笑见状, 选择沉默。 林凡却偏不让他如愿, 蹲在他身旁, 道, 我对你们家的破事, 也算是有些了解。 当初, 你为对抗千秋大劫而游历天下, 常年不在家中, 两个儿子因此对产生怨恨, 他们找到你藏在家里的 混天四绝和万岛森罗。 而这两门武功当时并不完善, 贸然修炼会心性大变。 你两个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修炼了这两门武功, 结果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扭曲, 最终彻底堕入了魔道。 此后, 他们甚至一心想, 将你这个父亲除之而后快。 你这个父亲, 应当很难过吧? 只是, 你终究还是有些心软了。 林凡唏嘘, 在他看来, 笑三笑有过不止一次机会, 将自己两个儿子击杀。 但他还是心软了。 也正因如此, 他们才有机会去跑到东宁去创建门派, 并且成为后来的大反派。 不过, 他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更不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他人。 那毕竟笑三笑的儿子, 而且想来在其心中, 也是觉得对两个儿子颇有亏欠, 深感自责吧。 在如此背景之下, 于心不忍, 再正常不过。 你都知道些什么? 笑三笑吃惊。 他确定, 这些人绝对有问题, 但却想不明白, 他们为何会对自家之事了解得如此清楚? 我知道的, 还挺多的。 林凡微微贪手, 废话呢, 我就不说了。 你这些年很煎熬吧? 一边自责, 一边又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过呢, 我倒是想帮帮你。 你的两个儿子, 你准备如何处理? 你下不去手, 我们可以帮你。 是直接杀了一聊百聊以绝后患? 还是, 废去一身武功, 让他们平平淡淡过完这一生。 答案, 其实很明显。 林凡甚至不用想, 都知道笑三笑会选择后者。 其实笑三笑一开始, 也的确是想这么干。 奈何当他想出手时, 两个儿子都已成了气候, 也没那般容易办到了。 我, 有的选吗? 笑三笑很清醒。 自己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联, 他们凭什么帮自己? 有, 当然有。 林凡点头, 不过呢, 我帮你废了他们, 算是帮你一个小忙, 所以你, 也需要帮我一个小忙。 放心, 不会违反江湖道义, 也不会违反你心中的正义。 其实, 林凡还挺佩服笑三笑这类人的。 长生不老, 实力强大, 却不作威作福, 不乱来。 反倒是恪守正义, 尽职尽责。 虽然有些污点, 却也是瑕不掩瑜, 能收服自然是最好不过。 如此, 我答应你, 帮我废了他们武功吧。 说完, 笑三笑又道, 狠一些, 他们天赋不错, 机缘也不少。 若是出手不够狠, 我怕他们重蹈覆辙。 大当家与大魔神对于这个选择并不意外。 只是冷笑道, 真是好父亲啊。 你为何不亲自动手? 来啊, 废了我们武功。 笑三笑沉默。 唉, 他无奈叹息, 小友, 拜托了。 连伯, 你听到了吧? 林凡开口, 连伯当即动手, 不玩了。 不多时, 笑三笑两个儿子一身武功被废, 非但经脉禁断, 丹田被破, 甚至, 还有诸多静止加身, 彻底断绝了他们重新踏上修行路的可能。 哈哈, 两人惨笑连连。 老家伙, 现在你满意了。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终究是功亏于愧。 可惜, 可惜, 他们悔恨。 林凡姐除笑三笑的束缚, 后者起身, 面色极为复杂。 片刻后, 她叹息, 随后走向两个儿子, 将他们拥在怀中。 千错万错, 都是为父的错。 从今往后, 好好做人。 说完, 她以自身功力, 将两人送走。 林凡等人, 只是淡淡看着, 并未阻拦。 片刻后, 笑三笑一屁股瘫坐在林凡身前。 说吧, 要我做什么? 我笑三笑一诺万惊。 前辈, 无需如此。 林凡将她扶起, 笑道, 对你而言, 并非是坏事。 同样有两个选择。 一, 留在这里, 替我们掌控江湖, 武林。 二, 之后, 随我们一同离开, 加入我宗, 担任我宗长老, 替我宗培养五道弟子。 在这样一个小世界, 都能修炼到第七境战力, 笑三笑的资质, 自然不必多言。 虽然修行的是, 武功而非武道, 但是武功高到一定程度, 也可以说是寂静胡道了。 若是她愿意去先武大陆, 林凡也不介意, 找来一些武道功法, 让其修炼。 到那时, 她便是真正的武道强者。 日后揽月宗继续壮大, 便可以收一些, 有武道天赋的弟子。 这等好事, 自然是多多益善。 掌控武林, 加入你宗, 笑三笑成瘾, 你们要掌控武林作甚, 可是要鱼肉百姓, 祸乱江湖。 你宗, 又是何宗门? 方才我已说过, 不会违背你心中之道。 林凡没有隐瞒, 我宗命为揽月, 不在此界。 我等都非此界之人, 你应当也有所猜测才是。 至于掌控江湖, 从今往后, 此界便是我宗秘境。 日后, 我宗弟子会源源不断, 进入此界试炼。 自然需要一个稳定, 且可持续发展的江湖。 试炼, 笑三笑沉默。 反复念叨着试炼二字, 两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龙傲娇等人倒是并未催促。 笑三笑此人, 他们认可了。 至少, 笑三笑的实力, 已然得到大家认可。 毕竟, 他是在这种小世界中, 修炼到这种实力, 而非纤舞大陆。 其难度, 怕是不亚于在纤舞大陆修成第八, 乃至第九境了。 这种人, 值得受到应有的尊重。 但前提是, 双方并未爆发直接性冲突。 否则, 管你是什么人才, 必然是要直接干死才是。 沉默许久, 笑三笑一声轻叹, 若是试炼, 岂非要将整个世界当作玩物, 甚至滥杀无辜。 先生大意, 林凡称赞, 听说我等乃是天外, 甚至仙家宗门都无动于衷, 而是一直心系天下, 此等胸襟令人钦佩。 众人闻言, 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扪心自问, 若是自己遇到类似情况, 有一个仙界下来的人要说带自己上仙界, 入仙门当长老啥的, 还要重点培养自己, 那自己必然是会动心的。 至少无法做到第一反应, 是关心那些与自己无关的, 蝼蚁。 在他们的恍然之中, 林凡诱道, 不过, 弱肉强食, 本就是丛林法则。 你若是想要我保证我宗弟子, 绝不滥杀一人, 那我却是做不到的。 我能做的保证是, 在进来之前, 必然会对他们三令五身, 让他们不能仗势欺人, 滥杀无辜。 同时, 之所以两个选择之一, 是让你留下来, 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有黑就有白, 世间正邪自古对立, 也永远。 不会消除。 林凡轻叹, 纵然此番, 我们将所有邪恶之徒进阶击杀, 不久之后, 依旧会有新的邪恶滋生, 会有新的黑暗蔓延。 若是你选择留下来, 便可以在暗中调控这一切。 孤阴不长, 毒阳不生, 正邪皆存, 而正道偏弱。 如此, 我宗弟子近来, 便可执行除魔味道之责, 也可完美达到试炼效果。 但你若是想要追求天下太平, 我却要告诉你, 无论你如何努力, 都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和平。 这一点, 林凡无比确信。 自己穿越之前的现代化世界, 法律那般健全, 尚且有各种违法犯罪的事情发生, 又何况是在这种个人武力超标的高五世界。 想要达到真正的和平, 只有一个办法, 将人杀光。 没人了, 自然也就和平了。 无论如何努力, 都无法找到真正的和平吗? 笑三笑无奈叹息, 这话有些残酷, 但我却深有体会。 人心难测, 也是最为复杂的存在。 我选择留下。 他没有过多迟疑, 道, 离开, 固然能提升自我, 但我本就能活上不知多少年, 却也不必非要追求所谓的武道。 我在神州大地生活数千年了, 早已离不开它, 我也没有什么奢求。 只求能将前半生的追求与想法继续践行, 我也相信小有你的承诺。 不过, 我却有一个更好的题。 哦? 林凡笑了笑, 你说? 笑三笑做出这种选择, 算是预料之外, 却也在情理之中。 他本就算是一位悲天闽人的人物, 否则, 也不会一直心系武林, 江湖安危了。 想来, 他应当是担心自己离开之后, 揽月宗乱来, 在神州大地乱杀, 于心不忍吧。 的确是有黑就有白没错。 我在想, 是否能将, 固定在某一区域? 如此一来, 贵宗弟子前来试炼, 便可直接前往那片区域, 纵使打得再厉害, 也不会伤及平民多少。 而若是想要红尘练心, 则可前往其他区域。 你看, 这样如何? 林凡暗道果然, 他还是在担心那些无辜之人。 对此, 林凡倒也没什么意见。 这不是坏事。 毕竟修仙之人, 也不能随意滥杀无辜, 除非想背负因果, 业障, 甚至是天谴, 尤其是普通凡人。 哦, 倒是个不错的提议。 那你想要将邪魔外道, 安置在何处? 笑三笑,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东营之地。 那里本就是藏污奈构之所, 不少邪魔外道都汇聚于此, 且高手也不少。 想来, 必然可以满足贵宗弟子的试炼需求。 只要不敢进杀绝, 给他们一些时间, 便可如同韭菜一般, 割了一茶又一茶。 甚至, 在这个过程之中, 老夫还能暗中保护贵宗弟子, 当一名护道者, 确保他们不会身亡。 不知, 这个提议可否, 范坚强嘴角微微抽搐, 好你个浓眉大眼的笑三笑, 本以为你是个悲天悯人的老圣母, 却没想到, 你这老小子也挺黑啊, 针对东营是吧? 这可太, 特么和我们新意了啊。 他想笑, 但却憋住了, 故作茫然。 毕竟, 这里人多眼杂, 他着实不想暴露自己, 更不愿意人前显胜。 这次之所以愿意跟过来, 也只是, 怀着看热闹。 过剧情的想法, 当然不会冒头。 我认为, 林凡悠悠悠低语, 在笑三笑, 有些忐忑的目光中, 才缓缓道, 这个想法, 堪称完美。 就这么办吧。 作为穿越者, 而且还是个生长在红旗之下的穿越者。 谁能拒绝去东营之地, 割韭菜呢? 呼, 笑三笑长出一口气, 多谢小友, 大恩大恩, 老夫替神舟子民谢过。 无妨, 林凡点头, 只是, 你真不愿意前往更大的世界, 修行更高五道。 五道虽好, 但人生在世,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尚且, 还有我自己的坚持。 或许许多年后, 我会心累, 会选择离开吧。 但如今, 我却只想, 尽可能为神舟大帝带来和平。 他自嘲一笑, 心胸始终还是不够开阔呀。 只希望到那时, 小友欲揽月宗, 还愿意接纳老夫才是。 前辈客气了, 林凡唏嘘, 此等品质, 世间罕有。 晚辈佩服得很, 日后我宗弟子前来, 便麻烦前辈召看了。 定当尽力。 孝三孝连忙表态。 林凡微微点头, 心中, 却是在考虑后续形势风格。 原本他是打算, 直接催枯拉朽横推。 但现在, 孝三孝既然如此选择, 那就不必横推一切了。 他认为, 只要将宋云霄的任务目标, 进阶打掉就行。 让他拿满平分, 至于剩下的, 完全可以交给弟子们, 当作小怪和boss, 慢慢推, 慢慢试炼且成长。 至于各种资源, 也可以留给弟子们收集。 所以, 接下来, 嘎掉那几个任务目标, 并把真龙带回去就行。 而见识过孝三孝的实力之后, 林凡便也不再担心什么了。 当即让尼菩萨, 将那些任务目标的藏身之处, 进阶算出来。 而后, 让火昆仑等人分头行事, 前去横推。 林凡自己, 则带着梵尖墙, 猪肉绒, 苏颜, 宋云霄, 前往凌云窟。 霄灵, 火鱼儿, 与小龙女, 则是去寻真龙。 至于孝三孝, 林凡赠予他一枚强身剑体类的丹药。 助其实力再度增长之后, 他便悄然前去东营, 摸底去了。 大佛之外, 凌云窟大门口, 林凡淡然而立。 身后, 几个看似全是菜鸟的弟子, 一字排开。 再之后, 则是十二头红毛野猪。 林凡神识一扫, 对武者而言极为麻烦, 且错综复杂的凌云窟, 便已是了然于凶。 武者与修仙者的差距便在这里。 神识, 修仙者标配, 却能让武者望尘莫及, 且其作用, 大得离谱。 不过, 好像也不用找了, 他自己出来了。 神识感应下, 火气灵已然发狂一般, 朝自己等人冲来。 倒是省得我进去了。 嗯, 不对, 还得进去, 毕竟血菩提是好东西, 放到修仙剑, 至少也是还不错的灵药吧。 就是, 毕竟世界上限低了些, 这些神兽, 怕是根本没发挥出来真正的实力和效用。 好。 思索间, 火气灵化作熊熊烈焰冲出, 速度极快, 宛若火焰巨兽, 扑向灵凡等人。 镇压。 灵凡不退反进, 很快便将其镇压。 毕竟火气灵的确算不得多强, 全盛时期的熊霸, 估计都能弄死他。 灵凡虽然只是一个稻草人, 但诸多绝学在身, 拿下他, 还是轻而易举的。 只是, 哪怕将其镇压, 想要挣扎, 脱困并乱杀。 入魔了? 还是发狂了? 灵凡摇头, 低语道, 回去之后, 再慢慢考虑如何让你恢复。 实在不行, 也就只能吃肉了。 或者, 卸了他的膀子, 当作四条麒麟臂。 许是察觉到灵凡的恶意, 哪怕是发狂的火麒麟都没来由一个哆嗦, 变得老实不少。 随即, 灵凡微微一笑, 徒儿们, 进去吧。 啊? 苏妍一惊, 我们? 宋云霄也妈了, 师尊, 这, 只怕是有些不妥吧? 怕什么? 其内已经没有什么危险, 最多就是地形比较崎岖, 但为师相信你们。 里面有些雪菩提, 记得移栽出来。 对了, 还有一个密室, 其内有这个世界的十强五学, 记下, 带出去。 将这两件事完成, 这灵云窟之行, 便也算是完美了。 苏妍, 师尊, 我这, 会不会? 倒也是。 灵凡眼珠子一转, 坚强, 你跟苏妍一起, 好好照看她。 猪肉蓉, 你跟宋云霄一对, 记得照顾你师弟。 是, 师尊。 这次, 范尖墙没含糊。 猪肉蓉亦是如此, 甚至, 他吹了个口哨, 四头红毛野猪便凑上来, 分别担任他们的坐骑, 接着冲进灵云窟内。 灵凡虽然没进去, 但神识却也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安危。 此行, 倒是比想象中轻松许多。 不过也对, 毕竟能量差距太大了, 哪怕是孝三孝这个顶尖强者, 在我们修仙体系的能量之下, 也会被压制到极点。 而且, 这毕竟是宋云霄的新手礼包副本。 若仅仅是一个新手副本, 我们这个阵容都要感到吃力的话, 那也未免太离谱了先。 灵儿他们那边, 应当也没毛病才是。 哇哇哇, 我感觉到了, 就在这里。 小龙女哇哇大叫, 兴奋不已。 童族, 出来, 我感应到你了, 你肯定也感应到我了对不对? 从小到大, 我还没见过童族呢。 快出来啊你。 然而, 没有动静。 这让兴奋的小龙女面色一垮, 这么不给面子吗? 好歹也是童族, 何必呢? 非要我动粗? 然而, 还是没动静。 小龙女顿时怒了, 看我观天, 哄, 天地变色, 惊雷滚滚。 观天镜还未完全取出, 瞬间而已, 整个世界都遍布裂痕, 好似随时都要崩溃。 小龙女妈了, 萧莉儿面色大变, 别冲动, 快收起来。 观天镜太过强横, 已然超过这一方面小世界的极限, 一旦取出, 整个世界都要崩溃。 小龙女发猛, 却也反应极快, 连忙将之收起。 哪怕如此, 天穷之上那恐怖的空间裂缝也是久久难以愈合。 哦, 真龙现身, 如此恐怖的气息, 他哪里还藏得下去。 正想示好, 小龙女却是已然飞升而上, 化作本体与之大战。 两条真龙纠缠, 打到山崩地裂。 萧莉儿与火鱼儿远远观望着, 有些唏嘘, 灵儿, 我们这, 算是见识过真龙之战了。 萧莉儿, 呃, 应该, 算吧。 的确是真龙没错呀。 虽然这俩一个是小丫头, 一个看起来像是老弱病残, 战力还不如自己呢。 一番大战, 那真龙怂了。 世界等级的差距, 根本不是他能够跨越的。 再加上观天境太过恐怖, 他本来也无心恋战。 因此, 在大战之后, 他低下高昂的头颅, 表示服从。 真龙一族极为高傲, 宁死不屈是没错。 但那也要看对方是谁。 同样是龙。 大家都是同族, 认怂, 屈服又咋了? 我没毛病。 只是, 看着认怂的同族, 小龙女却高兴不起来。 你怎么这么弱? 真龙, 话形会不会? 真龙, 说话你总会了吧? 真龙, 你该不会是个哑巴吧? 真龙, 哦, 小龙女, 还真是连说话都不会。 不对啊, 他的小脑瓜, 显然无法理解这种事。 你好歹是条真龙啊, 血脉也不算稀薄, 为什么发育如此迟缓? 就连灵智都如此不堪。 在他看来, 就是发育迟缓。 至少活几千, 乃至几万年了吧。 结果, 就这。 萧灵靠近, 猜测道, 或许是。 这个世界, 没有园灵之气。 想到这里, 他取出几枚恢复类丹药。 没别的效果, 就是帮助恢复消耗的回蓝药。 简单来说, 灵气丸子。 而当他取出丹药那一刻, 眼前的真龙瞬间双目放光, 灯笼一般大的眼珠子里, 满是人性化的渴望。 萧灵没有迟疑, 屈指一弹, 丹药飞入龙口。 他迫不及待, 一口吞下。 瞬间而已, 真龙气息攀升, 更是忍不住仰天长笑。 哦! 龙音声震震。 接着, 他发生惊人变化。 体表灵片泛起阵阵光泽, 体型也是瞬间增长了一圈, 目光更为灵动, 脚下更是有云雾在汇聚, 生成。 威势暴涨! 此刻看起, 他才颇有几分真龙神韵了。 方才, 导向是个冒牌货。 小龙女! 灵儿姐姐, 你这丹药, 效果如此惊人。 萧灵儿眨巴着眼, 就只是普通的恢复, 泪丹药而已。 虽然是我自己吃的, 但也不至于让真龙都脱胎换骨。 他还在咆哮, 只是, 一双眸子却死死盯着萧灵儿, 那目中渴望几乎都要溢出来了。 看来, 你没猜错。 火鱼儿摇头晃脑, 的确是因为他没有圆灵之气滋养的缘故。 换言之, 营养不良。 好比普通人从未吃饱过, 又比如我们修仙者, 从来没有吸收过圆灵之气。 嗯, 萧灵儿点头, 如此推断之下, 按理说, 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无法满足他成长所需的基本条件。 是很奇怪, 而且, 他爹妈妈, 总不能凭空出现吧。 小龙女, 那, 有没有一种可能, 跟我一样? 还真有一点这种可能, 两女都觉得有道理。 不过, 只靠丹药, 还是杯水车薪, 得把它带回去, 养在咱们懒月宗。 若是能补回这些年来的亏空, 或许, 他就是真, 真龙了。 能当咱们懒月宗的镇宗神兽吗? 镇宗神兽, 听起来就厉害。 火鱼儿, 很是开心。 神兽, 听起来可比灵兽厉害多了。 是啊, 萧灵儿也很开心。 虽然他看起来是, 臣服于小龙女, 但秘境是自家的, 他自然也是自家的。 带回去养在懒月宗, 多好啊。 只是, 有点可惜。 火鱼儿嘀咕着, 他便称, 咱家镇宗神兽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原本我也想尝尝龙肉来着。 已经吸收完丹药, 正满脸期待的真龙。 听听, 这是人话吗? 我都沉服了, 你们还想吃我。 我知道你能听懂。 萧灵儿见他蜕变完成, 当即道, 跟我们走, 园林之气, 想之不尽。 小龙女竖起小拳头, 否则, 我将你打个半死, 再拖出去。 真龙, 我看出来了, 你们真的不是人。 奈何, 形势比龙强。 而且, 那所谓的园林之气, 真的太香了。 他感觉自己浑身所有细胞都在颤抖, 都在表达饥饿。 丁, 恭喜主人, 通关风云秘境, 评分SSS级, 完美。 满载而归。 出秘境那一刻, 宋云消耳叛想起天籁之音。 丁, 恭喜主人, 通关风云秘境, 评分SSS级, 完美。 获得奖励。 一, 风云秘境副本永久权限。 二, 修先资质加实, 根骨加实, 精神强度加实。 三, 功法, 清平道经, 以自行入门。 四, 寿元加100。 五, 积分9999。 六, 以绑定为秘境之主, 秘境发展时, 主人也可获得提升。 丁, 恭喜主人, 系统商城已开启, 可按需兑换秘境。 问, 毫无意外, 宋云霄踏足先路, 清平道经运转, 不过是呼吸之间而已, 分明什么都没做, 但一道道悬门, 却是接连开启, 不过瞬间而已, 九道悬门便已静开。 终于, 成功了, 从今以后, 我便再也不是凡人。 他的变化, 众人都看在眼中, 就是龙傲娇, 也不由多看了两眼。 毕竟, 从凡人突然飙升为第一进九重的小修士, 虽然从战力来看仍然是蝼蚁, 但这等变化, 却也颇为不凡。 不过, 在他们的认知中, 风云秘境都是因为宋云霄机缘巧合之下所得秘宝而开, 如今秘境通关, 还带出来这么多好处, 宋云霄得了些好处, 也是合情合理吧。 林凡甚至还悄然试了试, 结果发现, 暂时仍然无法共享宋云霄的战力与天赋。 显然, 他的天赋虽然提升了, 但还不到A级。 不过, 林凡并不着急, 从0到1的这一步, 已然跨出。 如自己所言, 属于宋云霄的命运齿轮已然开始转动, 大不了再带他通关几个秘境就成。 不过, 林凡自己倒是没多少想法了, 毕竟只是一个稻草人, 去也只是看个热闹, 这种秘境交给宗门其他人去探索就好, 除非他们实在搞不定, 倒是可以把本尊请回来。 至于接下来一段时间, 还是老老实实发展宗门, 顺便配合本尊那边研究各种秘书来的妥当。 嘿, 师弟, 苏妍一把搂过浑身打着白子, 接连颤抖的宋云霄。 道, 你起飞了呀, 羡慕。 师兄, 彼此彼此。 宋云霄连忙回应, 苏妍却是轻轻一叹, 我还没有, 只是暂时比你境界高那么一点, 但要真正起飞至少还有八天。 对了, 师弟啊, 你现在也是修仙者了, 对师兄我, 有没有什么建议? 宋云霄? 啊? 我一个第一镜小家伙, 给你这个第三镜的建议。 啊, 什么? 苏妍却是摇头晃茂。 我这个人很听劝的, 随便什么建议都可以。 从秘境出来之后, 发生变化的并非只有宋云霄一人, 或者并非只有宋云霄, 剩下的不是人。 三叶仍然在悟道状态, 被剑子捧在手心。 他对三叶是又爱又恨, 此刻却也不敢打扰, 而是以自身修为凝聚结界, 将三叶护在其中。 连带着一大片原土一栽而出的血脯 提腾漫摇曳, 好似有了生命一般, 在疯涨。 叶片在发光, 且在众人的感知下, 疯狂吞噬着周遭园林之气。 不不不, 一声声翠响传出的同时, 原本那些花孤朵,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绽放, 枯萎, 切出果实。 只是, 并未立即成熟, 还需要时间。 萧莲看得眼热, 其实海中, 药老都有些吃惊, 道, 果然, 这血菩提果然不凡, 为麒麟学所浇灌之后的变异之物, 如真龙一般, 那个。 小世界, 限制了血菩提的成长与发展, 如今, 血菩提入仙武大陆, 得原林之气滋养, 便如龙入大海, 风云际会。 一朝成长, 却是不知最终能成为何种存在。 老神颇为期待。 萧莲按道, 老实说的极是, 既然真龙是营养不良, 那么, 火麒麟必然也是如此。 火麒麟是如此, 得其血液浇灌, 变异而来的血菩提, 自然也大概率是如此了。 且这一点, 从此刻真龙与火麒麟的变化, 便能看得出来。 发生变化的, 还有真龙与火麒麟? 轰隆隆。 天降惊雷。 元气疯狂汇聚而来, 化作两个元气漩涡。 此刻, 无论是老老实实跟来的真龙, 还是被镇压。 束缚之后, 强行带来回来的火麒麟, 进阶化作无底洞一般, 在疯狂吸收着元气。 好似, 要将这片天地的元气, 进阶吸干一般。 甚至连天穷都在变色, 又滚滚惊雷落下, 却又被揽月宗的护宗大阵所抵挡。 灵凡等人倒是很淡定, 同时, 极为期待。 都想看看, 这真龙和火麒麟在吸收足够的元灵之气候, 能成长到何种程度。 但, 碧水阁, 天音宗, 紫云门等宗门之人, 却是又一次吓得瑟瑟发抖。 这, 还是揽月宗方向。 不是吧, 要来, 这是真要命啊。 难道他们就不能消停消停吗? 到底要干什么啊, 他们, 莫非又要爆发大战? 我真服了, 他们暗暗骂娘。 这你妈太吓人了啊。 不行, 他们很快不约而同做出一个决定。 15日太久, 我等只争朝夕。 快, 传令下去, 以最快速度收拾好一切。 明日一早, 我等入洪武先忙。 这破地方, 老子是一天都不想多待了。 太特么吓人。 足足半个时辰, 整个揽月宗的元灵之气都几乎被吸干。 就要田汁内的诸多灵质, 都有些腌了巴唧的模样。 但这并不严重, 元灵之气并非一成不变。 这里的少了, 其他地方自然会逐渐汇聚而来。 且灵质等诸多灵物会释放元灵之气, 聚灵阵也会将周遭元灵气之气聚拢过来, 只需要等待一些时间便可恢复如初。 但最近一两日, 揽月宗的元灵之气却是着实见底了。 也就是此刻, 火麒麟轰然炸裂。 束缚被崩开! 其本体, 竟是在瞬间进入元素状态, 化作纯粹火焰, 疯狂咆哮。 众人惊讶! 此刻的火麒麟, 竟已经拥有第七进大能, 才可拥有的威势了。 营养不良, 甚至风魔这么多年, 一招吃饱, 便直接成长到这种程度。 不愧是传说中的神兽。 惊讶之余, 他们严阵以待。 龙傲娇则嘀咕道, 肯定很好吃, 看我出手将他镇压。 啊, 别打, 别打! 火麒麟妈了, 火焰迅速回缩, 随后, 化形成人变成一个满头火红色长发, 赤着上身的壮硕男子。 我服, 我服, 我愿意听话, 别吃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他满脸惊惧与惆怅, 还有郁闷。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 自己过去那些年, 到底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马德, 一直营养不良啊, 吃不饱, 穿不暖也就罢了, 灵气? 狗屁? 又因为营养不良, 谁特么都能来跟自己过两招, 甚至欺负自己, 搞得自己都疯魔了, 以前还以为自己就只有这么弱, 那些人也强得离谱, 结果现在才知晓。 狗屁? 什么他们强? 什么自己弱? 分明就是自己一直没吃过饱饭, 哪里来的利浅? 若是现在, 什么孽人王? 什么熊吧? 莫说是跟自己过招? 你看他们赶在自己面前出现不? 我弄不死他。 若是早知道, 若是早些吸上园林之气, 自己何至于此, 又何至于风魔? 都是累, 都是累啊。 苦了这么多年, 如今好不容易吃上几口好的, 终于知晓, 自己原来很强, 且前途无量, 谁还愿意被镇压, 甚至被吃啊。 至少在火麒麟看来, 自己哪怕是当坐骑都得活着, 只要能每日吸上几口园林之气, 神兽傲骨, 那玩意儿能值几个钱? 在这里, 哪怕似乎当坐骑, 不也比自己在凌云窟内风魔强出不知多少倍? 他实在是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苦怕了, 以前啥也不懂, 倒是没觉得, 现在回头一想, 我他妈怎么就那么能吃苦呢? 而看着直接认损的火麒麟, 龙傲娇极为不爽。 火麒麟却是点头哈腰, 对在场每个人笑脸相对, 不但示好。 林凡诧异, 你恢复神志了? 本以为还要费些精力, 才能将他治好, 甚至都已经做好治不好就杀来吃肉的准备了, 结果自己好了? 恢复了? 完全恢复了, 大佬, 你要坐骑不要? 你若是要,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您的坐骑了。 火麒麟是个聪明的, 懂得审时度势, 也懂得通过众人的站位来分辨地位, 林凡一看就站在C位, 抱这位大腿准没错。 亦或者说, 这些年的浑浑噩噩与风魔一招退去, 突然之间, 好似这些年的智商全都在此刻爆发。 此刻的火麒麟, 机智的一逼。 甚至又道, 你们别看, 这老龙威风得很, 实力嘛, 也的确比我强那么一点, 但他不听话啊。 他脑后有反骨, 且龙族一直都认为天老大, 自己老二, 不可能臣服的, 随时都有可能反水。 依我看, 主人, 要不您还是将其直接杀了吃肉吧? 龙这东西, 浑身都是宝啊。 而且正所谓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噗, 马灿烂绷不住了, 其余众人也是露出似笑非笑之色。 这才刚过来呢, 便直接开始争宠了。 偏偏还有个龙傲骄煽风点火, 我看行, 龙肉, 本姑娘早就想吃了。 小龙女面色一白, 傲娇姐姐, 你不能吃我。 龙傲娇? 我倒是想试试, 可你有关天经护体, 现在的我, 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吃不掉好吧。 火七铃, 你小子, 胡说八道些什么? 老龙终于完成初次蜕变, 他浑身鳞片都在发光, 而后, 同样化作人形。 他身材看上去倒是稍微合理一些, 皮肤有些泛滥, 显然, 这是一头水龙。 化行之后, 他便立刻嚷嚷着, 你小子, 在胡说八道, 老子揍死你, 什么叫我不可能臣服? 朱英, 你莫要听他胡说朱英, 从今往后, 我就是您的小弟了, 您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您叫我拉屎我绝不放屁, 还是把火七铃这小子, 杀了吃肉吧。 啥本事没有, 七铃血, 还会让人入魔哦, 不对, 现在他恢复了, 但他也没什么用。 他能办到的, 我都能办到, 留着他就是个祸害啊。 火七铃顿时极了, 我是祥瑞之兽, 你懂什么叫祥瑞吗? 哪怕我什么都不干, 只要待在主人身边, 主人便会气运无双, 红服齐天, 你能办到个屁? 哼, 祥瑞有个屁用, 一切还是得用实力说话, 你能打得过我。 岂有此理, 七七铃太甚, 灵凡还没开口, 他们俩却是已然吵起来了, 甚至撸起袖子, 大有要干一仗的趋势, 而且都是一口一个主人, 听得火昆仑等人眼热且羡慕。 麒麟, 神龙啊, 这可都是神兽, 纤舞大陆早已绝迹不知多少万年了, 在此之前, 也就是万花圣地有一个小龙女吧。 至少自己消息如此灵通, 都未曾听说过哪里还有其他神兽。 结果, 揽月宗扫荡一次秘境, 直接搞出来两只, 甚至, 也就是那个小世界的人太过乱来, 否则, 还能有一只凤凰, 一只玄武, 这也就罢了。 现在他们还哭着喊着, 求着叫灵凡主人。 则, 神兽啊, 哪怕从小营养不良, 导致他们都是弱化版, 但那也是神兽, 而且是纯血。 假以时日, 就算无法培养到全圣状态, 也绝对是顶尖强者。 揽月宗有他们坐镇。 马德, 好羡慕啊, 为什么我不是揽月宗宗主? 如果我是, 那这殊荣不就是我的了吗? 这一刻, 火昆仑突然觉着, 自己这个火德宗宗主不香了。 什么顶尖二流宗门, 随时都可以晋升一流。 什么他妈的人脉通天, 认识很多大佬, 要干账, 一个传音御符就能摇来很多人。 这有个屁用啊, 能摇来神兽吗? 能让真龙和火麒麟哭着喊着叫主人, 求收留, 求当坐骑吗? 好羡慕啊, 这火德宗宗主他妈的不当也罢。 这一刻, 火昆仑竟然突然产生了如此逆天的想法。 他知道这样不对, 但至少在这一时片刻之间, 真的忍不住啊。 这种想法不断从脑子里冒出来, 根本无法克制。 不仅仅是他, 金镇, 马灿烂, 赵铁柱等火德宗长老, 也是眼巴巴, 直勾勾盯着, 连眼皮都舍不得眨一下。 被神兽跪舔, 若是被跪舔的人是自己, 那该多好。 甚至, 若自己真是揽月宗长老, 那也是予有容焉啊。 日后碰到那些老友, 直接就是一句, 老子揽月宗有真龙, 有纯血火麒麟, 你们有吗? 老子骑过真龙, 你骑过吗? 那逼装的, 岂不是噼里啪啦作响? 想想都觉得刺激, 连伯则是双目微眯, 笑得嘴都歪了。 他是秦王府管家没错, 但这几年一直待在揽月宗, 已然是半个揽月宗的人了。 甚至, 秦王府那边都已经重新任命了一位管家。 如今, 自家揽月宗有神兽哭着喊着求收留, 呵, 我特么嘴都能笑啊。 龙傲娇一直是一副很馋, 想吃的模样。 实则, 却也有那么一丢丢, 小羡慕。 真龙啊, 若是自己有这等坐骑, 定然整日骑着他招摇过世。 被人针对, 被人抢夺, 本姑娘打不死他。 萧灵, 范坚强等弟子, 则进阶是满脸姨母笑了。 甚至, 萧灵已经在与药老商议。 老师, 不知, 您是否知晓一些以真龙, 或是麒麟穴为原材料的丹药? 想来, 定然有那天要笑吧。 药老,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真知道几种单方, 只是从未试验过。 他也很期待。 这玩意儿, 真龙血, 麒麟穴, 哪怕是他当年鼎盛时期, 也没整过呀。 那咱们师徒二人倒是可以合计合计。 对了, 老师, 萧灵画风一转, 我突然想到, 隐魂殿之前那般大肆乱来, 该不会也是他们殿主要成帝, 或是炼画什么超强的一伙吧。 亦或是, 你们之间可有什么仇恨? 药老, 这个我倒是不知。 至于仇恨, 明面上是没有的。 按理, 我当年得罪的人也不少, 说不准。 你是在用, 炎帝为参照物进行猜测? 萧灵颇为尴尬, 被老师您发现了。 无妨。 药老笑道, 你师尊的确是天纵之才, 我也相信, 他或许能看到一脚未来, 但炎帝终究只是画本, 不可能一模一样。 可是, 萧灵儿嘀咕道, 隐魂殿与魂殿, 不仅仅名字, 只有一字之差。 目前看来, 他们干的事也相差无几啊。 那倒也是, 但如今, 你我师徒也好, 揽月宗的实力也罢, 可都不具备探索此事, 甚至是与隐魂殿一战的资格。 嗯……, 萧灵儿点头, 也有些释然, 道, 说起来, 炎帝与现实, 终究是有很大区别。 炎帝之中, 魂殿之主便是最终反派, 可在先武大陆, 在现实中, 隐魂殿之主哪怕再逆天, 也不可能横扫天下, 成为最强者吧。 哪怕一流和超一流势力都不是其对手, 上面也还有圣帝呢。 这么一想, 他突然便不担心了, 天塌下来都有圣帝等着。 如今, 哪里需要自己和揽月宗去操心? 与其操心隐魂殿到底要干什么? 倒不如担心隐魂殿会不会再次跳出来报复。 不过, 知晓观天境目前在咱们揽月宗, 他们应当是不敢乱来的吧。 在萧莉儿嘀咕之时, 真龙与火麒麟的争吵也到了尾声。 虽然都撸起袖子, 唾沫横飞, 但终究还是没打起来。 其后, 火麒麟脑子发热, 主人, 我愿意献出真灵, 从今往后, 便是主人您忠心不二的做起。 话音落下, 他便惨叫一声, 自己愤出一点真灵, 落入灵凡之手。 众人皆惊? 真灵, 乃是强大生灵之根本。 一点真灵不灭, 便不算彻底死去, 还有复活的机会。 可若是真灵被灭, 哪怕肉身, 神魂完整, 也会瞬间暴毙, 神魂破碎。 肉身倒是不会受损, 但也是, 只剩屈窍罢了。 把真灵交出来, 就代表, 是绝对的臣服。 甚至比例下, 天道誓言还管用。 毕竟, 这分离出来的一点, 真灵极为脆弱, 一念可灭。 从今往后, 火麒麟生死, 全在灵凡一念之间。 甚至, 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 全凭喜好, 且火麒麟全然无法反抗。 灵凡笑了, 他之所以一直没吭声, 就是在等。 毕竟, 他们两个在争抢, 抢的时候, 总要卷起来吧。 只是, 他也没想到, 这来居然会卷到这种程度, 直接把真灵都给交出来了。 这可真是太妙了。 见灵凡收下, 火麒麟这才安心了些。 随即, 挑衅般盯着真龙, 嘿嘿直笑, 主人已经收下我了, 你凭什么跟我争? 何况, 你龙族的高傲, 我可是深有体会, 你会真心实意臣服。 我才不信, 真龙咬牙。 好你小子, 但你又凭什么认为, 我不会真心实意臣服? 主音, 请收下我真灵。 在众人麻木的目光之中, 他也是强忍疼痛, 咬着牙分离出一点真灵, 教育灵凡, 请主音放心, 我绝无半点虚假之意。 你, 火麒麟猛了。 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龙吗? 假的, 你肯定是假的。 真的老龙被你弄到哪里去了? 他不敢相信, 这还是那桀骜不驯, 自比天高的龙族吗? 怎么就耸了呢? 怎么就臣服了? 不应该啊。 哼, 真龙却是吃笑一声, 莫非, 你以为你火麒麟一族, 便没有属于神兽的高傲? 你都能臣服, 我为何不能? 真龙一族的确很傲, 甚至诸多先辈, 都是宁死不从, 可以被打死, 但绝对不会臣服, 更不会当作气。 可是, 自己以往过的那叫什么鬼日子? 跟这里能比? 我他妈活了上万年, 连话都不会说啊。 到这里才多久? 不到一个时辰, 不但会说话了, 还话行了, 甚至实力暴涨数倍。 若是长久待下去, 自己得有多强? 甚至, 以往呼吸的空气, 都是臭的呀。 哪有这里的空气香甜? 不臣服? 神兽傲骨? 呸! 傲骨值几个钱? 你都能臣服, 我臣服不得。 何况, 我真龙一族, 也没其他龙了呀。 哦, 对, 还有个小丫头。 可他跟这些人, 不也是一伙的吗? 既然如此, 我怕什么? 他想得很清楚, 自己没毛病。 火麒麟? 你不要脸! 真龙, 你要, 又杠上了。 随后, 双方互喷。 到最后, 火麒麟怒道, 主人, 不要打理这老龙, 反正从今往后, 我就是您的坐骑了, 有什么事儿, 您尽管吩咐。 我才是, 真龙不甘示弱。 主婴, 真龙当坐骑, 不比火麒麟威猛。 且我实力也更强, 还能干着。 灵凡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其实我觉得吧, 你们都很好, 都很好。 要不, 都当坐骑? 火昆仑, 金镇, 龙傲娇等人? 好家伙, 用真龙或是火麒麟当坐骑, 一旦传出去, 怕是圣地中人都要刮目相看, 结果你, 甚至还想两个一起。 双飞, 渣男。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火麒麟和真龙几乎没有过多考虑, 便直接答应了。 但转念一想, 似乎也没毛病。 毕竟结合他们之前的生活环境, 再相比于被杀死吃肉。 当坐骑, 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吧。 那就这么定了。 你们从今往后, 都是我揽月宗正宗神兽, 同时呢, 也是本宗主坐骑。 是, 主人主婴。 真龙的话, 带着些许口音, 始终让林凡觉得出息。 对了, 你们有名字吗? 真龙, 没有, 主婴。 火麒麟, 我就叫火麒麟。 哦? 也行。 林凡点头道, 那火麒麟就叫火麒麟。 老龙你嘛, 要不我给你起个名字? 敖饼, 怎么样? 虽然有点出戏, 但这个名字, 一听就知道是真龙啊。 谢主人赐名, 真龙大喜过望, 甚至一脸谄媚之色, 看得火麒麟愤愤骂娘。 猪肉蓉, 林凡突然呼唤, 弟子在, 猪肉蓉一脸猛逼上前, 这咋就Q上自己了? 敖饼和火麒麟就交给你了, 神兽也是兽吗? 你带到灵兽园去, 给他们分别安排一座灵山当作洞府, 我就一个要求, 给我喂养的白白胖胖, 众人面色古怪, 白白胖胖? 你这话, 听着可有些不对劲啊。 是, 师尊。 猪肉蓉有些头大, 但同时也很兴奋。 我一个养猪老, 如今, 却要着手养真龙和麒麟了? 简直跟做梦一样。 但是, 真期待呢。 敖饼, 火麒麟, 你们也给我听好了。 林凡摇头晃茂, 你们既然是我宗护宗神兽, 自然要起到守护宗门的职责。 平日里, 更不准欺负我宗婢子, 否则, 本宗主也绝对不会惯着。 不敢, 不敢。 敖饼和火麒麟连忙表示自己不敢。 对了, 还有, 不准随便吃同事。 林凡突然想到水族馆的那些肉食鱼类, 游着游着就吃几个同事, 这谁受得了啊? 他们俩可都是吃肉的, 若是在零售。 园里一天吃几头零售, 甚至把八针鸡、八针鸭都打了牙剂, 那才是亏大了。 必须提前提个醒。 同事? 敖饼与火麒麟发猛, 就是零售园内其他零售。 呃, 是, 主人。 他们出来乍到, 也不敢造次。 硬下之后, 便老老实实跟在猪肉绒身旁, 也不见什么巨傲之色。 毕竟, 对他们而言, 这里已然是仙境了。 林凡也不担心, 他们见识到仙武大陆的广阔。 知晓懒月宗, 其实只是一个三流宗门之后反悔。 上了贼船? 呃, 应该说, 既然上了这艘船, 真灵都在自己手上了, 还想下去不成。 门都没有。 为了宗门利益, 林凡也不介意当一回, 诃骗老实人的小人。 哦, 还有, 林凡看向欲言幼稚的王腾。 王腾? 师尊。 王腾连忙跳出来。 你有麒麟血脉, 且正在修行麒麟法, 倒是可以与火麒麟多亲近亲近, 或许有别样收获。 是, 王腾大喜, 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火麒麟却妈了。 你有麒麟血脉我知道, 但麒麟法是什么? 众人。 你一个麒麟, 不知道麒麟法。 火昆仑错恶, 神兽, 厉害的妖兽等族群。 难道不是有血脉传承吗? 成长到合适程度, 会自然而然领悟本族神通, 秘法。 麒麟法, 就是麒麟一族最强功法之术啊。 莫非你是假麒麟? 火麒麟也惊了。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我如假包换, 真麒麟啊。 小龙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她还没成长到合适阶段? 麒麟挑眉, 有这种可能, 也可能是不同世界的神兽, 传承方式, 或是手段不同。 她看向敖饼, 不用说, 你也不会真龙宝树了。 后者一脸茫然, 啊? 王藤面色发僵? 总之, 麒麟白白手, 你们可以自己尝试。 小龙女你也一样, 虽然你是客, 但我宗对你基本不设防, 且你与敖饼都是真龙, 可以自由接触。 多谢麒麟总主。 小姑娘笑了, 这次虽然没玩尽兴, 但能找到一个同族, 也算是不错了。 一日, 黎丰山等人急匆匆上门, 迫不及待表示, 他们已经收拾妥当, 想要提前交易。 为何如此着急? 麒麟明知顾问, 黎丰山等人无语。 为何如此着急?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他们想骂娘, 好歹是克制住了。 但, 既然价格都已经谈妥, 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天鹰宗宗主一脸忧怨, 道, 自然是被吓到了。 被吓到了? 麒麟诧异? 这, 莫非你们宗门地盘, 有什么洪水猛受不成? 林宗主, 对方恼然直跳, 我们是被揽月宗, 准确来说, 是被你揽月宗的仇敌吓到了。 敢问你是明知故问,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仇敌? 那有什么好怕的? 林凡恍然大悟, 诸位大可不必担心吗? 完全不用如此着急。 反正也就是数日时间,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黎丰山连忙起身打着圆场, 林宗主, 既然我们都已经安排妥当, 依我看, 干脆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日, 我们便将这一切办妥, 可好, 倒也不是不行。 林凡姿雅, 倒是没再举起屠刀, 他怕黎丰山等人会哭。 随即, 便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令牌。 掌控各种护宗大阵的令牌, 令牌在手, 便也相当于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了。 拿到丹药, 资源。 黎丰山等人, 好歹松了口气。 特娘的, 总算是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 他们十三宗, 在少说这片地方待了百八十年, 多的, 得有数百年了。 在此之前, 最多也就是觉着, 这片地区太过贫瘠, 不太利于发展。 但没办法, 自家就这点实力, 也就只能在这待着了。 没得选。 可现在, 他们却觉得, 这他妈简直就是一片鬼地方。 真就一刻都不愿意多待。 合作愉快。 林凡笑呵呵与他们分别握手, 这种礼节搞得他们一脸猛逼。 对了, 各位都是前辈, 且这次合作如此愉快。 不知, 能否帮小弟一个小忙。 黎丰山等人瞬间格外警惕。 什么? 小忙? 他们都想拒绝, 却又有点不好意思。 脸皮终究还是薄了些。 也没什么。 林凡咧嘴一笑, 牙齿白到发光, 就是想麻烦各位出手, 将那些林山之上的建筑都给拆了。 拆了? 黎丰山等人错愕, 带着心疼道, 这是为何? 那终究是我等数百年基业。 那些建筑用料不差, 且都花了不少心思。 是啊, 你们搬过去便可入住, 也更方便吧。 的确更方便, 我也知晓诸位前辈都用心了, 但一个宗门, 不管大也好, 小也好, 强也罢, 弱也罢。 至少, 风格方面总要做到统一才是。 各种建筑都不差, 但风格各异。 以往分属各宗, 自是毫无问题, 可如今成为一宗之地, 却是有些不妥了。 否则, 若是有人远道而来看上一眼, 还以为我揽月宗是不入流的小门派呢? 原来如此。 黎风山等人反应过来。 在此之前, 他们的确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现在一琢磨, 林凡所言, 还真没有半点毛病。 一家人, 就得像一家的样子。 举个例子, 总不能爹是黄种人, 妈是白种人, 儿子却是莫吧。 这不有毛病吗? 那, 我们就拆了。 要不要, 我们帮忙重建。 紫云门门主开口, 刹那间, 众人进阶瞪着他。 不会说话, 你他妈就闭上嘴好吧。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然而, 为时已晚。 林凡双目放光, 惊喜道, 可以吗? 那就麻烦诸位了。 这是建筑图纸。 他掏出昨晚设计好的全新规划图, 与风格统一的建筑图纸, 道, 材料方面, 由我宗来出。 我相信诸位前辈的手段, 定然能完美符合我的要求。 另外, 我揽月宗虽然是小门小派, 但却也不会做出吃白食的事来。 事成之后, 另有谢礼。 众人, 神他妈小门小派, 我们可都算过了。 尼揽月宗如今已有灵山520座, 前几年覆灭的云霄谷, 在二流宗门之中, 那也是勉强能排进中游的水准。 虽然属于中下, 可那也是二流宗门啊, 我等只能忘记向北。 尼揽月宗现在地盘比人家多, 宗门内大能者更是直接有一堆。 或许, 唯一有些不够看的, 便是中层弟子了。 可就算如此, 这实力在二流之中也绝对是中上了吧。 就这, 你说自己是小门小派, 那我们是什么? 啊? 蝼蚁吗? 擦! 他们无奈, 只能是再度狠狠瞪了紫云门主一眼, 随即无奈应下。 紫云门主此刻也是反应过来, 无奈苦笑。 三日后, 520座灵山风格统一。 天音宗, 碧水阁等山门牌匾早已消失无宗。 到如今, 只剩下一个全新且巨大的牌匾立于宗门之外。 蓝月宗? 牌匾之上, 鼻走龙蛇, 两侧更是雕有龙凤麒麟等祥瑞神兽, 就连护宗大阵也是全面唤星。 每一座灵山都有自己的专属阵法。 每个区域还有一个组合阵法。 整个宗门则是在有一重整合大阵, 能将所有阵法整合到一起, 借用所有大阵之力将护宗大阵的防御力推上最巅峰。 唯有如此, 方才能更加稳妥。 宗门各处, 建筑风格已然完全统一, 亭台玉宇, 雕梁画洞, 乃是秦朝时期的黑金配色为主。 庄严肃穆, 大气过人, 却又不失婉约。 林凡倒是不讨厌白色, 但是在地球时, 各种魔改仙侠剧看得太多千篇一律的白色, 让林凡有些想土。 因此, 干脆就反其道而行之, 整成以黑金色为主, 月白色为点缀。 如此一来, 宗门服饰也要随之改变。 今日, 也就是揽月宗正式扩张的一日。 当弟子们穿着全新服饰, 陆陆续续扩散开来, 揽月宫之巅, 林凡与五位长老进阶露出一母笑。 妙啊! 苏长老抹着胡须, 一个劲儿说妙。 其他话语? 一时间, 却是全然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二长老眼含热泪。 三长老李长寿, 摇头晃脑, 念叨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语。 四长老沉而住没吭声, 但却浑身都在颤抖。 段清瑶已然哭出声来, 我还记得, 自己入门时, 揽月宗便大抵是如此场景吧。 林凡数百座, 且如今, 几乎所有区域都扩张了五倍有余, 此等场景。 我真怀疑自己是做梦。 怎会是做梦? 林凡哑然失笑, 只要我等共同努力, 自然能齐力断金, 越来越好。 而他心中微微一叹, 只可惜, 科技还不够发达。 如今的揽月宗, 自然是不差。 尤其是全新的校服一穿, 这黑金月光配色, 怎么看怎么高贵, 怎么看怎么霸气。 何况, 目光一扫, 竟是自家疆土, 这种感觉, 何其舒坦。 或许唯一的缺点, 在林凡看来, 就是不够智能化。 比如, 将电气一体化给安排上, 到处整点灯, 再搞点天黑自动开启的路灯, 那逼格, 不就上来了? 最好在整个全智能化的任务面板, 这样一来, 弟子和长老就都方便了。 发布个命令啥的, 多好啊? 要是能把智能手机搞出来, 日后黑。 弟子们出门在外, 可就不用带那么多传音御符了。 只需要一个手机在手, 联系谁都行。 只是, 想法很美好, 现实太过骨感, 电灯或许不难, 再等几年, 王腾应该就能搞出来。 但智能化设备, 甚至是智能手机, 让王腾来搞, 却是太难为他了。 话说回来, 我倒是有点想法。 既然这么多主角模板, 我都可以借鉴, 可以通过大数据来进行分析。 那么, 搞先机, 为什么不行呢? 所以, 可以朝这方面努努力。 宗门扩张, 神兽坐镇。 揽月宗弟子的雄心壮志, 空前高涨。 修炼之时, 也是更努力了许多。 做起原本枯燥无味的任务来, 那也是干劲十足。 晨继数日之后, 宋云霄开始修炼。 他目前的积分, 倒是可以再兑换一个副本, 但他本身还需要暂且修炼一段时间, 毕竟秘境的奖励和资源固然重要, 自身实力, 却也同样重要。 然后, 便是苏妍。 他盼星盼月亮, 总算是盼到自己死亡新首期, 结束这一天。 靠! 他一蹦三丈高, 我苏妍也有惊天。 福利七, 我来了。 听群友们说, 从从今往后一个月, 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 天道私生子。 走到哪儿, 都是狗屎运加深, 各种好处无敌多。 那, 我必须出去浪啊。 在宗门内能有什么好处? 嗯, 不行, 我得白挑一波。 他当即打开原神聊天群, 开始编辑。 大佬们, 一个消息, 我度过死亡新首期了。 现在, 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大佬们, 求职点。 四无牙, 恭喜恭喜。 看来常驻群友, 又要多一位了。 至于建议, 那自然是浪。 跑出去浪? 哪里有好处, 就往哪儿跑? 反正绝对不能待在一个地方。 宋如, 你他妈骂谁呢? 我当时不是不知道吗? 不然岂能啥好处没有? 至于建议, 我也建议你出去浪。 但记得凡事有个度, 千万不能乐即生悲。 小小魔法师, 再给大佬你准备惊喜。 建议同上。 我, 圣女骑士, 我已经快得手了, 再给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月。 苏妍, 多谢各位大佬, 我记住了, 这就跟师尊申请出去了。 奖励到手, 苏妍乐不开枝,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随后, 他立刻跑去跟林凡请假。 林凡见怪不怪, 笑道, 死亡新首期度过了, 托师尊与咱们揽月宗的福。 苏妍笑容灿烂, 过去了, 那的确是该出去转转。 去吧。 林凡乐呵呵同意, 苏妍当即拜别林凡, 谁也没带, 吭吃吭吃往外飞。 飞着飞着, 还没出新揽月宗地界呢, 突然感觉眼睛一花, 好似被什么亮光晃了一晃。 啊, 什么东西, 莫非是有什么间谍潜入? 不行, 我得看看去。 他倒是胆大, 死亡新首期, 胆小如鼠, 如履薄冰过了一个月, 如今又是在自家地界, 还是福利期, 自然要好好浪一把。 孤身一人仔细寻找, 在那片区域飞过来, 飞过去, 足足数百次, 总算找到反光点。 当他落地一看, 却发现是山体之中, 因为之前的改造, 又经过昨夜雨水冲刷之后, 露出一丁点结晶。 结晶被太阳光照射, 成为反光点, 又恰好晃到自己。 这是什么玩意儿? 而且, 好浓郁的园林之气。 该不会是。 正想抬手挖掘, 但转念一想, 自己的金手指, 不对啊。 我得白嫖啊。 当即拍照发到群里, 假装啥也不懂, 听取一波建议, 又是一波奖励到账。 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 但蚊子腿再小, 也是肉啊。 那我就挖了。 奖励到账, 苏妍开挖。 然后, 一分钟后, 看着眼前暴露在空气中, 已经超过十个立方米的晶体, 它陷入沉思。 半个时辰后, 它看着眼前这一座晶体小山, 口歪眼斜。 我这是, 挖出来个什么玩意儿? 原石矿脉是长这样吗? 苏妍被整猛了。 她怀疑, 这玩意儿人是原石矿脉, 但自己从来没见过, 再加上自己随便挖一会儿, 这都跟一座山差不多大小了。 此刻, 还真不敢确定。 恰在此时, 一位刘家宝送过来的内门弟子路过。 他们的服饰之上, 橱宗门logo之外, 还有一个小字, 上面写着刘字, 这也算是对刘家这个合作伙伴的一点优待。 当然, 特权是没有的, 只是可以表明他们的身份。 苏妍一看, 顿时双目放光, 自己不认识, 这不是可以问别人吗? 刘家子弟, 那是大家族子弟, 指定见多识广。 恰好, 对方路过, 也发现了这一块巨大晶体, 有些猛逼。 这位师妹, 你认识这是什么吗? 刘新月。 苏师兄, 虽然苏妍入门晚, 但是地位高啊, 堂堂清传弟子, 哪怕刘新月入门已经有数年之久, 却也要恭恭敬敬叫上一声师兄。 这是, 苏妍这个问题, 却也是将他给难住了。 这个, 我也不太确定。 刘新月围着这座小山转了两圈, 又上手抚摸, 还轻轻敲击, 面色变得十分古怪, 且惊疑不定。 这, 这不对啊, 有何不对? 苏妍挠头, 师妹可是认出来了, 从形态, 从细节, 从外在表现, 从不断一散元气的角度来分析, 她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一块原石。 是吧? 我也这么认为。 苏妍点头, 这就是说, 自己没猜错了? 可是, 刘新月敬意不定道, 天下间哪儿, 会有这么大的原石啊?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原石矿脉, 可是转念一想, 原石矿脉也不长这样啊。 所以, 哪怕我认为它是原石, 却也不敢确定了。 我建议, 听到建议, 苏妍眼珠子都在放光。 妙啊! 这都能出发听劝。 所以, 果然福利七爽翻天对吧? 我建议您找宗主 或是长老们过来看看, 我这实看不明白。 刘新月贪手, 她如今混得不错, 毕竟是上品天赋, 入门早, 又肯努力, 在内门弟子中名列前茅。 联系上长老们, 毫无问题。 可这毕竟是苏妍发现的, 她联系人, 她来联系人, 怎么看, 都有些抢功劳的嫌疑。 好, 那我联系师尊看看。 苏妍点头, 咱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劝。 接到苏妍的消息, 林凡脑门直跳, 什么叫一座山一样大的原石? 还有这种东西? 林凡也猛啊。 立马吆喝一声, 带上人前去看热闹。 然后, 众人都猛了。 火昆仑目瞪口呆, 这, 这还真是原石? 天下间有这么大的原石吗? 连伯, 闻所未闻, 要不, 咱们先动手, 整个挖出来看看。 林凡, 行, 那就啊。 这还真稀奇了, 这分明是原石, 可如此之大的原石。 哪怕是龙傲娇都感到吃惊, 红唇开开合合, 最终扎巴着嘴道, 本姑娘今日也算是开了眼界。 只是, 这里原来似乎是碧水阁的地盘。 碧水阁在此地苦心经营数百年, 他们不知道, 你小子是如何发现的? 他盯着苏妍, 感到诧异与不对劲。 苏妍心说, 伏力气真特么牛逼, 但表面一片茫然, 我不躁啊, 我只是路过, 恰好被什么东西谎花了眼。 所以就下来看看, 谁知就发现一块原石。 本来我以为只是一小块普通的原石, 结果却发现拿不起来, 然后就只能挖, 挖着挖着就这样了。 我现在都脑瓜子嗡嗡嗡的呢。 龙傲娇? 还有这种事啊。 说话间, 连伯出手, 已然将这块原石挖出来了。 还真就是一座山。 原本, 它是在碧水阁一座林山的山脚。 挖出来后, 这座林山直接小了一半。 连伯扛着这块巨大的原石, 呲牙咧嘴。 这, 的确是原石没错, 这点可以确定。 但如此惊人的原石, 着实让老夫大开眼界。 谁说不是啊? 金镇直呼离谱。 马灿烂屈指一算, 这么大一块原石, 分解成普通原石大小, 怕是得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块吧。 不亚于? 一条小型原石矿迈了, 甚至游游过之。 谁说不是呢? 他们纷纷嘀咕着, 逆天, 离谱。 着实谁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原石, 太炸裂了。 林凡与苏妍对视一眼, 目光都有些精彩。 虽然往下探索, 没发现什么特殊存在, 但仅仅是这一大, 原石就已经足够逆天了吧。 这还没出门啊? 还在自己家里家里呢, 就捡到这种好东西, 出去之后还得了。 林凡大手一挥, 直接拨给苏妍百万原石, 至于这一大铃, 先留着。 具体用处, 日后再说, 切割? 除非万不得已, 那必然是不能切的。 反正目前我们揽月宗也不缺原石, 这玩意儿, 留着当个稀罕物也好啊, 或许将来揽月宗彻底壮大了, 还能开个博物馆啥的。 就这天下第一原石的噱头, 就足够让我收个门票钱了吧。 林凡嘖嘖称奇, 苏妍出门, 原石他没领, 先记着。 而由于这福利期实在太过离谱, 他甚至特意找后勤部那边多要了几个储物袋, 万一不够装可杂整。 然后, 他就猛了, 出门没多久, 走着走着, 卧槽, 这至少是上百年份的极品灵药吧。 飞着飞着, 啊, 那只大老鹰怎么摇摇晃晃的, 是不是要死了, 跟上去看看。 咦, 那是他的巢穴吧。 嘶, 好大几颗蛋。 好家伙, 他死了, 但还在慌。 咦, 破壳了, 这些小家伙该不会是把我当妈妈了吧。 不行, 问问群友这是什么玩意儿。 片刻后, 最强可成长到第七镜, 飞行速度甚至堪比第八镜妖兽的青龄鹰幼崽, 还真把我当妈妈了, 建议我收养。 行吧, 我这个人主打就是一个听劝。 苏妍骂了, 且倍感惊喜, 这种感觉真的是妙啊。 而且还是捡宝贝的同时, 白嫖系统奖励。 我特么直接爽飞。 将青龄鹰尸体埋葬之后, 苏妍忍不住哼着喜庆的民间小调, 迈着欢快步伐, 继续踏上寻宝, 阿布, 捡宝之路。 原来, 这就是被上天眷顾, 当天到私生子的快乐吗? 我真的是, 太喜欢了。 只是, 失策了。 我应该找朱师兄搞个玉兽环的。 浩月宗最近格外平静, 没什么大事发生, 甚至小事都没己见。 只是长老们时常眼巴巴跳望陆明所在方向。 奈何陆明最近一直都在闭关寻求突破, 他们也无法打扰, 也只能眼巴巴看着。 直到这一日, 陆明突破了。 只是一个小境界, 但却也引起轩然大波。 浩月宗上下, 从宗主到各位长老, 那叫一个兴奋莫名, 纷纷跑来凑热闹, 圣子圣女进了浩月仙府, 倒是没来。 哎呀呀, 陆长老突破了。 当真是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啊。 瞧你这话说的, 咱们陆长老何等天赋, 突破区区一个小境界, 还不是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水到渠成。 就是, 你以为陆长老是我们这些老匹夫, 修个炼, 突个破, 还要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咱陆长老能把高品质丹药当糖豆吃, 突破算什么? 对对对, 是老夫失言了。 不过, 陆长老突破, 还是可喜可贺的。 那是自然。 你们这道的确是人话宗主 姬浩月摇头晃脑。 本宗主决定, 陆长老突破, 我宗上下, 大庆三日。 来, 喝酒。 陆明, 好家伙, 你们这么甜, 真的好吗? 我只是想拖延的时间, 真没想装逼, 也没想搞这么大阵仗啊。 奈何, 他们如此热情, 想拒绝都不行了。 还能咋办? 跟着胡吃海喝呗。 至于那些长老暗示的高品质丹药, 陆明则全当没听到。 你们请我来, 我来了。 但我是来当大爷的, 可不是下苦力的。 毕竟, 我是卧底啊。 吃饱喝足, 眼看着众人那灼灼目光, 陆明也不好意思, 再装作啥也不懂, 那太明显。 但, 他早已有应对之策。 可, 诸位, 诸位莫及, 炼丹之事, 我一直放在心上。 只是, 此番闭关, 不仅仅是修为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在炼丹之道上, 我也偶有所悟, 想出几个全新丹方来, 只是, 还需要测试。 但你们知道的, 这种事, 向来是一鼓作气, 扎衰, 扎尔结。 陆明探道, 毕竟还未彻底完成, 若是不尽快将之确定下来, 只怕, 日后便是千难万难了。 所以, 我想先将这些新丹方验证一番, 你们意下如何? 宗主, 诸位长老, 你们放心, 这几个丹方, 一旦验证成功, 对咱们所有人, 乃至对整个昊月宗, 都有大好处。 姬昊月, 顾清云等人一听, 心中惊喜交加, 虽然也有点不快, 但这种话, 谁也说不出口。 人家是丹道大宗师, 开发出了新丹方, 要验证。 难道你还不准人家验证? 没这么玩的。 只是, 这入宗许久, 丹药没练几卢, 禁锢自己了。 哎, 他们无奈, 却不能表现出来, 反倒是必须露出灿烂笑容, 并表达自己格外大方。 顾清云, 陆兄, 你这话可就见外了。 咱们如今都是一家人, 你有所悟, 能在丹道之上继续前行。 我等高兴都来不及, 又岂有阻拦之理。 不错。 姬昊月摇头晃脑, 陆长老, 你在丹道之上的突破, 对咱们所有人而言, 都有大好处。 谁能做出如此不开眼之事? 众长老连忙表态, 那必然是不能。 陆长老你放心, 谁敢如此? 我第一个收拾他。 老夫第二个。 我第三个。 诸位如此之时, 我也就放心了。 陆名唏嘘, 只是, 说来惭愧, 陆宗许久, 实在是。 罢了罢了, 待我将这些单方验证成功, 定当全力练担一段岁月。 听到这话, 他们也就放心了。 陆长老哪里的话, 我等还能催促你不成。 您忙着, 我们不急, 不急, 不急, 都急得团团转了吧。 不过没办法, 立场不同, 前那么多年的仇恨, 岚月宗死在你们手上的仙辈, 都不知有多少。 这仇恨, 没得洗。 否则, 我还真想, 放你们一马。 他微微沉吟, 道,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 材料方面确实还差一些。 这算什么? 姬昊月大手一挥, 老夫早已说过, 我宗所有灵药, 甚至就算是有仙药, 陆长老你, 也可认取之。 需要什么药材? 你且说便是, 我让圣女。 哦, 圣女在仙府之内还未出来。 无妨, 老夫大可亲自走一趟, 可不敢劳烦宗主。 陆明吃惊, 连忙摆手, 宗主日理万机, 区区小事。 哪里还需要宗主您亲自过问? 我自己去选上一些便是。 这, 姬昊月微微迟疑, 陆明还以为他要拒绝, 本想放弃。 却听姬昊月又道, 也好, 丹道, 我只是略懂罢了。 与陆长老你, 自然是半点也比不了的。 就算你告诉我, 需要哪些灵药, 我只怕也未必能挑选到最合适。 药效最强的那些。 这样, 他取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令牌, 交给陆明。 持此令牌, 我宗灵药库, 你可随时出入一切区域。 想要什么材料, 便劳烦陆长老, 你自己去取便是。 多谢宗主信任。 如此甚好, 甚好, 事不宜迟, 宗主和诸位长老, 喝着, 我去去就回。 好好好, 陆长老认识陆吗? 不如老夫陪你起。 他们满口答应。 陆明笑道, 认识, 认识, 无需麻烦。 你们喝着, 我去去就回。 你们去? 你们去了, 我还怎么中饱私囊? 那不瞎胡闹吗? 林凡心头一乐, 随即, 就此出发。 不多时, 他进入浩月宗灵药宝库之内。 其内, 琳琅满目的各种灵药, 看得他眼花缭乱, 甚至其中有不一部分只是在古迹中见过。 他隐匿气息, 确定没人窥探自己。 因为我持有这个令牌的缘故。 或许, 这是本事属于宗主的令牌, 宝库守护者感应到令牌气息, 自然不会窥探。 哪有人会窥探自家宗主的? 难道自家宗主有需要? 还用得着偷吗? 没有这样的道理。 甚好, 如此甚好, 没人关注自己。 那自己不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吗? 陆鸣一路溜溜达达, 看到好东西, 尤其是需要的好东西, 便立刻王储物代理装。 龙血草? 这玩意儿, 保存多少万年了吧? 好东西, 带回去, 看看能不能放点龙血, 也跟着培育一些出来。 浩月宗也挺厉害, 这种东西都有。 盘桃? 看起来像是五千年易成熟的品种, 一枚增寿千年, 好东西。 嗯, 这个也不错, 要了, 这个也好, 收。 好好好, 好东西真多呀。 可惜, 必须要节制, 否则, 将这些药材全部带回去, 蓝月宗炼药一脉, 还不是瞬间起飞。 唉, 收着收着, 陆鸣不由叹息。 好东西太多了, 看得眼热。 他继续深入, 其内药材越发珍贵, 甚至有单独的禁止守护。 防盗, 也是为了防止其药效流失。 陆鸣看得眼花缭乱, 挑得头晕眼花, 难以取舍。 也就是此刻, 浩月仙府秘境, 关闭了。 十位天才弟子, 纷纷出关, 都得了大好处, 实力提升明显。 圣子, 圣女, 都越发神圣了。 原本, 吕智才与温如炎的实力, 在顶尖一流宗门的圣子之中, 算是中游, 这有些不配浩月宗的身份。 但此刻, 浩月仙府一行, 他们却急速成长, 真正拥有出浩月宗圣子, 圣女应有的实力与神韵。 其余天才弟子, 成长也十分明显。 而这其中, 又以唐武为罪。 哼, 诸位, 此番在下收获泼风, 还须立刻回去闭关, 日后再见。 日后, 顶封相见。 哈哈。 他们兴奋无比, 打了个招呼后, 纷纷散去。 唯有唐武, 神色有些凝重。 义父, 您认为, 我们还剩多长时间? 兵皇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好似什么都不在意了一般。 道, 此行, 你完美达成计划, 非但在浩月仙府内获得大好处, 提升了境界, 甚至, 还将仙府核心处的仙京都弄到手了。 只是, 如今还无人知晓, 但以老夫之见, 只怕最多还有半个时辰, 浩月仙府便会崩溃, 到时候追查起来, 你定然藏不住。 所以, 还是快快离开浩月宗吧。 兵皇看似没有情绪波动, 实则, 心中却是格外无奈。 这特么干的叫什么事啊? 加入云霄谷没多久, 就为了摩云捆仙藤而暗中导逝, 把云霄谷给养了, 搞得云霄谷彻底覆灭, 鸡犬不留。 如今, 加入浩月宗没几年, 为了提升自己, 甚至将人家最强秘境浩月仙府都给拆了, 最多半个时辰, 整个秘境都要坍塌。 这种杀鸡取卵之事, 正常人能做得出来。 你特么还是个人吗你? 若非我没得选, 若非老夫无路可走, 我特么定然能离你多远离你多远, 绝不回头。 可惜, 唉, 造化弄人。 此时此刻, 兵皇已然绝望了。 虽然还没到最后关头, 看起来自己也挺稳, 好歹唐武也是个天骄, 但他却比自己被打成残魂, 只能将自己转化为气凌苟延残喘那一刻, 更加绝望。 复苏归来? 别傻了, 老兵皇, 你虽然看似稳如老狗, 但实则, 已经是死路一条了呀。 他自嘲一笑, 唐武却是摇头晃脑, 半个时辰吗? 足够了, 走? 义父, 您老糊涂了, 我如今可是昊月宗第三序列。 兵皇, 老糊涂了? 你是想说, 您老, 糊涂了, 还是您, 老糊涂了, 我都已经懒得问了, 行吧, 反正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谁让我选了, 你这么的大笑子呢? 简直是哄唐大笑啊。 唐武却没注意到, 兵皇的态度变化, 亦或是, 他也不在意了。 你态度如何, 又能怎样? 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 事已, 他只是自顾自道, 身为第三序列, 有资格进入宝库挑选一些东西, 只要总价值不超过便好。 之前一直没去, 等的就是今日, 自由进出宝库, 这可是个机会。 兵皇, 好吗? 老夫算是看出来了, 你特娘的, 的确不是个人。 人家昊月宗怎么对不起你了? 在你兵临死亡的时候, 将你救下, 带你回宗, 各种培养, 甚至还让你进昊月先府。 结果, 你就如此回报宗门? 操, 我以前怎么那么蠢? 竟然还幻想着, 你会真心对我好, 真心帮我复苏。 义父, 您可是在想, 孩儿太过无耻, 恩将仇报。 兵皇没吭声, 唐武节节一笑, 义父, 若是如此, 那您可就太伤孩儿的心了。 孩儿绝非是忘恩负义之辈, 只是, 事出有因啊。 兵皇, 他沉默, 心中却是痴笑不已。 啊, 对对对, 你有苦衷。 你苦衷最多, 你他妈这二十几年, 竟吃苦了是吧? 唐武却是一边腾晕驾悟飞向宝库, 一边道, 义父, 您以为, 这昊月先府的进入资格, 能轮得到我吗? 之所以轮到我, 全然是因为他们, 想让路鸣先为他们炼担。 义父, 您想想, 一个宗门长老, 甚至还要与晚辈弟子抢夺资源, 如此宗门, 可能是个什么好地方? 这宗门, 可是非带不可, 依我看, 哼, 不带也罢, 左右能学的我都已学了, 秘境, 昊月先府我也尽了, 此番, 才去宝库内大采购一番, 能拿的, 也算是都拿了, 此刻离宗, 再合适不过, 兵皇,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所有人都该迁就你, 你就是王子, 其他人都是奴才, 所有人都得顺你的意, 一丁点不称心如意都是错, 都是仇人, 就要对付他们, 没毛病, 只是, 有一事不明啊, 兵皇还是忍不住开口, 道, 可曾考虑过后果, 如此判出宗门, 昊月宗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候, 不知多少大能者会出手追杀, 你有把握? 我没多少把握, 唐武微微一笑, 但却话锋一转, 可是, 孩儿不是, 还有一附宁吗? 如今, 孩儿在昊月先府之内, 收获巨大, 实力提升明显, 稍后再去宝库一趟, 必然能进一步提升, 再加上义父您全力相助, 想来, 紧紧活下去, 问题, 还是不大的, 义父, 臭, 冰皇彻底无语, 这他妈已经开始明目张胆, 将自己当工具了, 自己还能说什么? 有时候, 我真的很想告明你知道吗? 早知道, 我他妈还不如当初就被人弄死, 也好过承受这么多年孤独, 本以为自己终于迎来转机, 掏心掏肺对你好, 结果却发现, 你他妈是个这玩意儿, 来得千倍, 万倍, 难受, 谁能救救我? 可惜了, 宝库内, 唐武挑选片刻后, 暗暗叹息, 所有贵重法宝都有禁止, 一旦我乱来, 他们便会立刻察觉, 不妥, 若是在此地大动干戈, 便只能立刻跑路, 去灵要宝库, 然后我全力以赴, 拿完就跑, 如此才能立意最大化, 冰皇, 畜生, 他妈的畜生啊, 倒计时, 一炷香, 灵要宝库, 陆明与唐武碰面, 二者见面, 都有些诧异, 这小子从昊月先府出来了, 真麻烦, 陆明眉头一皱, 若是再拿, 就真被他抓住把柄了, 多少是个麻烦, 不合适, 唐武也是眉头皱起, 陆明为何也在, 该死, 此人虽然会入昊月宗别有目的, 但若是被他瞧见, 很可能会提前告密, 那我可就危险了, 不行, 我得先下守围墙, 想到这里, 唐武当即开口, 陆明, 记住, 你的秘密, 我吃你一辈子, 另外, 你答应我的丹药, 可还没替我炼制, 此事, 我都记着呢, 现在,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要装聋作哑, 装作无事发生, 懂吗? 否则, 我便将一切公之于众, 刚准备离去的陆明, 脚步一顿, 眼珠子一转, 这种威胁, 很明显, 唐神王要开始搞事了呀, 那不得看看热闹, 陆明面色一黑, 你休想吃我一辈子, 何况, 你究竟要干什么, 本神王要干什么, 与你何干, 记住, 你什么都没看到, 否则, 呵呵呵, 浩月先辅一行, 唐武觉得自己又行了, 就连自称, 也是再度变成本神王, 他自信满满, 道, 记住了, 随即, 他立刻动手, 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往自己储物带内装各种灵药, 陆明目光灼灼, 好家伙, 果然如此, 我早该想到的, 毕竟是唐神王模板, 而且还是加强的唐神王模板, 这吃里扒外, 忘恩负义的性格, 自然是更上一层楼, 只是, 浩月宗的气韵, 还是强啊, 哪怕是唐神王都坑不垮, 只是自己化身贼娃子, 不过, 正所谓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人家都已经动手了, 自己还等什么, 都动起来呗, 陆明资牙, 随即, 也加入抢夺队伍, 且动作更快, 抢得更多, 更忙, 甚至, 由于他确信, 没人关注自己, 动起手来, 更加肆无忌惮, 他还发现, 因为有宗主令牌在手, 那些特殊灵药, 材料的禁制, 根本不会防备自己, 还有这种好事, 那自然是全部一起收了, 全然不留半点, 而陆明动手那一刻, 唐吾猛了, 这小子, 为何也, 他骂了, 我他妈是准备叛踪了, 所以捞一笔狠的之后, 立刻逃离, 你他妈, 这又是干什么呢, 也要叛踪, 陆明, 你敢跟我抢, 他压低了声音, 极为愤怒, 他看出来了, 陆明有速度密法, 跑得比自己快, 抢得比自己多得多, 甚至, 自己抢的, 还都只是些普通灵药, 那些特殊, 极品货色, 都有禁止, 结界守护, 除非自己想立刻被盯上, 否则, 就不能动, 可是问题来了, 为何陆明能动, 为何那些禁止, 结界, 对他不起作用, 最关键的是, 我他妈先动手的, 你凭什么抢得比我还多,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岂有此理啊, 面对他的质疑和愤怒, 陆明却只是微微一笑, 要不, 你现在就告发我, 唐武呼吸一致, 险些被气死, 臭, 稍后告发, 我是赶的, 但现在告发, 那不是自己找死, 只是, 自己竟然被他反过来威胁了, 好气啊, 不过, 有办法, 唐武双目微秘, 只要我拖延一些时间, 待昊月仙府崩溃之时, 必然所有高层都会赶过去, 到那时, 我再突然抱起, 从他手中将他储物袋夺过来, 你一个炼丹师, 也敢从虎口夺食, 找死, 他已然起了杀心, 然后, 闷不作声, 继续收刮, 陆明拿好的, 他就拿普通货色, 总好过没有不是, 同时, 已然暗暗做好准备, 只等昊月仙府崩溃, 动, 霹雳, 突然, 一声巨震, 伴随着轰鸣之声, 响彻整个昊月宗, 唐武目光一凝, 时机, 到了, 是一波匪, 就此起飞, 还是被弄死在昊月宗, 就看今日,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已经将整个灵药库 收刮一空的陆明, 有些猛, 是真猛, 这好好的, 哪来这么大动静, 莫非是强敌打上门来了, 唐神王提前得知消息, 所以才敢来收刮, 也就是此刻, 两人都感觉到, 有数道恐怖气息, 从宝库上空掠过, 就是现在, 唐武突然爆起, 魔云缠绕, 将陆明死死捆住, 随后, 便是一个兔子登婴, 将第一, 第二魂环的魂迹, 施展到极致, 陆明瞬间被魔云捆先腾束缚, 奋力挣扎, 也是挣扎不开, 随后, 被那兔子蹬在胸口, 顿时狂喷一大口血, 胸口凹陷大半, 啊, 陆明惨叫, 唐武, 唐武面色微变, 竟然没踢死, 死, 他栖身而尽, 要补刀, 但陆明此刻, 却是突然诡异地摆脱了束缚, 随后, 更是深入鬼魅, 瞬间从唐武面前消失, 下一秒, 唐武突然感到腰间一清, 正惊惧之间, 却又发现,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他连忙后退, 你做了什么, 是你要干什么, 陆明面色铁青, 心中却是格外想笑, 并一连动用数十层禁制, 将自己的储物袋彻底封禁, 又施加数个隐匿结界在储物袋之上, 这才道, 你竟敢横扫宗门宝库, 还想杀我, 我与你拼了, 就拼你, 唐武有些恼怒, 他没想到, 方才报起, 竟然没能将陆明弄死, 此刻, 已然弄出了动静, 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然不多, 必须尽快将其击杀, 否则, 他再度出手, 相比之前, 实力的确提升明显, 而且, 也的确是将陆明压着打, 让其接连重创, 但打来打去, 就是打不死, 也就是此刻, 有恐怖神石扫过, 发现陆明被打了个半死, 唐武, 你敢, 姬浩月咆哮, 几乎被气疯了, 操, 喝酒喝一半, 突然发现, 浩月先腐炸了, 还没探查明白呢, 突然又感到灵药宝库有动静, 神石一扫, 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宝贝疙瘩, 都特么快被打死了, 灵药宝库内也是空无一物, 你他妈这是找死啊, 盛怒之下, 姬浩月根本顾不得什么, 当即隔空拍出一掌, 那恐怖的掌印宛若太阴心砸落, 唐武顿敢死亡威胁, 惊具之下, 唐武一不做二不休, 一把抓住半死的陆明, 将之当作人质, 该死, 姬浩月大怒, 连忙撤去攻势, 疯狂赶向此处, 唐武也急了, 此刻, 他已顾不得其他, 义父, 快快助我逃离, 兵皇, 唉, 得, 我特么还能怎么办呢, 兵皇无奈, 只能动用权力, 帮助唐武逃离, 而在此过程之中, 他一掌拍出, 将陆明打得昏死过去, 随即撒鸭子狂奔, 好好好, 姬浩月等大能, 都注意到这边状况, 几乎发疯, 他妈的, 这么多年来, 我们浩月宗发展多好啊, 结果今日先是第一密境浩月先复诈了, 接着, 是好不容易弄来的单道大宗师, 被自家序列弟子干得气若游丝, 联想到唐武刚从浩月先复出来, 再一琢磨, 唐武被发现后, 二话不说, 立刻逃跑, 这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 必须拿下, 然而, 此刻唐武所展现的速度, 却是超出他们所有人预料, 分明还只是第六境的唐武, 速度, 却是几乎可以媲美第八境, 如此一来, 由于双方距离有些遥远, 再加上浩月先复崩溃, 整个浩月宗空间都遭受影响, 很不稳定, 无法顺移, 一时之间, 他们竟然追不上, 只能气得嗷嗷叫, 唐武健壮, 不由松了口气, 但却又很是惊讶, 义父, 为何速度如此之快, 不快, 等死吗? 冰皇声音渐冷, 唐武还以为, 自家义父终究是向着自己的, 却听他又补了一句, 我已然全力以赴, 甚至在燃烧自己的残魂, 啊? 义父, 您不会消散吧? 唐武慌了, 你若是消散了, 那可不妙啊, 与自己的计划不符, 冰皇, 死不了, 冰皇跟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他自然能猜到唐武的想法, 也正因如此, 才格外难受, 我特么倒是想直接死了, 可惜, 一缕残魂, 燃烧到一定程度, 就会沉眠, 不过, 沉眠也好, 至少有一段时间, 能眼不见心不烦, 唐武溜了, 跑得速度太快, 就是姬浩月咬着牙, 一时之间也愣是没追上, 且他有第三序列令牌在身, 只要他不往宗内禁地跑, 自家阵法便不会阻止他, 直接是畅通无阻, 他为何能跑得如此之快? 姬浩月怒火中烧, 且怒不可遏, 最关键的是, 他想不明白, 一个唐武, 当代序列弟子而已, 就算叛变了, 按理说, 自己等人也该能瞬间将其阻拦, 镇压才是吧, 结果速度之快, 自己一时之间竟然都追不上, 在追片刻之后, 甚至还直接追丢了, 这, 岂有此理, 唐武, 姬浩月停下脚步, 咬牙切齿, 他倒是想一直追下去, 就不幸不能将他弄死, 但此刻, 浩月宗遭逢巨变, 非但浩月仙府炸了, 陆鸣还被打成重伤, 好好好, 我浩月宗带你不薄, 你唐武却是个如此这般的白眼狼, 当我浩月宗是青楼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带我稳定宗妹, 天上地下, 你也插翅难逃, 他怒气冲冲, 回到灵药宝库, 只是一眼, 梦了, 灵药呢? 我踪那么多, 密密麻麻, 数也数不清的灵药呢? 方才太过交集, 注意力先是在浩月仙府, 接着, 便转移到陆鸣身上, 还真没仔细关注灵药宝库如何了, 此刻一眼看去, 才发现, 灵药宝库之内竟然空无一物, 甚至连禁止, 结界都没了, 这倒是不算意外, 毕竟方才唐武与陆鸣大战, 这些禁止和结界, 有大多是示警之用, 防御力并不算强, 被打爆很正常, 可是, 灵药呢? 我家的灵药哪儿去了? 姬浩月眼珠子都快吐出来了, 但此刻, 却也顾不得那许多, 连忙三步并两步冲到陆鸣身旁, 而此刻, 陆鸣身后也有数位长老在助其疗伤, 只是, 陆鸣伤得挺重, 尤其是胸口那一双脚印, 格外显眼, 陆鸣面色微微发白, 刻着疗伤丹药, 道, 宗主, 唐武, 可是已被镇压, 被他跑了, 姬浩月面色难看, 但陆长老无须担心, 等本宗主处理完宗内事宜, 天涯海角也得将其抓回来, 只是, 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陆鸣苦笑, 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方才, 我正在挑选新丹方所需要材, 却突然见到唐武进来, 由于本就是老友, 且他也是本宗第三序列, 我便没有多想, 只是与他打了个招呼, 便继续挑选, 却没想到, 他开始疯狂收取各种灵药, 恰逢此时, 又听到远处传来剧烈轰鸣, 好似整个昊月宗就在颤抖, 陆鸣满脸茫然之中, 带着些许惊句,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 却也知道, 必然有大事发生, 再联想到唐武的所作所为, 便想要阻止他, 却没曾想, 我才刚一开口, 他便突然抱起, 偷袭于我, 先是用一种藤蔓状的存在, 将我死死束缚, 随后, 一只虚幻兔子出现, 对着我胸口狠狠蹬来, 那一下, 几乎要了我的命, 所幸我有宝物护体, 还有不少救命的丹药, 才能勉强支撑, 但失了先手, 也无力阻止他了, 只能勉强自保, 并眼睁睁看着, 他将所有灵药一扫而空, 甚至, 还被他打到奄奄一息, 若非宗主你们及时发现, 赶来并制止, 只怕我已经, 岂有此脸, 动, 几号月跺脚, 整个宝库都在阵战, 好似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唐武这混账, 不为人子, 欺人太甚, 马德, 几号月怒啊, 老子好不容易找来的单道大宗师, 你险些给老子打死, 这种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你还是个人吗你, 这与觉我们号月宗祖坟有什么区别, 甚至, 还将我号月宗灵药洗劫一空, 简直是, 欺人太甚, 那唐武, 太过分了, 大厂老顾清云也在, 此刻, 他咬牙切齿, 怒不可遏, 待之后将他抓回来, 老夫定要亲自炮制, 二长老愤怒之余, 却有些疑惑, 只是, 那唐武带得好好的, 为何突然要叛宗, 众人一愣, 陆明悠悠道, 二长老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二长老连忙道, 我没这个意思, 不用解释, 我明白, 陆明摇头, 我入宗时间最短, 您老怀疑也是情有可原, 只是, 二长老, 不如仔细想想, 若是我有什么问题, 为何叛宗的是唐武, 应当是他告状, 我叛宗才是吧, 二长老张了张嘴, 反应过来, 沉默, 姬浩月狠狠瞪了二长老一眼, 道,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陆长老都快被打死了, 你怎滴还如此怀疑, 这岂不是让人寒了心, 陆长老, 你莫要, 听他胡说八道, 本宗主信你, 顾清云也连连点头, 宗主说得对, 陆长老他没毛病, 此刻, 姬浩月有些无语, 二长老平日里, 不是很聪明吗, 怎么此刻却如此糊涂, 这还能怀疑上陆明, 如果有问题的是陆明, 他唐武跑什么, 如果偷药材的是陆明, 制止的是唐武, 那唐武, 岂不是大功一剑, 就算将陆明打个半死, 依旧是大功一剑啊, 他需要跑, 神经病吗, 摆明了是唐武有问题啊, 二长老仍然觉得有些太过蹊跷, 但仔细一琢磨, 也的确是这么回事, 便拱手道, 宗主, 陆长老, 你们都误会了, 我不是怀疑陆长老, 只是此事太过巧合, 我有些疑惑罢了, 毕竟, 咱们浩月宗无论如何, 也是顶尖一流宗门, 对唐武也是不薄, 且他刚从浩月先府出来, 按理说, 不至于啊, 顾清云皱眉, 或许, 他本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本就是忘恩负义之辈, 听了这话, 陆明险些忍不住疯狂点头, 可不是咋爹, 那可是唐神王啊, 姬浩月也皱起眉头, 满脸疑惑, 想不通, 他们招人, 尤其是这等序列弟子, 自然是要做备条的, 如果备条有问题, 就会让他们立下道心誓言, 只有备条没问题, 才会正常培养, 唐武的备条没毛病, 过一个, 来历也清晰, 更没发现, 他与外宗之人有染, 浩月宗待他不薄, 按理说, 就算没有什么归属感, 也不敢叛宗才是吧, 这的确有些蹊跷, 恰在此时, 武长老急速赶来, 面色难堪至极, 宗主, 各位长老, 查出来了, 查出什么来了, 浩月仙府崩溃原因, 乃是因为仙府运转核心的仙晶, 被人取走, 经过对现场蛛丝马迹等一切细节的比对, 以及我询问圣子, 圣女等人之后的结论, 再结合我让他们立下的誓言来分析, 已然可以确定, 取走仙晶之人, 就是唐武, 那混账狼子野心, 入仙府, 根本不是冲着仙府之内的机缘, 而是一开始便想窃走仙晶, 什么? 顾清云大惊, 竟是如此, 二长老头皮发麻, 混账东西, 姬浩月怒骂, 如此, 一切便都明了了, 唐武那混账东西, 本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知晓浩月仙府之所以那般超然, 其本质便是仙晶, 因此, 他窃走仙晶, 在那之后, 他就已经注定要叛宗, 之所以班空灵要宝库, 不过是顺手而为, 想在离开之前, 多收刮一些我宗的资源, 只是, 未曾想到陆长老如此勤奋, 我宗上下都在喝酒庆祝时, 陆长老却在宝库内寻找何时药材, 二者碰面, 唐武的阴谋被撞破, 便恶向胆边生, 突然抱起偷袭陆长老, 若非陆长老有些手段, 必然已经惨死, 而我宗灵要宝库内的一切, 也进阶被他取走了, 甚至, 若非被陆长老撞破, 我等现在, 知道灵要宝库已然被他搬空, 而此刻的他, 也可趁乱逃离, 好一个唐武, 好你个唐武啊, 姬昊月在咆哮, 他确信自己已经探明真相, 不, 这必然就是真相,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可能吗? 原来如此, 顾清云怒骂, 唐武辞子, 简直不为人子, 生儿子没屁眼, 二长老, 姬昊月的推测, 合情合理, 应该的确是事情真相, 但二长老还是觉得, 哪里有点问题, 可一时之间, 却又说不上来, 反倒是更好奇另外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生女儿呢? 顾清云? 我他妈骂人哪, 你跟我在这嘻嘻哈哈, 玩这种文字游戏是吧? 他怒道, 那就一个眼都没有, 二长老, 那还是女儿吗? 顾清云? 姬昊月怒骂, 你管他是男士女, 有没有眼? 他唐武胆敢行如此混账之事, 莫非还想活下去, 甚至传宗接待不成? 众长老纷纷点头, 宗主所言有理, 陆明? 不是, 你们这关注点, 有点蛙呀? 对了, 姬昊月突然探到, 昊月仙府可还有救? 已经没救了, 五长老苦笑连连, 若是提前发现, 并且在半个时辰内, 用大量上品临时填入其中, 短时间内或许还不会崩溃, 如果在那段时间内, 我们能找来另外一块仙经, 还有七八成概率, 将昊月仙府重新稳住, 并继续当作本宗第一秘境, 但如今, 已然彻底崩溃, 沦为废墟, 甚至那一方空间都在坍塌了, 神仙难救, 从今往后, 我们昊月宗将不再有昊月仙府, 我宗秘境数量, 也要减少一个了, 好啊, 好得很, 积昊月气得直哆嗦, 马得, 昊月仙府那可是昊月宗第一秘境, 其内机缘众多不谈, 拿仙经更是价值惊人, 最关键的是, 我们历代宗主都舍不得碰他, 你他骂一个唐武, 竟然敢将之窃走, 灵药损失, 如何? 他看向二长老, 后者顿时面色一垮, 如您所见, 什么都没了, 而如今灵药宝库内的灵药, 几乎是我宗百年积累, 要将之恢复如初, 至少需要百年光景, 甚至, 甚至, 其中那些珍稀药材, 莫说是百年, 就是千年, 都未必能将之补齐, 毕竟有些药材, 早已绝迹了, 算是孤品, 最, 最重要的是, 说, 最重要的是, 没了这些药材, 陆长老恋丹, 恐怕也会受到影响, 我操, 积昊月与众长老反应过来, 心中顿时一声卧槽, 而后在心中不断骂娘, 刚才他们太过生气, 还没想到这一茬, 此刻被点醒, 才发现问题严重性, 所以, 现在的情况是, 昊月仙府没了, 灵药宝库被搬空, 甚至就连即将到手的高品质丹药, 也是变成主书的鸭子, 飞走了, 唐武, 我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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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心好心好心好, 唐武, 你不是人, 贼子, 活该断子绝孙, 我定要让其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长老们咆哮着, 方才, 他们还不断克制自己, 甚至告诉自己, 要讲文明, 有礼貌, 更不能让陆明看了笑话, 且他们觉着, 顾清云和姬浩月等人太激进了, 怎么能随便骂人呢, 有失身份, 还是要像我们一样保守些为好, 但此刻, 保守派认为激进派骂的太过保守, 让特么我来教教你们该怎么骂人, 一群大佬, 纷纷开喷, 让陆明大开眼界, 直护长见识了, 够了, 最终, 还是姬浩月最先冷静下来, 怒道, 宗内不可一日没有灵药资源, 二长老, 你来负责此事, 先将宗内所有满足年份, 可堪用的灵药, 进阶收回来, 放入宝库之内, 三长老, 你带上一些原石, 去往各大商城, 收购所需要材, 具体需要, 哪些药材, 待陆长老恢复之后, 你与他商议, 是, 宗主, 两位长老应下, 二长老却是忍不住小声嘀咕道, 只是, 我有些好奇, 其他修行类, 或是特殊辅助类灵药, 那唐武, 取走也就罢了, 为何连那些乱七八糟的灵药, 他也不放过, 乱七八糟? 顾青云好奇, 什么乱七八糟, 就是比较鸡肋的灵药, 譬如, 有一株阴阳和和花, 这名儿, 可不太正经啊, 是不太正经, 因为这要只有一个效果, 那便是让兽类发情, 公母通用, 与人而言, 屁用没有, 也唯有御寿宗喜欢, 觉得是最好的东西, 我一直留着他, 就是想再掉一掉御寿宗, 日后卖个高价, 但对唐武而言, 他自然不敢去与御寿宗交易, 拿着阴阳和和花作圣, 完全是浪费时间, 还会让自己被抓的几率提高, 这就很是奇怪, 还有黑玉断魂草, 以及, 这些, 都是乱七八糟的灵药, 属于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甚至稍不注意, 都有可能将把自己玩死, 他是得多彪啊, 都准备逃命了, 还将这些东西收走, 顾清云听得也有些奇怪, 不由道, 有没有可能, 他也想养点灵兽, 妖兽之类的, 毕竟, 他有一种手段是兔子, 还是我宗原序列弟子小山的神魂, 如此一来, 那阴阳和和花, 便有用武之地了, 这, 二长老, 鲜些一口喷出来, 你这理由是认真的吗? 我靠, 不是, 大长老你有所不知, 这些灵药不但鸡肋, 还很不好处理, 稍有不慎, 便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他何必呢? 这, 顾清云迟疑, 其余长老也是陷入沉思, 就在此时, 陆明轻飘飘举手,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不认识, 众人一愣, 陆明接着道, 二长老方才也说了, 那些灵药太过冷门与邪性, 既然如此, 普通修士, 且是不通丹道的修士, 不了解, 不认识, 也不奇怪吧, 啪, 吉浩月大手一拍, 定然就是如此,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冷门与邪性, 甚至不知晓, 那些到底是什么灵药, 反正在他看来, 宝库内的, 定然都是好东西, 有静止, 姐姐守护的灵药, 更是重宝, 既然是重宝, 自然是要全部收走, 二长老, 你莫要疑神疑鬼, 就是那唐武干的, 二长老尴尬, 宗主, 我并非是疑神疑鬼, 也没有说不是唐武那混账干的, 只是方才一时好奇, 毕竟那些灵药, 莫要废话, 吉浩月冷哼道, 如今真相已经明了, 莫要再浪费半点时间, 立刻按本宗主所说的做, 大长老, 你立刻通知本宗强者, 同时招告天下, 通缉, 追杀叛徒唐武, 是, 宗主, 老夫立刻去办, 唐武必死无疑, 大长老顾清云抱拳, 立刻去办事, 随即, 又进行诸多细致安排后, 吉浩月长叹一声, 来到陆明身边, 带着歉意道, 陆长老, 本宗主惭愧啊, 你刚入宗不久, 便遭遇如此混账事, 让你看笑话了, 陆明摇头, 也是叹道, 宗主, 这不怪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 只是, 谁又能想到, 唐武竟然如此狼子野心, 这已然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了, 这简直是, 吉浩月点头, 是畜生, 不过陆长老你放心, 此事, 我定然给你个交代, 我会让人, 莫要将唐武击杀, 而是将他完整带回来, 到那时, 我让他跪在你面前, 任你发落, 报仇, 这, 就不必了吧, 陆明摇头, 带回来太过麻烦, 且容易产生变故, 依我之见, 若是有机会, 还是直接杀了为好, 免得再度给咱们浩月宗, 带来什么损失, 吉浩月顿时感动不已, 惭愧, 惭愧呀, 陆长老你遭遇如此劫难, 却还处处为我宗着想, 我实在是, 唉, 陆长老, 你暂且回去疗伤, 切莫着急出关, 炼丹之事, 暂且无需着急, 至于拿唐武, 你放心, 我定然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我自然是相信宗主的, 那就暂且回去疗伤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嗑药, 以及数位长老相助, 几乎惨死的陆明, 伤势总算稳住了, 剩下的, 慢慢调理就好, 陆明起身离去, 至于所谓的丹药, 不用着急, 你们倒是想着急, 但你们急得过来吗? 药材都没了, 还能咋办? 总不能让长老们自掏腰包, 先凑一些出来吧, 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次自己是赚大了, 还要多谢唐神王啊, 陆明也没想到会是这种局面, 原本他只是想着顺点灵药, 先收点利息, 结果, 好家伙, 唐神王也来了, 让自己趁机干了票打的, 甚至还能借此机会偷懒, 不炼药, 妙啊, 只是, 唐神王啊唐神王, 不知道当你发现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之后, 会是哪种表情, 肯定十分精彩, 至于折磨唐神王, 他却是没这种想法, 好歹唐神王也是个主角模板, 虽然其本尊或许只是个下水道, 但在先武大陆的唐神王显然已经变异了, 更狠, 更无耻, 更不是个东西, 也更强, 主角模板都有光环加持, 若是能杀的时候不杀, 还想着慢慢折磨, 万一出现什么变故, 也不好处理, 再则, 这种因果, 入名不想要, 而且, 昊月宗想杀唐武, 也没那么容易, 主角模板哪有那么好杀的, 搞不好就会成为宋经验的, 反倒是帮助唐神王成长了, 不过对我而言, 这倒是也无所谓, 甚至, 我应该开心才是, 毕竟, 一边跟我是仇人, 一边是我敬而远之的存在, 他们干起来, 乐, 乐见齐成就对了, 当日, 昊月宗便满怀怒火, 昭告天下, 昊月宗通缉令, 我宗叛徒唐武, 对宗门培养恩将仇报, 摧毁我宗秘境, 将我宗灵药, 宝库一扫而空, 种种行为, 堪称忘恩负义, 十恶不赦, 我宗必诛之, 特此发布通缉令, 提供他唐武藏身之地者, 一旦确认消息属实, 我宗将奉上原始百万, 能将其斩杀, 带回其尸体, 神魂碎片者, 我宗将原始千万, 但若是与其蛇鼠一窝, 胆敢助其一臂之力, 帮其藏身者, 我宗将视为仇敌, 不死不休。 消息发出, 很快便堪称传遍西南狱, 甚至还在不断向其他几余蔓延, 一处小城之中, 隐匿身形的唐武接到消息, 也从旁人的议论声中听到了消息, 不由眉头皱起, 面上满是怒涩, 岂有此脸, 竟然发布通缉令? 昊月宗难道便不怕施了颜面吗? 被自家弟子端了秘境与宝库, 何其丢人之? 这种情形之下, 难道不应该自己暗中追杀于我? 他很恼怒, 自己都已经做好被追杀的准备了, 结果你告诉我, 你们不但要自己偷偷追杀, 还昭告天下, 让全天下一起追杀我, 而且甚至连我端了宝库之事, 都如实相告, 这是想让那些别有用心的贪婪之辈, 也疯狂追杀于我吗? 岂有此脸? 昊月宗, 竟如此不堪, 他非常不爽, 奈何? 行事比人强, 此时此刻, 除了骂娘, 什么也办不到。 义父, 你醒了吗义父? 他有些慌, 想要找自己义父商议, 奈何不断呼唤, 都没有回应, 也没有任何波动, 他只能无奈确认, 自己义父真沉睡了。 唉, 一转眼, 他又记恨上昊月宗来, 什么叫我端了整个灵药宝库? 我分明只是, 拿了些普通货色, 好东西, 都在陆明那王八蛋手中, 甚至就连这些普通货色, 也是大部分在那王八蛋手里, 凭什么都怪到我头上? 唐吾很是不服, 是, 我是干崩了昊月仙府, 这事我承认, 我也不会反驳, 甚至, 你们说我洗劫灵药宝库, 我也毫无反应, 因为我真这么干了, 可是, 我特忙冒着这么大风险, 几乎被你们弄死, 结果也只是, 拿了点普通货色, 你们却说我将宝库洗劫一空, 使盆子整个扣我头上,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唉, 罢了罢了, 虽然我有千般不愿, 万般不爽, 如今之计, 却也只能是从长计议, 不然, 还能怎么办? 难道打伤昊月宗, 证明自己清白? 又不是没死过? 对了, 这些灵药虽然都是普通货色, 但能进宝库的普通货色, 也都是好东西, 其内应当有不少, 可以滋养神魂的灵药才是, 义父沉睡, 是神魂力量, 消耗过大, 只要我能将其神魂补全, 便可让他醒来, 之后遇到事, 也有个人商议, 有危险, 也可以让义父先上, 嗯, 说干就干, 唐武当即拿起储物袋, 神石注入其中, 正要打开, 面色却猛然一变, 不对, 这, 为何没有共鸣之感, 这储物袋的气息, 太过陌生了, 这不是我的储物袋, 他猛然反应过来, 神色大变, 连忙将其打开, 然后, 彻底呆滞了, 险些一头栽倒, 我, 我灵药呢, 我宝物呢, 我他妈舍生忘死, 足足计划了数年, 最后拼死才弄到手的宝物, 和灵药去哪了, 还有仙晶, 那他妈是我最重要的宝物啊, 哪去了, 为何全都是石头, 唐武麻了, 自己储物袋里, 不应该满满都是宝物和灵药, 最中间区域, 更是散散发光的仙晶吗, 为何全都变成了石头, 难道, 我在做梦, 这, 这种不可能啊, 这, 虽然, 李智告诉他, 这是事实, 但他全然不愿相信, 这不可能是事实, 宝物不可能变成石头, 还有仙晶, 那可是, 能让自己一路吸收, 成长到第八境, 都未必能吸完的超级重宝, 结果现在全都变成了石头, 我不信, 我他妈不信啊, 唐武面色猙獰, 机遇抓狂, 他不断告诉自己, 这是做梦, 这是心魔, 可当他进行过, 近乎一切尝试和调整之后, 却不得不承认, 这他妈就是事实, 宝物, 没了, 灵药, 没了, 仙晶, 也他妈没了, 甚至, 没说是这些东西, 就是自己之前搜集的所有东西, 只要是放在厨物袋里的, 全都没了, 浑身上下, 甚至掏不出哪怕一块原石来, 他呆愣在原地, 两久, 两久, 突然, 唐武反应过来, 是陆明那混账, 他牙都要咬碎了, 想到自己与陆明动手时, 陆明消失了一瞬间, 而自己腰间猛然一清, 当时我还以为他要改自己腰子, 或是给自己腰子来一刀, 结果, 才发现并没有, 那时候匆忙, 没有仔细检查, 发现自己没受伤, 便没注意, 谁知道, 陆明那混账王八蛋, 根本就不是想打伤自己, 而是想要, 偷自己的储物袋, 而且, 他得手了, 甚至为了不让自己, 立刻发现, 还特意给自己, 重新挂了个装满石头的储物袋, 在腰上, 而自己当时, 一边要大战, 一边还要注意, 姬浩岳等人的动静, 根本没法一心三用, 也正因为如此, 才直到此刻, 才发现, 但到了此刻, 却已然是, 一切都为时已晚, 拿不回来了, 所以, 他妈的, 郭, 我背了, 好处, 全让陆明那王八蛋得了, 岂有此理, 嘎嘣, 唐武浑身紧绷, 力道之大, 将人家客栈的八仙桌, 都捏碎了, 好好好, 好你个陆明啊, 如此奸诈狡猾, 如此不识人, 如此欺负本神王, 你给本神王等着, 早晚有一日, 本神王要让你生不如死,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气啊, 原本觉着, 自己得了一小半东西, 还要背负, 班空宝库的骂名, 就已经够离谱, 非常不满意了, 结果现在你告诉我, 我他妈陪的夫人又折兵, 不单单灵要没了, 之前, 挑选的法宝也没了, 甚至就连仙金, 也他妈被偷走, 乃至于, 自己之前的所有收藏都, 亏得连底裤都他妈, 都不见了, 结果, 我还要反过来, 背这么大一口黑过,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那王八蛋陆明为何这么狗, 他还是人骂他, 唐武好气啊, 甚至想哭, 从小到大就没吃过这么大亏, 没受过这么大委屈, 而且, 以前受了委屈, 好歹有义父帮自己撑腰, 结果现在, 义父也沉睡了, 想将他唤醒都没灵药, 只能自己憋着, 好, 好难受啊, 此刻, 唐武心中就两个想法, 一, 我怎么这么倒霉, 二, 陆明为什么这么狗, 他甚至想直接站出来, 说清楚事实, 俗称, 想报警, 奈何, 如今却是黄泥巴, 揣进裤裆里, 还坐了一屁股, 不是屎, 也是屎了, 就算站出去说, 昊月宗也不会信, 反倒是会第一时间弄死自己, 这, 这可如何是好,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心态崩盘之下, 唐武慌了, 慌得要死, 全然不知, 该如何是好, 也没个人商量, 又考虑到这里并不安全, 且周遭谈论, 自己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自己有伪装, 但若是被人认出来, 可就太过麻烦了, 不行, 得赶紧走, 气归气, 但却还是活命要紧, 他起身, 正要离去, 却被电小二拦下, 小二倒也不强, 只是第二劲而已, 可职责使然, 再则, 客栈内也不是没有强者, 自然无惧, 这位客观, 电小二笑道, 您吃好了, 唐武面色微变, 还以为是被认出来了, 直到听到对方话语, 才略微放松, 随即, 故意嘶哑着声音回应, 嗯, 他有些好奇, 我吃好了, 你拦着我做肾, 拦不成要问我好不好吃, 提点意见不成, 那就好, 客观, 您点的菜, 都是上好的零售肉, 甚至还有药膳, 有零酒, 所以, 成会一百零二块原石, 零头边不收了, 您给一百就成, 至于小费, 您看着点, 电小二笑容灿烂, 态度也让人挑不出毛病, 但唐武却是面色一白, 他承认, 自己今天的确是吃得好了点, 点的都是硬菜, 毕竟, 在之前, 他一直以为自己这波赚大了, 既然赚大了, 自然就要吃点好的, 可问题在于, 自己现在一块原石都没有, 这钱, 怎么付, 怎么拿得出来啊, 不给钱, 这里好歹是一座小城, 除非自己瞬间将所有人全部杀光, 否则, 马德, 没办法, 唐武只能认栽, 黑着脸道, 我倒是忘了, 原石已然花光, 不剩下多少了, 你看这储物袋如何, 应当, 也值个一百来块原石, 多余的, 便当是小费了, 他很郁闷, 但莫得选, 同时, 也不愿看到这该死的储物袋, 装得全他妈是石头, 储物袋, 电小二接过储物袋, 露出差一只色, 随即, 目光悠悠变化, 唐武脸上有些挂不住, 总感觉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目光如针一般扎人, 转身便走, 却又被电小二拦下, 客观, 不够, 什么? 唐武皱眉, 眼见众人已经开始指指点点, 他很是恼怒, 储物袋试价便是一百元时往上, 凭什么不够? 你这小儿, 也不要太过贪心, 小费还想要多少不成? 电小二却是不卑不亢, 道, 客观您说笑了, 小费本就是自愿, 您大方就多给, 小气呢, 不给, 也是没关系的, 我们做小二的, 哪里敢多说什么? 那你在狗叫什么不够? 可是, 我说的不够, 不是小费, 而是方才客观, 你将这白玉八仙桌捏碎了, 这可是上好的白玉八仙桌, 一张得五百元时呢, 客观您得赔啊, 客观您得赔啊, 我, 唐武反应过来, 那时自己才刚发现储物袋被调包, 盛怒之下, 难以自拔, 不由自主, 不受控制, 不, 总之, 的确是将那八仙桌给捏碎了, 其尸体, 都还躺在那儿呢, 按理说, 赔钱, 是理所应当, 天经地义, 可是, 自己没钱啊, 这他妈, 周遭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哪怕不用看, 唐武都知道, 这些人, 都是在看自己的热闹, 因此, 全都寂静无声了, 这种感觉, 实在是, 他面色战红, 殿小二, 却也是个聪明人, 且明事理, 见他如此, 不由轻笑道, 客观, 或许你之前, 将原石, 进阶买了其他物件, 暂时缺零石, 但这不打紧, 本客战, 向来非常灵活, 也正因如此, 才能得到大家赏脸, 给几分薄面, 时常前来, 因此, 客观, 你若是还有其他物件, 也可拿出来抵债, 当然, 价值不合适, 也没关系, 多退少补吗? 本客战向来公道, 殿小二的话字字在里, 其目光, 也是上上下下, 打量着唐武, 最终, 在其手上的戒指, 略作停留, 但在唐武厅来, 却是格外刺耳, 扑, 有顾客, 忍不住笑出声来, 唐武厅的眉头直跳, 怒火中烧, 出来混的, 不都为了面吗? 也就是此刻, 他并非本来面目, 否则, 如此丢人的情况下, 怕是已然忍不住, 抱起伤人了, 同时, 他恶狠狠瞪了殿小二一眼, 心中悔恨, 这戒指, 乃是兵皇藏身之所, 也是储物件, 而且还是, 自己的第一个储物装备, 以往, 他是将自身所有物品, 都存于储物戒指中的, 但由于, 之前兵皇的质疑, 让唐武确信, 兵皇已然有些怀疑自己了, 且他不确信, 兵皇是否还有其他能力, 毕竟身为气灵, 万一偷点自己的东西, 是吧? 因此, 他在入耗月先府之前, 才特地整了个储物袋, 并将所有东西, 全部转移到储物袋内, 对兵皇的说辞是, 到时候必然会有大战, 全脚无眼, 兵皇还要帮忙, 万一打坏了, 岂不是太亏? 实则, 怕的却是兵皇将仙金给偷了, 又不想让兵皇怀疑自己是这个目的, 所以提前转移所有东西, 如此一来, 不就全然无惧了吗? 谁知, 储物袋被陆明那混蛋给偷了, 从而导致自己此刻如此尴尬, 简直是, 此刻自己该如何是好, 将戒指交出去, 那却是万万不可的, 其他法宝, 一旦拿出来, 便会暴露自己唐武的身份, 到那时, 岂不是危险了? 冲杀出去? 目前看来, 似乎也只有如此了, 吃霸王餐也好, 滥杀无辜也罢, 好在我如今并非是唐武的身份, 如此, 丢的, 也并非是我的脸。 呵呵呵, 就在唐武即将下定决心之时, 却听又有人冷笑连连, 唐武何曾受过这种气? 当即扭头, 怒目而视, 你笑什么? 什么笑什么? 那人扑斥一声, 管天管地, 你还管人说笑放屁? 我笑我的, 与你何干? 唐武, 他又看向最开始嘲笑那人, 你又在笑什么? 我想起高兴的事情, 对方一本正经, 但嘴角与眉宇之间却在疯狂颤抖, 显然是憋得极为难受。 唐武面色渐冷, 想起高兴的事情? 你以为我会信你? 他追问, 什么高兴的事情? 我小妾生孩子了, 扑吃, 方才呵呵冷笑之人一个没忍住, 喷出一口茶水, 随即连忙控制表情, 但两人都憋得厉害, 肩膀不断颤抖, 那嘴角, 无比难压。 你又笑什么? 我也高兴的事情, 你小妾, 也生孩子了? 唐武气得直哆嗦, 脸色, 已然是漆黑一片。 啊, 对对对, 对方强压笑意, 你们的小妾, 唐武, 若有所思, 是同一个人? 啊, 对对对, 不, 不是, 是同一天生孩子, 那人反应过来, 连忙改口, 唐武恍然大悟, 笑了, 哦, 原来如此, 碰, 他突然抱起, 直奔两人而去, 目中凶光毕露, 毫不掩饰自己喷涌而出的杀意, 岂有此理, 你们两个混账, 分明一直在笑我, 都没停过, 当本神王是蠢货不成, 给本神王死来, 他抱起出手, 原本, 他还想着吃个霸王餐, 此事, 便就这么算了, 但此刻转念一想, 吃什么霸王餐, 太没出现, 反正这两个王八蛋, 一直在嘲笑自己, 自己又何必给他们面子, 直接将他们弄死, 夺下他们的一切, 如此一来, 居居三百元时, 莫非还不够不成, 也免得传出去, 自己吃霸王餐, 不好听, 死了, 他杀意逼人, 岂有此理, 两人惊怒交加, 城内, 你也敢动手, 区区小城, 能奈本神王和? 唐武, 总算是站起来了, 虽然与主角母版, 与爵士天骄相比, 之前一直被虐, 被人踩在脚下, 但在这小城之内, 他找回自信, 彻底站直, 哄, 一拳一个, 两个修士直接被打爆, 除物带落于其手, 甚至, 他还特地控制战斗余波, 除那两人之外, 没伤其他人一分一毫, 也没再打碎客栈半点东西, 否则, 还得赔钱, 咱唐神王还是要面的, 三百元时, 给, 唐神王交出元时, 大摇大摆离去, 只剩下客栈中人惊惧不已, 殿小二几乎吓尿, 这才发现, 自己已在鬼门关走过一遭, 小城管理者也不敢露面, 唐武方才所爆发的气息, 让他都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阻拦, 城主大人, 方才有人动手, 违背了规矩, 您为何? 废话, 你给本城主滚, 一脚踢飞, 前来汇报之人, 城主恼怒, 规矩? 规矩是人定的? 你想让老子死是吧? 只是, 那人这般实力, 却在这小城之中露面, 甚至还, 他眼珠子一转, 而且, 这气息, 倒是有些熟悉之感, 似乎与我年轻时, 见过那位浩月宗亲传弟子的气息, 一般无二, 莫非, 是浩月宗之人? 不对, 浩月宗之人是要颜面的, 更不可能因为没钱, 而做出如此丢人现眼之事, 二者结合, 如此说来, 他双目放光, 来人, 你去给本城主, 远远跟着那小子, 我? 对方妈了, 马德, 你都不敢出手, 你让我去, 你不去, 我现在就一掌拍死你, 见手下人瑟瑟发抖离去, 这位城主立马出去传音御符, 对, 是我, 我有重要消息, 我, 好像发现浩月宗叛徒唐武的踪迹了, 不敢完全确定, 但却时有八九, 是是是, 我已经派人跟着, 但我实力低微, 我所派遣之人应当也很难得手, 所以, 还请尽快前来, 有人跟踪本神王, 找死, 离去不久, 唐武发现有人始终远远跟着自己, 虽然也在掩饰, 偶尔会做点小事, 但实则, 却一直离自己不远不近, 显然是在跟踪自己, 哼, 区区第三镜也敢跟踪本神王, 找死, 他一个闪身, 很快便出现在对方面前, 你在找我, 唐武面无表情, 对方几乎被吓尿, 但却还是强装镇定, 前辈, 您是, 你伪装的还不错, 但你额头的冷汗, 未免太多了些, 不好, 暴露了, 那人大惊失色, 转身就跑, 但巨大的实力差距之下, 一切都是徒劳, 唐武远远轰出一拳, 便将其轰杀的连扎都不剩, 啪啪, 唐武轻轻拍手, 嘴角挂起一抹微笑, 不错, 不错, 如今, 本神王总算是足够强横了, 吕智才, 萧玲, 剑子, 龙傲天, 本神王会来找你们的, 并且, 会将当初的羞辱, 十倍, 百倍, 千倍奉还, 此刻, 他终于恢复自信, 认为雨过天晴了, 青州已过万重山, 自己, 终将展现神王本色, 打出属于自己的绝世风采, 绝世天骄堂舞, 正式上号, 哼, 一声冷声, 隐藏着些许骄傲自得, 但随即, 他面色微变, 不对, 这蝼蚁不过区区第三镜, 哪来的狗胆, 胆胆跟踪自己, 除非是受人指使, 且, 有人发现了本神王的身份, 可这是为何? 本神王分明隐藏得极好, 他有些不敢置信, 但却也不敢在此刻多呆, 连忙拔腿跑路, 只是, 没跑出一步, 他对陆明的恨意, 便又加深了几分, 北玉, 锦衣卫总部, 秦宇左手把玩着流星泪, 右手, 却是捏着一把小巧玉剑把玩, 有意思, 当真是有意思, 这几年来, 他兢兢业业抱着万物星辰变每日研读, 同时, 也在拼尽全力自创星辰变, 甚至, 还要不断发展锦衣卫这个情报组织, 好在, 秦宇从小便习惯了拼, 所以, 他成功坚持下来, 如今, 自身肉体比以往更强, 仅凭肉身之力都可占第七境, 修为也已入第六境, 星辰变自创到第三重, 靠自身修为不用肉身之力同样可占第七境, 二者相加, 哪怕是在第七境大能之中也不算弱了, 实力提升, 精力更多, 效率更高, 这也就导致在主导情报事宜, 自创星辰变, 修炼之余, 他也能有些许空闲时间, 前两日乃是其父王生日, 他让手下收集一些重宝作为礼物, 机缘巧合之下, 手下, 却是献上了这样一把玉剑, 玉剑太小巧了, 通体不过两寸长, 但,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一把真剑, 该有的他都有, 不该有的, 他没有, 由不知名白玉制成, 哪怕是秦宇都无法看出具体材质, 最关键的是, 嘎吱, 嘎吱, 秦宇用力, 哪怕是将肉身之力施展到极致, 可商帝七境大能的距离, 此刻, 竟是难伤其分猴, 但用神识去探索也好, 用肉眼去看也罢, 这小巧玉剑, 又都没有任何奇特之处, 宛若就是一个普通孩童玩具, 这一件, 秦宇收了力气, 不由看向流星类, 此物, 与师尊故事中所写的流星类, 虽然外表有些区别, 但功效, 却是近乎一般无二, 我还不知其来历, 是否真是来自生命女神, 但想来, 应当是大差不差, 想到这里, 他不由感慨万分, 师尊他, 究竟是何方神圣, 预知未来, 并以画本的形式告诉自己, 甚至其中还隐藏着星辰变这等逆天功法, 而且, 若是自己没猜错的话, 师父对于未来的预知, 又一次应验了, 这预见, 若是我没猜错, 便是进入九剑仙斧的九把预见之一, 换言之, 九剑仙斧即将现世了, 他微微沉吟, 随即, 洒脱一笑, 若是如此, 我却是必然要去凑这个热闹的, 毕竟, 师尊故事中都那般写了, 何况, 就算没有师尊的指点, 我也不会错过, 变强的机会近在眼前, 我怎么可能会错过, 何况, 九剑仙斧只是开胃菜, 真正的重宝, 在逆央境, 此刻, 秦宇不由回想起, 万物星辰变中, 与九剑仙斧有关的部分, 随即, 面色有些古怪, 逆央先帝, 则, 该不会, 高高在上的仙剑, 真有一位如此倒霉的先帝吧, 才到一只独虫而亡, 不过, 现在我倒是无法确定, 但却可以密切关注相关消息, 若是真有什么九剑仙斧, 以及类似存在现实, 且这小巧玉剑便是钥匙, 那便基本可以认为, 八九不离十了, 得到, 万物星辰变, 也已经有数年, 数年研究, 晴宇已然可以确定, 万物星辰变, 与自己的经历, 并非实诚实的相同, 还是有些区别的, 但区别大多是细节, 大事方面, 有个一两成, 最多三成区别, 便是顶天了, 换言之, 自己完全可以将万物星辰变, 当作洁净来用, 当作答案来抄, 虽然不可尽兴, 但只要保持警惕, 并能抵挡一切意外, 那自己就是开了挂, 挂在手, 天下我有, 副统领, 晴宇轻声低语, 一道身影顿时出现, 单膝跪地, 统领大人, 传令下去, 锦衣卫所属, 无论是统领, 队长, 签护, 乃至普通成员, 最近都给我关注秘境出世的消息, 尤其是九剑仙服, 或是与剑有关的仙服, 是, 统领, 副统领退去, 晴宇却是并未闲着, 而是取出一块传音御符, 联系林凡, 师尊, 晴宇, 林凡把玩着传音御符, 晴宇这个徒弟, 一直很让人省心, 若无要紧事, 应当不会联系我才是, 莫非, 属于他的某个副本, 开启了, 对晴宇这个徒弟, 林凡很满意, 或许是从小经历的缘故, 让他懂事很早, 且很是自主, 一般小事, 他自己便能处理, 这几年来, 锦衣卫在其手中发展极好, 北域大事小事, 几乎都瞒不过锦衣卫耳目, 西南域的锦衣卫, 也在迅猛发展, 如唐武叛宗之事, 就算自己本尊不知道, 锦衣卫也能在第一时间知晓并传回来, 甚至, 其他几域, 锦衣卫的雏形也都已经初步组建了, 如东域, 都已经传回与丽妃语和季初童有关的一些消息, 虽然只是只言片语, 但他们可是一直都在隐匿行踪, 这足以展现出锦衣卫发展极好, 或许, 如今整个仙武大陆, 唯一还没有锦衣卫涉足的区域便是中州了, 那地方太过繁荣, 也太乱, 小妖在其中立足, 很不简单, 有句老话说得好, 要进中州混, 哪怕是一条狗, 都得查组上三代, 虽然有些夸张, 但事实也差不了多少, 因此, 进驻中州之事, 暂且急不得, 乖徒儿, 你倒是很少联系维师, 林凡笑道, 恰好, 揽月宗最近发展还不错, 有些收入, 我之后派人带给你, 当作锦衣卫发展经费, 还有一些秘书, 还算不错, 维师也一并带给你, 若是感兴趣, 你可自行修炼, 不感兴趣, 则销毁便是, 这些时间, 本尊那边闭关的时候, 一直都在创法, 如结合八九玄弓, 与千遍万化之术, 林凡搞出来个 契合先武大陆版本的72遍, 还有杭自密初创成功, 虽然只有第一层次, 但也可让人的速度大大提升了, 比之三千雷洞还要快出一大截, 至于后续, 则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万事开头难, 只要开了这个好头, 日后便不会太过麻烦, 一切都在稳中向好, 还有一些攻击, 防御类秘书, 甚至, 林凡还发现, 自己终于可以共享鸭鸭的天赋与战力了, 而这个发现, 让他极为吃惊, 首先, 这代表鸭鸭已然拥有上品以上天赋, 其次, 是鸭鸭的修为有些惊人, 已入第六境, 但从修为而言, 已然不弱于萧灵儿, 最惊人的是, 鸭鸭的技能, 多得有些离谱, 且很强, 一念花开, 君灵天下, 他已草创, 唯我独尊术, 他已草创, 大道宝平, 万化灵觉, 非仙觉, 都已草创, 要说完整版, 那是扯犊子, 毕竟这些, 都堪称神术, 一个比一个猛, 完整版那是属于先王乃至先帝层次, 强到离谱, 如今第六境的鸭鸭, 能草创就已经是堪称逆天了, 若是能搞出完整版来, 他直接就能立地无敌, 都没有其他主角模板什么事, 龙傲娇都要被他打爆, 当然, 没有这种可能, 哪怕林凡再期待, 再看好鸭鸭, 也明白, 绝无这种可能, 只是, 如今的鸭鸭虽强, 但林凡最担心的, 却依旧是他, 不是年龄, 而是他的成长方式, 与其他弟子都不同, 注定会惹到诸多仇家, 而且, 仇家会越来越强, 毕竟, 就是狠人女帝自己, 都曾有那般惨烈遭遇, 且活出好几世来, 林凡倒是不担心, 鸭鸭活不出第二世, 但, 若是不用经历那些痛苦, 自然更好, 说到底, 林凡是个护短的性格, 没那个条件, 也就罢了, 若是有那个条件, 有那个能力, 干嘛还要吃苦, 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在林凡看来, 那不过是没有办法, 避不开那些苦难, 所以, 以此来安慰自己罢了, 他很喜欢于华的一句话, 永远不要相信, 苦难是值得的, 苦难就是苦难, 苦难不会带来成功, 苦难不值得追求, 磨练意志, 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 因此, 他担心鸭鸭在外面受苦, 奈何, 自己与懒月宗目前实力都不够, 鸭鸭自己也只能一同努力, 哎, 我这算不算是, 有点追求完美的性格, 林凡笑了笑, 说来缓慢, 实则, 却不过是瞬息之间, 其语回道, 多谢师尊关心, 弟子此番联系师尊, 倒不是为了这些, 而是, 首先要多谢师尊指点迷经, 如今, 弟子已然彻底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若非师尊, 弟子恐怕永远也没有如今的成就, 林凡哑然失笑, 命运, 说不准的, 他没好意思说, 你既然是主角母版, 就算我不指点, 你依旧能起飞, 只是, 路不同, 经历也会不同, 当然, 遇到我, 看完, 万物星辰变, 你便相当于开卷考试, 拿着完美攻略去通关, 好处, 也是很明显的, 何况, 这也是你自己的努力与天赋, 师尊太谦虚了, 分明全是因为您的指点, 秦宇吹捧着林凡, 随后, 道明今日联系意图, 师尊, 我得到一个流星类, 还得到一把小巧遇见, 哦, 林凡瞬间反应过来, 暗自诧异的同时, 也在心中默默吐槽, 神特么流星类, 小巧遇见, 母版归母版, 也没必要如此相似吧, 正吐槽呢, 秦宇又道, 流星类是我根据故事中所写, 自己起的名字, 至于这小巧遇见, 弟子在想, 是否会与九剑仙府有关, 林凡本想说不知道, 但画到嘴边, 他眼珠子一转, 不对, 秦宇不会是在试探自己吧, 毕竟, 如此相似的经历和物件, 若自己是秦宇, 也必然会怀疑, 你提前好几年写出来的故事, 都已经预料到这一切, 那你能不知道后续发展, 所以, 他莫非是想让自己剧透, 这该怎么回, 说不知道, 还是胡周, 都不对, 不符合自己这种高深莫测的人设, 林凡无奈, 其实, 他不喜欢装这种神秘逼, 但没办法, 他非装不可, 不装, 怎么解释, 自己能把他们的经历, 写得明明白白, 甚至预料其终生成就, 这不是扯毒子吗, 总不能来一句, 摊牌了, 我不装了, 我就是个现代游戏, UP主, 知道这些, 是因为我, 看过网络小说, 你问什么是网络小说, 就是一群脑洞大开的普通人, 自己瞎编的故事, 绝对不行, 所以, 只能继续装, 林凡唏嘘, 连语气都变得缥缈了, 原法原法, 谁也说不准, 未来如何, 虽是命中注定, 却也并非是一成不变, 结果, 终究要靠你, 自己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 秦宇文言, 心头猛跳, 格外警惕, 死, 师尊的意思是, 他反应过来, 暗道不该, 是了, 我因为看过, 万物星辰变, 便认为, 一切尽在掌控, 甚至有一种小觑所有人, 哪怕真进入九剑仙府, 也必然能轻松成为最终赢家的想法, 可未来从来不是一成不变, 任何细节的改变, 都有可能带来巨变, 我若是太过大意, 很可能阴沟里翻船,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可如此, 我绝对不能有半点大意, 必须慎之诱慎, 师尊有此一言, 必然是看出了我的想法, 故而出言提醒, 让我一步一个脚印, 谨慎而不畏惧, 多谢师尊指点, 他恭恭敬敬回应, 临凡听后, 自顾自摇头, 暗暗嘀咕道, 得, 又装了个逼, 但无语的是,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他自己挠不了些什么, 得, 有始有终, 再装一波吧, 他悠悠道, 为师送赠你一句话, 弟子定当铭记于心, 勤语大喜, 临凡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空灵, 这才道, 我本凡尘, 却也心向天空, 怀敬畏之心, 行无畏之事, 勤语铭记, 而后念叨着, 一遍又一遍, 越念, 越觉得收获颇丰, 越念越觉得此言不凡, 多谢师尊次言, 弟子悟了, 揽月宫内, 临凡翻起白眼, 悟了, 悟出什么了, 有时候, 我真的很想报警, 你们这些挂逼, 随便听点什么都能顿武, 我就办不到, 好气啊, 可还有一问, 回师尊的话, 弟子已无任何疑惑, 临凡嘴角微微抽搐, 那我便让你三师兄跑一趟, 替维师将资源和秘法送来, 全凭师尊安排, 秦语觉得自己真的误了, 想那么多做什么, 甚至还想从师尊口里, 套出些什么来, 若是师尊愿意说, 还用等到现在, 不说, 必然有其深意, 且以师尊可动车未来的大神通, 既然让三师兄过来, 那必然也是有其深意, 自己只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即可, 这, 就是属于自己的路, 王腾啊, 你有大地之姿, 看着眼前的王腾, 临凡有些唏嘘, 纵然你选了最难的那条路走, 但为师依旧看好你, 不过, 你却也许借交借造, 不可肆意妄为, 更不可因自己的天赋, 而有半点骄傲, 大义之心, 须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此行, 小心谨慎为上, 若是不知如何才算是谨慎, 可去寻你二师兄, 与他促膝长谈, 王腾点头如捣算, 是, 师尊, 弟子明白, 明白就好, 林凡点头, 取出两个装满资源的储物袋交给他, 对于自己的徒弟, 林凡便如同一个老父亲, 操碎了心, 至于其他懒岳宗弟子, 关心倒是要少些, 倒并非是偏心, 而是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王腾虽然已经打破命格, 没走乱谷那条老路, 但他的敌人一天不蹦出来, 林凡就一天不能掉以轻心, 得时时敲打, 让其随时警惕, 不能大意, 此去北域, 挤得低调一些, 路上有可能会遭遇截杀, 但如今你一生无敌数, 为师在传你杭自密, 想来你小心一些, 应当也不会出什么意外才是, 至于过去之后, 你也不用急着回来, 若是有什么机遇, 或是你师弟那边有需要有人的地方, 你可自行决断, 切记, 活下来才是第一要素变好, 是, 师尊, 王腾心头感动, 虽然作为修仙之人, 林凡的话略微有些多, 但面对这等老父亲一般, 自自关心, 聚聚肺腑之言, 除狼心狗肺之人外, 想来, 也没人会厌烦吧, 只是师尊, 弟子有些好奇, 好奇什么? 您之前听闻那个纳摩加特灵菩萨之时, 说自己是巴雷特尊者, 还说弟子是人造太阳拳居士, 人造太阳拳弟子知晓, 这巴雷特, 莫非也是一种无敌书? 非也, 巴雷特, 乃是一剑, 一剑, 法宝, 极为厉害的法宝, 不过, 目前还在封印阶段, 等时候到了, 你自会知晓, 林凡撒了的小谎, 但他这话, 却是给林凡提了的醒, 还真得弄一把巴雷特出来, 毕竟自己不知道, 那个加特灵菩萨是个什么性格, 若是将来碰到了, 他认死理, 非说自己没有巴雷特咋办, 而且, 若是能整出一件仙气级别的巴雷特出来, 应该也很好用吧, 最好是半自动那种, 自动充能, 自动填装, 自己身为主人, 只需要瞄准, 发射就行, 一炮出去, 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想想都觉得刺激, 只是, 这东西似乎不好搞啊, 也不知道火的宗那边能不能弄出来, 仙气太过为难了, 但到冰层次的呢, 可以一试, 至少先把黄给圆上, 好不好用, 牛不牛逼, 之后再说, 没毛病, 林凡决定, 稍后便找火昆仑聊聊看, 如果能搞出来, 嗯, 不对, 好像我自己也能炼气啊, 而且我能用五种一火, 在火焰方面, 已经全面超越火昆仑, 但是炼气经验和思路, 却远远比不上他, 合作, 短暂闲聊后, 王滕离去了, 他决定暂且准备一段时间, 便前往北域, 林凡却在认真琢磨巴雷特的事, 自己只是稻草人, 用不了一火, 炼气之术来自火灵, 比不过火昆仑和金镇等前辈, 那么, 让萧灵和火昆仑联手, 一个动手, 一个玩火, 五种一火加持, 绝对比火昆仑自己的火焰更厉害, 再加上火昆仑的经验, 自己提出的建议, 妙啊, 不过, 巴雷特也要改一改, 其中, 弹线, 枪管, 乃至外形等等, 都可以不用动, 枪管, 弹线等部分, 很科学, 可以提升弹道稳定性, 提升子弹速度等等, 虽然现在玩的是修线, 但这些基础科学运用, 总还是没毛病的, 但是子弹, 弹舱方面, 我倒是有两个思路, 灵帆摸着下巴, 火药肯定是不行了, 那玩意儿, 推力啥也不是, 但如果能将超迷你型人造太阳, 封印到子弹尾部, 用核聚变来产生推力, 子弹的威力, 必然不错, 只要子弹和发射舱强度足够高, 一发打爆大能者, 也不是不行, 还可以在子弹中布下一些阵法, 再加上神石指引等等, 使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追踪效果, 甚至, 内部还能再藏一发人造太阳拳, 可以设定为命中目标自行爆炸, 或是用神石控制其爆炸, 这样一来, 一旦命中, 就会瞬间炸裂, 直接将敌人轰爆, 但也符合巴雷特的名字, 恰好, 本尊那边最近研究将阵法刻在身上, 已经有了眉目, 想来改一改, 刻在子弹上, 也是能办到的, 这是相对科学的设想, 至于这第二种想法, 灵凡摇头晃脑, 倒是相对简单, 直接一些, 既然是在修仙世界, 那就一切都以修仙者的手段来整, 每一颗子弹都精心炼制, 让其本身也是等阶不低的法宝, 就跟飞剑一样, 可以杀人于千里之外, 枪械本身的作用, 则是提升子弹威力, 就好比子母套装类法宝, 相辅相成, 第二种, 火昆仑炼制起来, 肯定是得心应手, 但是相比之下, 却也感觉差了点意思, 子母套装类法宝, 听起来很牛逼, 实则, 在纤舞大陆, 却也算是比较常见, 大家一看, 大致都能明白怎么回事, 最多也就是造型奇特了些, 但是问题来了, 既然是常规子母套装类法宝, 干嘛要整成火昆仑并不擅长的巴雷特外形,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 果然还是第一种更靠谱些, 或者说, 第一种本来就更加麻烦, 是在子母套装类法宝的基础上, 再多增加了数道工序, 灵帆摸着下巴, 自语道, 或许, 也可以二者结合, 普通子弹就是常规法宝, 打出去不会爆炸, 全靠法宝自身的威力杀敌, 可以回收, 重复使用, 一次性子弹, 就用我自己的思路来, 一发子弹填充封印两个人造太阳, 一个提供动力, 一个命中目标后爆炸, 而且, 还可以刻画不同的阵法, 让子弹拥有不同的能力, 譬如隐匿阵法, 隔音结界, 可以搞偷袭, 在枕上传送阵法, 甚至可以让子弹进行空间跳跃, 这些可以后续慢慢研究, 没毛病, 先把巴雷特弄出来再说, 灵帆动身, 寻找火昆仑, 要说法宝, 它倒也不是没有, 攻击类法宝, 有一把从西门家缴获的极品道兵, 层次飞剑, 用起来也挺顺手, 但它总觉得差了点意思, 不是逼个不够, 而是不太适合自己的身份, 现在, 它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枪啊, 枪啊, 大人, 十大变了, 作为一个穿越者, 自己肩抗巴雷特, 很合理吧, 再说, 哪个男孩子不喜欢玩枪的, 就算不喜欢真枪, 那什么, 那把枪, 总是喜欢的吧, 若是日后能搞出仙气级别的巴雷特来, 就是天门大开, 真仙将士, 自己也敢给他娘的来上一炮, 炼制法宝, 好说, 好说, 分内之事, 火昆仑听说, 林凡要炼制法宝, 当即将胸脯拍得框框作响, 区区小事, 合足挂齿, 林凡你还亲自跑一趟, 真是, 有求于人, 自然得来, 林凡咧嘴, 火叔, 我要炼制的法宝颇为特殊, 待咱们商议之后, 你告诉我, 需要哪些材料, 我去寻来, 哪里的话, 火昆仑满脸都是你你看不起老夫, 火得风成立之前, 老夫便说过, 替揽月宗每人炼制一件法宝, 林凡, 属于你的法宝, 还未曾炼制, 这次正好兑现承诺, 哪里还需要你, 自己出材料, 说吧, 林凡, 你要炼制什么, 攻击类, 防御类, 辅助类, 还是特殊类, 只要我能炼出来, 什么都行, 材料我火得宗包了, 那怎么好意思, 林凡挠头, 我这个法宝, 算是特殊类吧, 而且, 我想要炼制的品阶越高越好, 所需材料必然颇为珍贵, 价值很高, 还是我自己出吧, 珍贵, 价值高, 哼, 火昆仑笑了笑, 林兄, 林老弟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未免太过看不起老夫, 要说别的, 老夫还不敢打这个包票, 但是炼起材料, 我火得宗, 还真不缺, 就是那些一流, 爱之超一流宗门, 在这方面, 都未必比得过我们火得宗, 就你们那个仇敌, 浩月宗, 我就敢说, 这方面, 必不如我火得宗, 火得宗如此富有, 林凡亚然, 可, 接下来的话, 你千磨外转啊, 火昆仑压低了声音, 老弟你是知道的, 我们火得宗做的是苦力声音, 而这炼器与炼丹一样, 都有可能炸炉, 失败, 因此, 我们收取炼器材料的时候, 都是网多了包, 他挤了几眼, 你懂的, 好家伙,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火昆仑, 也没想到们是这样的火得宗, 不过这种事儿嘛, 我还真懂, 非常懂, 甚至, 我还觉得, 你们太过保守了, 林凡恍然, 点头, 我懂, 他没装小白, 毕竟, 初次见面时, 两人便已经交锋过一次, 那时候, 都已确定对方是狐狸, 这时候装小白, 太虚伪, 嗯, 懂得都懂, 火昆仑咧嘴, 大大方方道, 所以, 林兄弟, 你就别跟老夫客气了, 这材料, 我火得宗包了, 要炼制什么, 你说吧, 我要炼制的法宝, 略有点复杂, 而且, 我所求甚大, 林凡深吸一口气, 既然火昆仑如此坦诚, 那自己, 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再推辞, 反倒显得虚伪, 所以, 还请火叔, 你是我冒昧, 有此一问, 哦, 火昆仑并不意外, 点头道, 林兄你如此年轻, 便有这般成就, 带领揽月宗起死回生, 蒸蒸日上, 未来可期, 所图甚大才是合情合理, 否则, 反倒是奇怪, 你且但说无妨, 在火昆仑看来, 林凡几乎完美无缺, 实力弱了点, 这般年纪, 为宗门劳心劳力, 还有第五经修为, 已经是很强了好吧, 自己女儿不也就第五经, 有如此成就, 不想要点好东西, 那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咱就是说, 火叔啊, 林凡凑近了些, 笛声道, 若是我让萧莉儿与火叔您合作, 用她的一伙来辅助您, 是否有把握, 让炼制出的法宝更为强横? 有, 火昆仑没有觉得冒犯, 毕竟都是自己人, 若是外人, 那她肯定要甩脸色, 直接不给炼了, 但自己人, 就没有这些问题, 她正色道, 这是必然的, 论炼器之术, 十个消灵也不及我半分, 但要论火焰强度, 掌控力, 我却与那丫头相差甚远, 火昆仑西虚, 当初, 她救我云儿的时候, 我便看出来了, 她拥有数种异火, 且如必指使, 操控堪称完美, 就是老夫, 也要自叹不如啊, 若是我们二人联手, 再结合上好材料, 再配合足够默契的情况下, 老夫认为, 应当能让炼制的法宝, 提升半个或一个小境界, 那好, 灵凡双目一亮, 能否请火叔宁屈尊, 与萧灵联手帮我炼制一件法宝, 那自然是没问题, 火昆仑抚恤而笑, 不瞒你说, 咱们这些玩火的人, 没人对一火不感兴趣, 天龙谷火道也罢了, 我随时都可动用, 但其他一火, 我却也是缠得很, 倒不至于想着据为己有, 但, 体验一番, 却也是极好的, 那边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先聊聊法宝的事, 等确定炼制之时, 我让灵儿过来, 萧灵那边, 灵凡暂时没通知, 也没这个必要, 灵儿那是真自己人, 让他帮忙给自己炼气, 他断然不会拒绝, 好说, 好说, 火昆仑一想到自己即将体验四五种一火, 便感到兴奋, 灵兄, 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要炼制的, 究竟是哪种法宝? 灵凡微微一笑, 取出自己来之前已然画好的图纸, 火昆仑看上一眼, 便是面色微变, 那陌生中带着些许熟悉的模样, 那猙獰的炮口, 让他头皮发麻, 上书三个大字, 巴雷特, 巴雷特, 火昆仑念叨着, 脸色接连变化, 巴雷特尊者, 那摩加特灵菩萨, 神骄已久, 他猛然抬头, 看向灵凡, 目光灼灼, 这法宝, 名为巴雷特, 与南无加特灵菩萨的加特灵, 乃是, 同一类型, 算是吧, 类型相同, 但区别却挺大, 灵凡并不好奇, 火昆仑能猜到这些, 毕竟他是以加特灵菩萨同一时代之人, 且当初自己说出巴雷特尊者的时候, 他也在现场, 结合名字, 造型, 能猜到, 合情合理, 难怪, 火昆仑感慨, 我看上一眼, 便觉得有些类似, 却又有很大区别, 这个, 能练吗? 灵凡有些期待, 本尊那边, 战力足够了, 只要不乱来, 倒是不用担心安危问题, 但自己这边, 灵凡这个身份, 却差了点底牌, 炸单还不错, 可不够, 若是能搞出一件超级大杀器, 也可稳定军心, 这, 火昆仑有些迟疑, 随即, 苦涩一笑, 有难度? 灵凡诧异, 倒也不是有难度, 而是, 炼出来之后, 只是照猫画虎, 火昆仑想了想, 没有隐瞒, 挥手之间, 一片枪械, 便出现在灵凡眼前, 简直像是一个军火库, 若非这些枪械, 都有些不伦不类, 甚至灵凡都要来上一句老乡了, 但仔细去看, 却能发现不少问题, 这些枪械, 大多是模仿加特林造型, 外形是眉毛病, 但神识一扫, 却能发现内部有诸多问题, 其他的,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枪械, 但反正不是地球那边所有的品类, 倒有一些土不土洋不洋的感觉, 就像是修仙与科学结合, 但只懂其中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全然不懂, 因此, 结合得乱七八糟, 火叔您这是, 不瞒你说, 火昆仑把话说开了, 倒也不觉得丢脸, 当初纳摩加特林菩萨太厉害了, 他本尊出手倒也罢了, 反正我是没见过, 但我每次见他出手, 都是靠着一把加特林大杀四方, 锁过之处人仰马翻, 无人能敌, 加特林之下, 便是真正的众生平等, 恰好, 我又深耕炼气之道, 自然想过模仿, 林凡点头, 按道果然, 这也没什么丢人的, 看见别人厉害, 自己又有这种本事, 自然会想着模仿模仿, 只是往往模仿之后才会发现, 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些, 都是我根据他那家特林所炼制的法宝, 大多是灵气, 也有几件道兵, 尝试过, 我所能想到的各种可能, 如你现在把玩的, 那把加特林, 便是道兵层次, 子母类法宝, 但威力, 也就那样吧, 还不如我认真炼制一套飞剑来的厉害, 他看着琳琅满目的枪械, 露出一抹无奈之色, 多次尝试, 均以失败告终, 最后, 我也就放弃了,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所以, 不是炼制不出, 而是炼制出来, 并不满意, 你若是要炼, 我能炼制出来, 但, 没卵用, 这几个字, 他没说出口, 但意思谁都明白, 灵凡恍然, 却没第一时间回应, 而是打量着手中加特林, 一番研究后, 他发现, 这就是之前的第二种思路, 完全是按照炼制法宝的思路, 来炼制的加特林, 威力如何, 在同层次法宝中, 不算弱, 火昆仑叹道, 但却也绝对不算强, 远远达不到, 靠着他大杀四方的程度, 相比之下, 若是用同样材料, 同样的精力, 炼制出一套飞剑来, 威力应当, 还能上涨两成左右, 毕竟, 紫法宝太小了, 所能刻画的阵法, 静置等, 比不过飞剑, 林凡轻轻点头, 原来如此, 他再次确认, 自己的思路没毛病, 空有, 枪械外形, 而没有内在, 还不如炼制普通法宝, 好在, 自己本来就, 准备使用第二套方案, 我说,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听话, 咱们换一种, 不, 我说, 我的意思是, 我有个想法, 在火昆轮错愕且猛逼的目光中, 林凡将图纸展开, 从细节开始说起, 这是这个区域的内部图纸, 我称之为发射舱, 子弹, 也就是这些紫法宝, 便是从这里激发, 接着出塘, 通过枪管, 而后才伤敌, 但在我的设想之中, 这些子弹比较特殊, 在激发之时, 会产生巨大爆炸, 所以, 发射舱必须足够封闭, 并且强度足够高, 否则, 只怕子弹还没出去, 发射舱反倒是先炸了, 这里是弓弹舱, 我的想法是, 内部连接一个小型空间类法宝, 子弹存储于其中, 再想的办法, 能有自动填充丹药, 这里是瞄准镜, 其实, 就是刻画一个锁定类阵法, 有助于命中, 枪管内, 应该有这种螺纹线, 这是扳机, 发射按钮, 这个是, 至于子弹, 形状是这样, 但我认为, 中间应该给我留出一点区域来, 能办到吗? 我说, 一番介绍, 将火昆轮厅的云里雾里, 合在一起, 他看得明白, 一把枪吗? 可是单独拆分开来, 却有这么多要求, 啥呀, 这是? 介绍完之后, 林凡颇为期待地盯着火昆轮, 这巴雷特, 自然不是地球版本一模一样, 譬如, 由于不用手动换弹, 而是自动换弹, 所以就无需拉动枪栓, 因此, 没有枪栓及相关部分, 不需要填充火药, 也就不用弹壳, 因此, 枪械相关部分被剔除, 一眼看去, 乃是一个整体, 同时, 林凡也保留了巴雷特的经典设计, 譬如枪口那一坨, 便依旧存在, 没这玩意儿, 就不像是巴雷特, 这, 火昆轮微微皱眉, 思量片刻后, 给出答案, 你的要求, 倒是基本都能满足, 但意义何在呢? 虽然与我所炼制的这些法宝有所区别, 但恐怕, 仍然会让你失望, 试过才知道, 何况, 千金难买, 我愿意吗? 林凡也没法解释, 只能如此含糊过去, 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者, 这是科学的力量吧? 不, 应该是科学修宪的力量, 二者结合, 取二者之精华, 至于最后威力, 效果如何, 林凡却也没法肯定, 但他认为, 应该不会太弱, 毕竟, 功能是核弹, 爆炸威力也是核弹, 且子弹本身就是法宝, 也有自身威力加持, 何况, 核弹也是分当量的, 总不至于比普通法宝更弱才是, 这, 也行, 火昆仑点头, 要炼制出来, 倒也并不算太过艰难, 不过, 你想要品质足够高的话, 却需要些手段, 现在, 我就一个问题, 你是真想要, 甚至有将其炼制为本命法宝的想法, 林凡点头, 有这种想法, 那, 火昆仑微微皱眉, 我倒是有个建议, 或许, 你可以学学南无家特灵菩萨, 尝试将之炼制为可成长类法宝, 可成长类法宝, 林凡眉头一条, 顾名思义, 便是这类法宝可以成长, 成长, 则主要是通过其主不断祭练与喂养来进行, 当然, 也可以改造, 譬如, 后期可以自行添加合适的材料, 仙金等, 换言之, 主人越强, 便可以将法宝培养得越强, 甚至将来成圣作祖, 这法宝都不会落后, 过时, 只要愿意培养, 它就永远不会低于当前版本, 好是好, 可, 只怕难度会更高吧, 是会更高, 但我与萧莲联手, 想来也有几分把握, 只是, 我怕是要失言了, 材料方面, 我火得宗还真缺了一样, 哦, 缺了什么? 一块仙金, 火昆仑神色肃母, 所谓仙金, 便是仙人境以上的存在, 在冰临死亡之时, 将一身修为境阶凝结, 汇聚成结晶, 一块仙金, 便代表一位仙人, 而且, 并不是每一位仙人死去, 都会凝结仙金, 这是自愿, 他人强迫不得, 仙金本就极为珍贵, 在我们仙武大陆, 更是石城石的稀罕物, 想要弄到手, 很难, 很难, 因此, 我们火得宗也没有, 他顿了顿, 又道, 当然, 这只是我随口一提罢了, 也并非一定要炼制可成长类法宝, 普通道兵, 乃至极品道兵, 也还是不错的, 林凡摸着脑门, 一时间, 有些唏嘘, 仙金, 这, 巧了吗, 这不是, 极品道兵好, 还是成长类法宝牛逼, 相比之下, 后者潜力更高, 但前期, 大概率还真不如极品道兵, 可若是有的选, 林凡自然选成长类法宝, 放在游戏里, 这玩意儿, 他再熟悉不过了, 且这类装备, 又称神器, 巧了, 火昆仑眨巴着眼, 什么巧了, 他错愕, 是自己听错了, 还是想错了, 亦或者说, 真是自己所想的那个意思, 可, 也没什么, 就是吧, 仙京, 我能搞到, 虽然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我肯定能搞到, 火昆仑, 感情我真没想错, 可是, 仙京这东西, 你都能搞到, 认真的吗, 他张了张嘴, 挺, 挺好的, 那, 那我先准备其他材料, 麻烦火叔了, 我会尽快将仙京取回来, 好, 火昆仑嘴角有些抽搐, 眼角, 在抽搐, 仙京, 这善闹的, 这不巧了吗, 昊月宗, 洞府内, 陆明睁开双目, 看着满是封印, 静置, 洁洁的储物袋, 按道真特么巧, 真叫一个世事无常, 如果不是昊月宗求着喊着让我来, 我不会来, 我不来, 就碰不上这事, 碰不上这事, 仙京也就不会到手, 不对, 还有个前提, 如果我不把唐神王忽悠到云霄谷去, 他也不会到昊月宗来, 这一切的一切, 当真是有意思, 巧合吗, 还是所谓的命中注定, 他嘀咕着, 随即, 却又摇头晃脑, 现在想这些都没用,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 怎么才能把这储物袋送出去, 现在, 陆明甚至都不能打开储物袋, 也不能撤销这些禁止, 结界和阵法, 鬼知道这里面那些东西, 是否有什么追踪手段, 尤其是那仙京, 如果有一旦撤去这些禁止, 自己很可能会被盯上, 至于送出去, 自己如今却也不太方便, 要不, 又麻烦一趟龙傲娇, 说来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 似乎也只有他合适一些, 陆明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最近, 都几乎将龙傲娇, 当成自家跑腿, 一般使唤了, 不过, 不得不说, 他是真好用啊, 且身份也合适, 龙傲娇这个身份, 与昊月宗没什么仇恨, 之前又一起联手对付西门家, 谁都知道自己, 与他有关系, 他来昊月宗找自己, 昊月宗上下也不会怀疑, 有什么问题, 合适, 没毛病, 完事之后, 给他一炉丹药, 当做跑腿费用, 他应当不会拒绝才是, 就这么定了, 好好, 你陆明凭什么命令本姑娘, 你让本姑娘做甚, 本姑娘便要做甚不成, 你想的倒是真美, 也是大了你的狗胆, 龙傲娇接到陆明的消息, 主打就是一个叛逆加嘴臭, 一点都不给面子, 陆明假装不知, 哦, 傲娇, 数月不见, 你这脾气和性子, 却是见证啊, 这却是为何, 为何, 龙傲娇嘴角一勾, 以前, 本姑娘宠着你, 那是, 你能满足本姑娘, 给本姑娘提供高品质丹药, 但现在, 本姑娘才发现, 萧绫儿也可以啊, 炼丹之术纵然不如你小子, 也比你差不了多少, 再则, 她是黄花大闺女, 她漂亮啊, 本姑娘好歹是男人性子, 不喜欢跟美女待在一起, 难道喜欢跟你待在一起, 脾气, 性子, 你是想说, 本姑娘与你有多好的关系不成, 笑话, 你得是喝了多少假酒, 才会有如此作绝, 做如此美吗, 简而言之一句话, 你在本姑娘这里, 已然失宠了, 陆明诧异, 啊, 是吗, 如此说来, 我这一炉丹药, 确实只能自己吃了, 本来想着你若是愿意跑这一趟, 便赠予你, 当做酬劳的, 唉, 可惜了, 听到有丹药, 龙傲娇, 还是有些异动, 毕竟陆明出手, 那是精品中的精品, 可牛皮都已经吹出去了, 再说, 自己又不是不能从萧灵这里弄到手, 那你就自己吃吧, 行吧, 陆明故作苦恼, 那这么说, 我就只能让萧灵跑一趟了, 本就是我在浩月宗弄到的东西, 想赠予萧灵, 但想到浩月宗与揽月宗有大仇, 所以, 不愿让他冒险, 可你既然不愿帮这个忙, 那我就只能让萧灵自己来去, 是生是死, 便听天由命吧, 龙傲娇, 卧槽, 你特娘的是怎么知道, 我抱上萧灵的丹药大长腿了, 故意的吧, 她当即怒喷, 你心好心好个大心好心好, 我心好你, 心好心好, 哎, 停停停, 傲娇, 你怎么骂人呢, 你现在好歹是个大美女, 应该还是黄花大闺女吧, 骂人不好, 不好, 我都不让你帮忙了, 你咋还着急了, 我心好你心好心好, 你还有脸说, 我看你小子就是故意的, 行行行, 我就跑这一趟, 你给老娘等着, 老娘现在就过来一趟, 你看老娘到了, 怎么收拾你, 行事比人强, 龙傲娇只能同意跑一趟, 不然还能这么办呢, 刚在你陆明面前装完逼, 你特娘的, 却想直接害死, 我未来的小娇妾, 虽然知道, 你小子大概率是在故意击我, 但我不敢赌啊, 讲道理, 龙傲娇是真看上萧莲了, 当初吞火道人孩子目出见时, 她还不以为意, 只是觉得, 萧莲有几分天赋, 可以当自己的侍女, 后来数次再见, 也见过萧莲出手, 她逐渐认为, 萧莲有资格当自己侍妾, 但这两次亲眼见证萧莲的实力, 在结合萧莲的成长, 她认为, 萧莲可以当自己道理, 正妻, 虽然身份不高, 但这天赋, 这实力, 配得上自己, 若是自己愿意帮衬, 将来, 她很可能只在自己一人之下, 如此, 自家夫妻二人, 对外都是天下无敌的存在, 多妙啊, 再加上, 她还能替自己炼制丹药, 岂不是完美至极, 结果你小子, 好好, 老娘记住, 你小子了, 龙傲娇含恨出发, 浩月宗, 陆明摇头晃脑, 何必呢, 真以为傍上我大徒弟, 就可以摆脱我了, 本来还想给你个面子, 用仇劳换你跑路, 结果你, 却是逼饮犯了, 非要装上一波, 那我不得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路啊, 你就跑吧, 一跑一个不支声, 甚至, 连丹药都不给你, 略略略, 不过, 这么拿捏龙傲,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本想小小的圣母一下, 奈何, 自己着实不是这种性格, 只能黑黑一笑, 什么不太好, 他自己选的吗, 偶像, 别说, 龙傲娇是越用越顺手了呀, 真不戳, 两日后, 龙傲娇到了, 气冲冲而来, 好歹还保持着理智, 没乱闯, 直接对浩月宗说自己要见路鸣, 有失商议, 浩月宗方面, 也知晓, 龙傲娇是个狠人, 且不知其身份, 也没为难, 而是层层上报, 最终消息, 传到陆鸣这里, 陆鸣自然是扫踏相待, 东西呢, 他布下结界, 怒视陆鸣, 后者微微一笑, 取出那密密麻麻满是禁止, 结界的储物带, 我是说丹药, 你不是说你不要吗, 所以我就没练啊, 而且你之前一直骂我来着, 我寻思你, 根本看不上了, 龙傲娇, 擦, 算你狠, 要不是为了我那未来的小娇妻, 你看我不收拾你, 好好, 本姑娘记住你了, 龙傲娇收妻除无带, 拔腿就走, 别慌, 来了就走, 很容易引起怀疑, 好歹戴上小半日, 陆鸣阻止, 龙傲娇一听, 觉得倒也有几分道理, 但很快, 他反应过来, 不对,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戴上小半日, 对外宣称商议要事, 有什么事不能在传音域府里说, 还刚好是半日光景, 你要回本姑娘清白, 陆鸣, 好家伙, 我他妈直呼好家伙, 抱歉, 我对男人没兴趣, 我是说, 他们会误会, 你还在乎这些, 龙傲娇, 倒也是, 他们误会没关系, 但萧铃不能误会, 若是日后萧铃误会了, 你得负责澄清, 否则, 本姑娘追到天涯海角, 都要弄死你, 下话线, 啥玩意儿, 陆铃更猛了, 龙傲娇啊, 你特娘的不对劲, 看你名模好齿, 漂漂亮亮的, 但那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疑惑, 也是大大的不对劲, 娶回来了, 龙傲娇将储物袋交给萧铃, 脸上满是傲然, 一路顺利, 有几个不开眼的货色, 本姑娘进接一拳轰杀, 不过, 陆铃的王八蛋说, 这储物袋内的东西有些不凡, 一旦打开, 昊月宗很有可能有秘法追踪, 因此, 打开之前, 记得布下相关结界, 阵法, 防备他们感知, 追踪, 萧铃挠头, 多谢你了, 傲娇, 只是, 陆铃为何会, 他捧着储物袋, 面色一阵清一阵白, 一时间, 格外忐忑, 龙傲娇见状, 当即不乐意了, 你莫非对那王八蛋动情了? 不行, 我得说几句坏话, 他当即开马, 许是跟饭间强学的, 嘴臭得很, 萧铃哭笑不得, 但却无言以对, 石海忠, 耀老偷笑不已, 老师, 您笑什么? 哈哈, 耀老捧腹, 不是我想笑, 实在是, 这的确很好笑, 你是在担心吧? 萧铃面色一僵, 您这是何意? 我担心什么? 担心, 这又是一件礼物, 萧铃, 不来了, 老师你也调笑弟子, 他不由想到那一晚, 月下, 正所谓, 人约黄昏后, 月下人独立, 那么好的气氛与场景, 自己甚至都做好他要表白的准备了, 正琢磨着, 该如何拒绝, 才不伤他的心呢, 结果, 他掏出一具尸体当礼物, 别说, 他还真怕, 怕这个储物袋打开又是一句, 啊不, 是一堆尸体, 那画面太美, 实在不敢想, 好好, 为师不笑了, 你打开看看吧, 不过, 这次为师, 的确只是调笑一番而已, 应当不是真装有满满一处雾带尸体, 否则, 何须布下如此之多的静止, 倒也是, 萧铃文言, 正准备找连伯帮忙布阵之类的, 却得林凡神士传音, 铃儿, 傲娇将东西带回来了吧, 你送来给为师便是, 那是为师与陆明交易之物, 萧铃, 好吗, 师尊也调戏自己, 害自己白担心一场, 做了那么多心理准备, 结果, 这储物带并不是给自己的, 只是让自己带收而已, 难受, 只是, 师尊他何时与陆明搞到一起的, 送储物带途中, 萧铃忍不住胡思乱想, 很快, 揽月宗, 储物带入手, 林凡露出笑容, 范尖强, 过来一趟, 帮着小麻, 短短几分钟, 范尖强溜溜地打过来了, 一见萧铃也在, 立刻收敛了许多, 变得谨小慎微, 一副老实芭蕉的模样, 林凡看见他这个死样子, 便是哭笑不得, 你够了, 真以为自己早已瞒天过海, 谁都不知道你有问题呢, 我能有什么问题, 范尖强诧异, 我都已经突破到第三境了, 厉害吧, 林凡, 萧铃, 你厉害个鬼, 如此待遇, 如此水平, 也亏你说得出口, 不过, 萧铃倒是不知道, 范尖强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是觉着, 他必然是在藏桌, 准备扮猪吃虎, 行了, 林凡摆摆手, 这次是让你帮个忙, 在揽月宫内, 不下一些隔绝探查, 感应的正法, 静止, 结界, 确保第八境, 乃至第九境都没办法感知, 如何, 范尖强当即翻起白眼, 师尊您说笑了, 我哪会这个啊, 您这不是为男人吗, 去你的, 林凡当即给了这祸屁股一久, 这儿又没外人, 谁不知道你小子在藏桌, 还是怎么低, 我本尊不在此, 有些手段不变, 你赶紧动手便是, 嗯, 行吧行吧, 师姐, 您可一定要当做什么都没看到啊, 不然我这些手段就不灵了, 藏了这么多年, 可不能暴露呀, 范尖强哼哼唧唧, 表示自己开始行动了, 萧莉儿不紧, 但很快, 她梦了, 脑瓜子嗡嗡作响, 眼皮直跳, 老, 老师, 我这二师弟的阵倒, 这, 只怕是还要在连胜之上, 萧莉儿, 死, 好家伙, 二师弟, 我猜到你再藏桌, 却怎么也未曾想到, 你藏得如此之深啊, 哈哈, 这个, 那个, 个人爱好吗, 范尖强尴尬挠头, 接着, 速度更快, 威力更强, 不多时, 她拍手, 妥了, 按照师尊所言, 若是某些物件上有追踪类的特殊手段, 再揽阅宫内, 也必然起不了任何作用, 那好, 林凡撤去重重禁止, 结界, 打开储物袋, 华, 珠光宝气, 冲天而起, 瞬间让萧莉儿与范尖强都瞪大了双眼, 这, 师尊, 哪来的这么多宝贝, 萧莉儿难难道, 陆明有这么多好东西吗, 她, 该不会是将昊月宗宝库都给搬空了吧, 说起陆明, 萧莉儿之前还有纠结, 她以特殊长老身份加入昊月宗, 日后不会兵刃相见吧, 但现在一看, 似乎并不会如此, 否则, 她怎么会与自己师尊做如此大手笔的交易, 人家好歹是担到大宗师嘛, 宝物比较多, 合情合理, 嗯, 合情合理, 林凡笑着点头, 随后, 取出仙精, 三人凑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 而耀老, 几乎看傻了, 仙精? 很快, 他们确认, 其上的确有追踪类的特殊手段, 但却并非没有办法解决, 在耀老指点下, 萧林儿已不灭吞颜, 将那特殊禁止灼烧, 吞噬, 化为乌有, 现在安全了, 耀老确信, 萧林儿松了口气, 林凡也是露出笑容, 那就好, 对了, 林儿, 为师还需要你帮个忙, 师尊但说无妨, 帮为师, 练气, 啊, 我, 我不会啊, 萧林儿吃惊, 自己最近的确是与火源儿同吃同住, 也跟着勉强学了点, 但最多也就是入门的水准, 能练出个什么来, 我也不会, 林凡贪手, 不过, 你的一伙是好东西, 为师想让你与火叔联手, 他出手艺, 你出一伙, 希望能替为师练支出一件足够厉害的法宝出来, 原来如此, 萧林儿明悟, 弟子自当全力以赴, 一日, 练气开始, 其他材料, 火昆仑都已备齐, 见到林凡与萧林儿过来, 他当即明白林凡的来意, 不由笑道, 林兄, 贤侄, 都来了, 看来, 林兄你已然做出决断, 嗯, 林凡面不改色, 火昆仑见状, 暗道果然还是放弃了, 不过, 他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年轻人嘛, 心情而高, 年轻气盛是正常的, 不气盛, 还叫年轻人, 但现实终究太过残酷, 炼制极品道兵层次的法宝, 老夫还是很有把握的, 再加上贤侄的一伙, 或许, 再往上迈出半步, 也未尝不可能, 来吧, 贤侄, 咱们商议商议, 看如何联手, 就在此刻, 林凡轻飘飘取出仙精, 有些惊讶道, 火书当真是厉害, 成长型法宝, 都能极品道兵起步, 火昆仑眼珠子一凸, 妈了, 直接便是素质三连,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要做什么, 你, 这, 仙, 仙精, 他吃惊不已, 这, 你真弄到手了, 火昆仑反应过来, 这是自己会错意了呀, 本以为他放弃了, 退而求其次, 想炼制道兵层次的巴雷特, 结果, 你是将仙精弄到手了, 好家伙, 我特么直呼好家伙, 你说需要一些时间, 但却没说这么快啊, 何况, 这是仙精啊, 你从哪儿弄到的呀, 你, 他一脸猛逼地盯着林凡, 脑瓜子嗡嗡作响, 久久不能平静, 恰在此时, 三长老赵铁柱来寻, 道, 宗主, 有老客户联系咱们, 要炼制一件极品道兵, 为其清传弟子本命法宝, 出价很高, 且指明让您亲自炼制, 您看, 滚, 火昆仑却是张口就骂, 赵铁柱猛了, 啊, 啊什么啊, 没看见我忙着吗, 什么老客户, 他算个什么, 让大肠老练, 他的手艺, 没人能看出来, 随便应付应付得了, 火昆仑已然将仙精藏起, 没让他看到, 但那满脸的不耐烦之色, 却是让赵铁柱云里雾里, 啊, 行到是行, 只是宗主, 您在忙什么呢, 他的目光, 在林凡几人与火昆仑身上来回扫视, 眼珠子滴溜溜直转, 本宗主做事, 还要先给你汇报不成, 三长老, 你赶紧下去, 火昆仑急了, 那不行, 您得给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赵铁柱表示, 自己学聪明了, 如果林宗主他们不在, 你让我下去, 我也就下去了, 可他们在, 那肯定是有事, 而且你如此焦急, 大概率是有好事, 有好事, 我不得参一个, 火昆仑跳脚, 岂有此理, 他也算是看出来了, 原本最是憨厚老师的三长老, 如今却是最破皮无赖的一个, 自己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他是不会走的, 便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 啥, 这下, 轮到赵铁柱跳脚, 帮林宗主练气, 宗主, 你不厚道啊, 这种事, 怎么还吃毒食, 啊不是, 怎么不多用用心, 我怎么没用心了, 火昆仑瞪眼, 您是用心了, 但还不够用心, 既然是替林宗主练气, 那咱们, 自然得全力以赴啊, 我将大长老和二长老, 还有几位太上长老都叫过来, 咱们一起出手, 务必竭尽所能, 练到我们所能达到的极致, 胡闹, 火昆仑揉着眉心, 客户那边呢, 哎呀, 宗主, 您老糊涂了, 客户那边爱什么事, 多等几天便多等几天, 有什么大不了, 我去也, 短短几分钟后, 火德宗第七境以上的长老都到了, 纷纷表示要替林凡练气, 火昆仑, 扶了你们这群老六, 有时候, 我老人家真的很想报警, 那就练, 他怒道, 你们可别脱本宗主后腿, 林凡眨巴着眼, 一言不发, 得了便宜, 还是别卖乖的好, 林凡很开心, 火昆仑却很是腻挽, 甚至有点郁闷, 倒不是他太过小气, 不愿意真正让火德宗全力以赴, 而是这些长老的练气之术, 最多也就是与自己在伯仲之间, 其中大部分还不如自己呢, 就算与自己在伯仲之间, 那两位擅长领域也不同, 只能说难分高下, 可要说炼制枪械, 谁能比得过自己, 纵然之前自己炼制的加特林和其他枪械都算是失败品, 但失败是成功他妈, 自己好歹也积累了大量经验, 他们会什么, 会个屁, 一起联手, 听起来好像是全力以赴了, 但真要说起来, 却也就那样, 最多就帮自己处理点细节, 帮自己省点力, 还真以为练气是一加一大于二呢, 练气, 谁最厉害, 那就是最厉害, 直取最高值, 反倒是他们一起出手, 会搞得自己非常疲惫, 要关注他们每个人的配合情况, 了解各个环节, 到头来, 他们能体验到数种异活, 这功劳, 也被他们分走了, 好处, 自己是半点都没见着, 反倒, 还要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这特么换了谁, 谁乐意啊, 火昆仑面色发绿, 暗暗付费, 行, 你们要捣乱, 啊不, 你们要帮忙是吧, 我给你们这个机会,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的, 就算今日不好收拾你们, 你等我日后的, 一念即此, 火昆仑也不跟他们争了, 再争下去, 人家林凡不知道的, 还以为自己不愿意出力呢, 既如此,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开始整吧, 他将图纸取出, 冷声道, 大长老, 你看着, 这枪管, 交由你来, 其中的罗文献必须精准, 否则, 老夫为你是问, 这枪管无比重要, 这样吧, 但凡错了一丝, 罚缝一年, 金镇, 啊, 不等他说点什么, 火昆仑已然再度开始安排, 二长老, 我亲爱的二长老, 这弹仓部分你来, 图纸就在这里, 老夫就一个要求, 必须足够坚固, 且密封信号, 至于坚固程度, 至少要能承受你全力以赴数十次攻击, 而没有丝毫损伤, 若是有半点损伤, 甚至留下了半点印记, 罚缝十年, 马灿烂, 宗主, 你, 他猛了,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我全力以赴数十次攻击, 都不能留下丝毫痕迹, 我全力以赴, 那得动用自身法宝, 才算是全力以赴啊, 可我若是动用自身法宝了, 又怎么可能不留下丝毫痕迹, 我特吗, 我是练习好手啊, 我一身法宝很牛逼的那种啊, 见他如此, 火昆仑却是心中冷笑, 方才叫嚣最厉害的便是你, 看我收不收拾, 你就完了, 三长老, 他目光一转, 看向赵铁柱, 面上笑容亲切且灿烂, 但却让赵铁柱心头发毛, 三长老, 向来是我获得宗公骨之臣, 我这个宗主, 最信任的便是三长老你啊, 所以, 这最为重要的一环便交于你了, 子弹, 子弹有两种, 其一, 基本要求与二长老相同, 其二, 强度无需那般惊人, 但也要达到普通灵气层次, 且附带锋锐, 穿透等阵法, 中间预留出一个小空间, 并动用虚迷于戒子之术, 严格来说, 这些子弹内部都相当于拥有一个储物空间, 第二种子弹不是成长型法宝, 也不算在子母法宝套装之中, 能办到吧? 哎, 瞧我这嘴, 火昆仑自己长嘴, 道, 三长老你, 可是我宗公骨, 怎么可能办不到? 这样吧, 办不到的话, 罚奉百年, 赵铁柱, 卧槽, 赵铁柱人都骂了, 这一刻, 盈盈有些后悔, 自己是不是, 不该这么玩的? 奈何, 火昆仑却根本没给他机会, 接着, 便是给在场的几位太上长老安排任务, 每个人都是一个组建, 而他自己, 则是负责居中统筹, 但让火德宗大佬们感到要命的是, 火昆仑的要求太高太高, 简直高得离谱, 高到变态, 因此, 当火昆仑安排完之后, 没一个动手的, 火昆仑血眼相识, 还不开始, 你们干嘛呢? 宗主, 赵铁柱苦笑一声, 不是我等迟迟不肯动手, 而是你这要求, 是否太过逆天了些? 咱们这些人的练器之术, 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包括宗主你在内, 如此要求, 我们也好, 宗主你也罢, 都不可能练制出来吧, 若只是追求极品盗兵层次, 或许还有些可能, 但咱们要练制的, 却是成长型法宝, 岂部本来就会较低一些, 这, 不可能达到要求啊, 为什么不可能? 火昆仑冷笑一声, 好吗? 现在知道难受, 知道不可能了是吧? 刚才怎么说的? 不是能耐吗? 不是都能出力, 不是人多力量大吗? 不收拾你们, 还真以为自己多厉害呢? 本宗主还真就能办到。 哼, 铃儿, 乖侄女, 来, 咱叔侄二人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是, 火宗主, 萧铃儿笑了笑, 随即不再留手。 嗯, 当然, 其实也留了一手, 他不曾动用天龙谷火, 因为天龙谷火火得宗友, 虽然其主为火源, 但火得宗有一门秘法, 可以借用。 因此, 火昆仑本来就有天龙谷火。 而此刻, 加上百断神火, 不灭吞岩, 地心妖火, 冰临冷火, 合共五种异火, 闪烁着妖异却又绚烂的色彩。 百断神火堂堂正正, 好似可熔炼一切。 不灭吞岩妖异古怪, 燃烧之余, 似乎连空气, 乃至空间都被吞噬了。 地心妖火最是妖邪, 若说不灭吞岩是妖异古怪, 那地心妖火便是真真正正的妖。 冰临冷火反差最大, 分明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但却将周遭一切都冻结。 再加上天龙谷火, 五种异火围绕着火昆仑缓缓旋转, 冷热交加。 火昆仑有些痛苦, 但却也极为兴奋。 是否太近了些? 萧莉有些担忧? 无妨。 是有些近, 也是有些难受, 甚至痛苦。 但这种痛苦,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痛并快乐着。 在金震等人错愕且恍然大悟的目光中, 火昆仑笑道, 贤侄, 开始炼制之后, 我会全力以赴, 恐无法言语。 你且注意我神势波动, 调整异火强度便好。 不过现在, 我且先试试。 火昆仑表示要先炼炼手。 毕竟这些异火, 他都没接触过, 不知其特性, 不能浪费材料。 而后, 在灵凡等人的注视下, 火昆仑轻轻松松, 无比丝滑, 行云流水, 简直像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 便利用这些异火炼制出一把中品灵气飞溅来。 最为惊人的是, 他所用材料分明稀松平肠。 死! 五种异火, 强横如丝。 金震等人都惊了。 同时, 也格外欣喜, 人人都愈愈欣试。 他们看得明白, 就那些材料。 按理说, 火昆仑最多也就只能炼制出一套普通灵气飞溅而已。 但此刻, 他却超常发挥, 炼制出中品灵气, 而且还如此轻松。 他们太了解火昆仑了。 这绝非火昆仑的炼气之术进一步突破, 而是一火之威。 身为炼气好手, 都是玩火的行家, 此刻, 自然有些难以自拔。 只是, 火昆仑却微微皱眉, 的确有明显加成, 但初次接触, 都对这些一火的特性还不够了解, 也的确有不少失误。 若是各方面都趋于完美, 这飞剑应该还能再强两分, 纵然不可能成为上品灵气, 但其威势必然会增强不少。 可惜了, 马灿烂, 赵铁柱等人。 啊, 对对对, 好的坏的都让你说了, B都被你一个人装完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 随后, 又是数次测试, 长老们也参与进来。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 炼制正式开始。 他们不在互坑, 真正涉及到专业领域时, 每个人都心无杂念, 全力以赴。 这不仅仅是任务的问题, 更是关乎到自己与整个火德宗的颜面。 五种一伙加持, 火德宗全体大能者在此汇聚, 耗费大量珍惜材料。 若是这都炼制不出满意的法宝来, 或是其他人都完成了, 唯有自己拉胯的情况下, 面皮往哪割呀? 根本割不住。 萧莲儿的表情也并不轻松。 她要关注所有人的神识波动, 当作指引,并以此来调整火焰强度。 或是四种一伙同时爆发, 或是有强有弱。 最关键的是, 她要一个人照顾所有人, 因此更是不敢有半点大意。 林凡看着忙碌的众人, 心中只剩下期待, 都是此道好手。 纵然失败, 也还有辈分材料, 就是不知最终成品如何。 希望, 不错吧? 这一练, 便是足足半个月。 期间, 火昆仑也好, 长老们也罢, 都曾失败过。 甚至失败过不止一次。 但好在, 最终, 他们成功了。 完美达到林凡的要求, 甚至在火昆仑的关照之下, 其要求, 比林凡所提的, 还要更高一些。 譬如, 首先, 这仍然是一套子母法宝, 但却更加惊人。 不是以巴雷特为母, 而是整套法宝为母。 也并非以子弹为子, 而是, 子弹, 外加所有零部件, 都是子法宝。 如枪管。 在他与林凡戏聊, 得知枪管长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子弹威力。 因此, 枪管本身便附加了自行调整长度的效果。 一系列的改变, 失败, 成功之后。 耗时半个月, 巴雷特, 终于组装成功, 摆放在林凡面前。 看着眼前猙獰, 通体漆黑且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巴雷特, 林凡颇有些爱不释手。 火昆仑却是面色严肃, 到目前各部件都已炼制成功, 且符合要求整体为极品灵器。 目前只差最后一步融入仙精, 使其成为成长型法宝。 一旦成功, 其价值暴增千万倍。 只是, 金阵等人也是目光灼灼。 这是跟加特林菩萨那件特殊法宝, 加特林相似的法宝吧。 厉害啊! 成长型法宝, 将来或许又是一件威名赫赫的加特林吧。 什么加特林? 这叫巴雷特。 在他们的称赞之中, 火昆仑的面色却是更加紧绷。 道, 问题也就在这里, 灵胸虽然炼制基本完成了, 但其威力, 我却心里没底。 你确定要将仙精融入吗? 仙精是个好东西。 其价值, 高得离谱, 没有仙精, 就没有成长型法宝。 可火昆仑却认为, 这种枪械法宝, 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 真要把仙精喂给他吗? 可若是最终成品不够理想, 岂不是亏大了? 文婷此言, 灵胸也有一瞬间迟疑。 仙精真的是好东西。 前几日, 他也听火昆仑说过了, 那些圣地的仙公, 便是成长型法宝, 一直都在培养, 这也是其底蕴。 所以, 火昆仑的建议是, 灵胸将揽月宫, 炼制为成长型法宝, 将来无论是逼格还是其他, 都很足。 最重要的是, 仙公这玩意儿, 火昆仑他们很熟, 至少不会翻车, 仙公还是巴雷特, 一个重规重矩, 有迹可循, 另一个有可能是废物, 但也有可能成为极品。 我选择, 赌一把。 灵凡做出决定, 好歹是个现代人, 且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现在反悔, 之前的一切努力, 岂不都打水漂? 火输, 融入吧。 我想试试。 好, 火昆仑取出仙精, 有些感慨, 这可是好东西, 自己以前都没摸过。 只是, 最终结果如何, 自己心里, 是真没底啊。 整个过程并不算复杂, 也没有多少风险。 毕竟早就已经这般准备着, 也正因如此, 才仅仅只是极品灵气, 否则以他们的手段, 炼制极品盗兵, 乃至更上半步的存在, 都并非太过艰难之事。 只是, 萧莉儿看着看着, 有些紧张, 为何她的气息在衰减? 啊这, 已然跌落极品灵气了? 这气息, 只剩下上品灵气了吧? 就是如此, 火昆仑点头, 是一幕要惊慌, 正常现象, 成长型法宝虽强, 但却也是个无底洞。 蜕变过程, 中, 就是如此, 虽然我没见过, 但是古籍中, 就是如此记载的没错。 萧莉儿, 林凡, 感情你也没见过呀。 好在, 退化到上品灵气之后, 巴雷特的气息变稳住了, 融合也已完成。 肉眼去看, 似乎没什么区别。 火昆仑道, 滴血认煮, 将之炼化吧, 日后培养, 只需将各种珍贵材料, 仙晶等熔炼, 并与之结合变好, 它会自行吞噬其精华成长。 但却并非每一次成长都会成功, 毕竟不是所有材料融合之后, 都会更强。 不过, 根据我们之前所用的材料来分析, 只要不吞噬水属性相关材料, 仙晶便不会退步, 其他材料, 最多便是成长不明显。 记住了, 林凡点头, 随即滴血认煮, 炼化, 一气呵成。 这个林凡虽是稻草人, 但之前便防备过类似情况发生, 因此, 本尊特地留有一些几滴精血, 假装滴出一滴来, 让灵气认煮并将之炼化为本命法宝, 还是能办到的。 炼化成功后, 指使之感油然而生。 一念起, 巴雷特消失。 念头变化之间, 巴雷特出现。 林凡双手端起, 这触感, 这质感, 让他感到开心。 在地球那边没机会玩枪, 没想到在纤舞大陆倒是玩上了, 还一上手就是巴雷特, 妙啊! 他心中喜悦。 从今往后, 请叫我巴雷特尊者。 这撕裂嘴。 见林凡开心, 火昆仑倒也没泼冷水, 但却还是忍不住好奇。 待林凡把玩片刻, 稍微平静之后, 他忍不住道, 感觉如何? 是否需要试试其威力? 也不求有多逆天, 只要能达到普通上品灵气的威力, 便有培养价值。 他颇为克制, 但意思却也很明显。 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 甚至连仙精都搭进去了。 若是连普通铜品节法宝的威力都不如, 那还是趁早吃灰吧。 根本没有培养价值, 越是培养, 亏得越多。 那就, 试试。 林凡也有意如此。 很厉害。 男人嘛, 有个心意的玩具到手, 尚且忍不住立刻把玩, 何况是仙改, 巴雷特。 这不比某三一鼠标枪战梦想中的火麒麟, 刺激多了。 当然是想来上一发。 林凡取出一枚特制子弹, 四下打量后, 微微皱眉。 我觉得在这里测试不太合适。 为何? 火昆仑不解。 万一威力太大, 岂不是? 原来是担心这个。 火得宗长老门玩耳一笑, 林宗主无需担心。 不会出任何问题。 我们都是练器的, 这方面很有经验。 不错。 这方面, 我们都是专业的。 火得宫虽然不大, 但却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各种阵法我们早已布了一层又一层。 不仅如此, 我们的洞斧更是进阶有特殊手段加持。 还有士气杯呢? 虽然只是临时练制, 用料也不算太好, 只是勉强下品盗兵层次, 但其厚重得很, 就是等同于普通第七进六七重的权力一击, 也难以让其出现损伤。 说到这里, 这位火得宗太上长老看向萧灵儿, 道, 当然, 如灵儿姑娘这等天纵之才, 却不能算在其中。 若是灵儿姑娘已燃第七进六七重, 真实战力, 定然已是第八进了吧。 那士气杯, 却是定然不行了。 这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愣。 萧灵儿连连摆手, 老前辈您过奖了。 什么过奖? 我这都还是网低了说。 这位老前辈白发苍苍, 但此刻却是一脸严肃。 依我看, 到时候, 或许灵儿姑娘便有第九进站里。 这, 萧灵儿都被吹得不好意思了。 灵帆偷着乐, 金震等火得宗长老, 太上长老却是暗暗骂娘。 呸, 不要脸, 亏你还是个太上长老, 看错你了。 何长空啊何长空, 你一个太上长老, 为了丹药, 竟然如此吹嘘一个晚辈。 而且是晚了你好几辈的小姑娘, 你的脸呢? 你也好意思。 他们暗骂娘。 但, 另一位太上长老却是反应迅速, 实力方面已经吹了, 那自己该吹什么? 他思绪一转, 不仅仅是站立而已, 其实在老夫看来, 灵儿姑娘的控火之术, 才是出神入化。 若是没有灵儿姑娘相助, 莫说是上品灵气层次的成长型子母法宝, 就是普通灵气层次都难啊。 当真是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我等都老了, 未来, 终究是年轻人的天下。 而灵儿姑娘, 必然是其中佼佼者, 将来, 有几人能出其左右。 火得宗重长老? 好家伙, 王远山王太上? 方才神势传音中, 骂得最厉害的, 就是你吧。 结果你, 他们一同吹嘘, 消灵更不好意思了。 小脸战红, 火昆仑气急, 你们成何体统, 都给本宗主闭嘴。 而此刻, 林凡也做出决定, 那就来上一发。 他们如此自信, 定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 何况, 他们都是专业的, 我一个业余选手, 还是不要质疑专家的好。 而且, 实在手痒, 忍不住啊。 他微微一笑, 那咱们就试试, 去世弃杯。 走走走。 说起测试, 大家都有些忐忑, 都怕实在太弱, 那太丢人。 他们此刻就在火得风, 因此, 到士气杯, 不过是片刻之间。 士气杯厚重。 放眼一看, 简直就像是长宽高 都三丈剑方的巨型金属。 这哪里像杯? 林凡暗暗低着。 不过, 如此厚实, 还是盗兵层次的法宝, 应该是能抗主了。 那就试试来上一发, 全力以赴的。 本来他还用那种成套 且可回收利用的子弹 来随便试试, 因为他能感觉到, 这巴雷特, 真的不弱。 但见到如此厚实的士气杯, 他改变主意了。 就得全力以赴。 来一发狠的, 干就完了。 众人眼巴巴看着林凡, 后者却没第一时间开枪, 反倒是掏出一枚中空子弹, 一阵倒过。 照铁柱不解, 这些子弹都是出自他手, 成套的子弹仅有九颗, 但这种中空子弹, 却有一大堆。 可在他看来, 这种中空子弹, 远不如成套那些子弹厉害。 要这些子弹作甚。 林宗主, 恕我直言, 这些子弹虽然也还能看, 可与成套那些子弹相比, 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或许唯一的好处便是造价低, 且更方便。 只是, 此番测试, 林宗主你完全没必要如此啊, 有我等在。 你就是用成套那些子弹, 也绝不会有任何意外。 其他长老纷纷点头, 是啊, 林宗主, 你就放心大胆测试吧, 必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等确信, 可是不相信我等。 听了这话, 林烦摇头, 恰恰相反。 我并不是不相信你们, 正是因为相信, 才会选用这种子弹。 具体细节, 说来话长, 稍后你们便知道了。 林烦一手子弹, 一手酝酿人造太阳拳, 并道, 只是, 你们确信可以随便是, 不会出任何问题。 那是自然。 他们纷纷点头, 自信满满。 毕竟, 就是一件上品灵器罢了, 还能翻得天不成。 莫说是还没士气杯品阶高, 就是高上一两个小品阶, 他也扛得住啊。 完全不用慌, 他们老神在在, 淡定得很。 林烦见状, 也就彻底放心了。 那就好, 我尝试全力以赴。 你放心大胆测试。 火昆仑露出笑容, 林烦点头。 随即, 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 小心人造太阳出现。 众人, 他们梦了。 不是要测试巴雷特吗? 你弄那小太阳出来作善。 而正在与火麒麟玩耍的王腾感应到人造太阳拳的气息, 立刻全身一震, 连忙赶来。 师尊可是要与人动手。 话音一落, 却刚好看到, 林烦将那人造太阳捏得极小, 极小。 随后, 更是手掐法掘, 布下特殊阵法, 将这个小太阳奔在子弹尾端。 接着, 高温与耀眼光芒, 进阶消失不见, 倒是子弹尾端多出一些阵纹来。 众人? 不, 不是吧? 火昆仑等人对视一眼都感到有些不对劲。 虽然不知道林烦到底要干什么, 但方才那分明是以秘术将那颗小太阳封印到子弹中了。 换言之, 这威力该不会太大吧? 但转念一想, 不至于, 毕竟只是灵气, 对吧? 林烦的嘴角, 不由浮现出一抹笑意。 成了。 还好本尊那边一直在琢磨, 且这子弹, 有适合不振秘银作为材料之一, 否则, 只怕还真没这么容易成功。 那么接下来, 就是往中空的内部加料。 在众人不明觉厉的注视下, 一颗更大的人造太阳出现, 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太过璀璨了。 哪怕是第七境大能, 此刻都忍不住眯起双眼, 无法直视。 高温更是恐怖。 其中新区域, 空间都在融化。 若非人造太阳拳本身会隔绝核聚变的高温, 只怕林烦会被瞬间烧成灰烬。 直到, 林烦直冒冷汗, 到达极限。 看着直径一仗出头的人造太阳, 林烦暗道, 终究只是稻草人, 这就已经到极限了吗? 不知道这么大, 大概相当于多少当量的清淡。 不过, 应该不弱吧? 封易? 刷! 人造太阳豁然消失, 众人睁开双目, 还是不明白林烦到底要干什么。 只是, 火昆仑隐约察觉到不对劲, 这子弹, 加料了呀。 而且是两次, 绝对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 它不由传音自家大能者, 你们都当心一些, 莫要大意。 金镇, 宗主你这是何意? 马灿烂, 哈哈, 宗主, 你多心了吧, 为何要当心? 虽然是成长型法宝, 但如今也算不得什么吧? 王远山, 宗主, 你为何突然如此胆小? 火昆仑, 他眉头微皱, 我也说不好, 但你等万万不可大意也就是了, 全都给本宗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时刻准备全力以赴出手。 这是命令? 众人, 他们惊疑不定, 若是说笑, 调侃, 他们自然不会在意, 但命令二字一出, 却由不得他们大意了, 立刻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 只是, 心中仍不解, 虽然林凡方才弄出来那个小太阳比较吓人, 但, 那可是士气杯啊, 那么大一坨, 难道还挡不住不成? 也就是此刻, 林凡将子弹上膛, 呼, 他深吸一口气, 没有动用神识等特殊手段瞄准, 毕竟本来也不算太远, 何况, 机秒足够了, 好歹自己也玩过不下50款射击类游戏, 三, 二, 他低声开口, 为自己报数, 一, 碰, 巴雷特一声巨响, 林凡浑身一颤, 枪身直接弹飞, 甚至双臂都炸裂了, 后座力太强, 太离谱, 压枪, 压个锤子, 双臂直接炸裂, 肩膀, 肩胛骨满是裂痕, 巴雷特本身加速度爆发, 与此同时, 子弹尾端的小型氢弹爆炸, 恐怖的能量席卷, 发射苍险些变形, 同时, 因为发射仓空间太过狭小, 氢弹爆炸所产生的推力, 加上枪械本身发射作用力叠加, 子弹瞬间出膛, 速度之快, 竟然连第七晋大能的神识都跟不上, 声音, 更是差了很远, 很远, 不好, 火昆仑等人大吃一惊, 不说别的, 仅仅是这速度, 就足够吓人了, 这速度之下, 哪怕就是一件普通灵器, 都能造成巨大伤害, 何况, 是加料的子弹, 只是, 他们一时间没想明白, 明明是自己炼制的法宝, 为何, 自己不知道, 这巴雷特, 可以发出如此恐怖的一击, 不等他们多想, 这速度极其恐怖的一发, 便直接轰在士气杯上, 在众人神识的密切关注下, 本应坚不可摧的士气杯, 竟然背击出一个弹孔, 深入三尺有余, 这, 他们梦了, 虽然这子弹上有风锐, 击穿类的阵法, 相当于穿甲弹, 可这威力, 仍然是太过恐怖了些啊, 但,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双臂暴碎, 肩膀碎裂的灵凡, 无比兴奋, 暴, 众人, 暴, 什么暴, 下一秒, 哄, 士气杯轰然暴碎, 如太阳星爆炸的恐怖场景, 迅速蔓延, 火昆仑头皮发麻, 心中无比惊惧, 不好, 金镇等火德宗大能在火昆仑的命令下, 一直都在全力备战, 但哪怕如此, 他们也是震惊不已, 连心跳都几乎停止了, 这, 快出手, 一起上, 绝不能让它爆发, 否则, 整个火德峰, 乃至半个懒月宗都要一为平定, 他们梦了, 妈了, 也怕了, 我靠, 威力这么大的吗, 灵凡惊喜之余, 也梦了, 不是, 巴雷特威力比我想象中更大, 我很开心没毛病, 可是, 说好的, 绝对没问题呢, 你们不是信实淡淡告诉我, 绝对不会有问题吗, 这, 此刻, 由不得众人多想, 大能者们, 连同萧林在内, 第一时间出手, 强行阻拦太阳爆发所带来的恐怖攻势, 王腾, 则以最快速度, 转移火德峰之上, 那些还不知道情况的弟子, 众多大能联手, 实力足够强横, 但哪怕如此, 他们联手构筑的防御罩, 也只是支撑了短短数秒, 便宣告彻底崩溃, 随后, 彻底暴露在这恐怖攻势之下, 他们纷纷举起自己的法宝, 轰隆, 彻底爆发, 烈日横空, 半个火德峰被吞噬, 萧琳等人也进阶被吞入其中, 好在, 有他们的阻拦, 余波没有进一步扩大, 但就算如此, 当烟尘散尽时, 内部惨状, 也是让林凡道西一口凉气, 火昆仑等人, 进阶灰头土脸, 不少法宝都暗淡无光了, 火德峰直接没了半个, 什么阵法布了一层又一层, 什么特殊手段加固, 在此刻, 仿佛全都成了笑话, 哥, 金阵张嘴, 想说话, 但却直接喷出一缕黑烟, 众人, 他们艰难转头, 看向林凡, 目中满是卧槽二字, 揽月宗所有人都关注到此地的动静, 还以为是强敌入侵, 跑来一看, 也是不由呆立当场, 这,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惊骇莫名, 终究还是林凡反应足够快, 连忙道, 无事发生, 方才的轰鸣, 不过是我等测试法宝, 一时之间失守所致, 不用在意, 都回去吧, 自行修炼, 是, 宗主, 他们散去, 但却全都忍不住一步三回头, 这一幕, 着实太过吓人了些啊, 只剩下火昆仑, 连博等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满脸都是震惊之色, 要说这一发太过恐怖, 甚至可以直接轰死他们, 那是瞎说, 就最后的爆炸, 以他们的速度, 都能躲开, 之所以被弄得灰头土脸, 甚至负伤, 完全是为了保护火得风与揽月宗, 所以严格来说, 这一发倒也不算太过, 等等, 不对, 火得宗云天, 云太上猛然色变, 不对, 巴雷特如此一发, 足以轰杀第七境, 你在说什么胡话, 王远山皱眉, 虽然的确很强, 但以我等第七境大能的速度, 要躲开爆炸, 并不难吧, 躲开爆炸的确不难, 哎, 若是这一枪, 一开始瞄准的, 便是你我呢, 那恐怖恐怖的速度, 甚至超出了你我神识感应速度, 初次相遇的情况之下, 你确定自己能躲开, 云天冷笑, 王远山猛然色变, 火昆仑, 连博等人亦是如此, 他们这才发现, 自己大意了, 最后的爆炸, 的确炸不死自己, 自己能躲开, 可是, 如果直接瞄准, 命中自己呢, 这最后的爆炸, 若是在体内进行, 又如何, 自己, 能活下来吗, 答案是未知, 但他们自行预估之后却发现, 活下来的几率, 只怕不超过三成, 这, 这个发现, 让所有人色变, 这一枪, 轰到他们怀疑人生, 尤其是火昆仑等人, 他们联手练制出的巴雷特, 严格来说, 他们心里应该最清楚, 巴雷特有多强, 甚至, 火昆仑还担心, 巴雷特会不会威力太弱, 跟自己练制那些枪械一样, 乃是铁废物, 可这一枪, 却是将他彻底打猛逼了, 打脸, 那是必然的, 看着火德风弟子们, 一个个狼狈不堪, 且满脸惊恐的表情, 看着那已经连尸体, 都找不全的士气杯, 现在的问题是, 这玩意儿, 真是自己练制出来的, 咕噜, 火昆仑咽了口唾沫, 有些怀疑人生, 到底, 是哪里出了问题, 爽, 凌凡心头大喜, 虽然此刻, 他是伤得最重的一个, 双臂直接被后座力震的爆碎, 就连肩膀都满是裂痕, 但这伤势, 却反倒是让他更加开心, 太强了, 只是稻草人全力以赴之下, 都有可能轰杀第七境, 若是本尊呢, 且, 培养巴雷特, 让其成为道兵, 乃至仙气之后呢, 又该多强, 只可惜, 如果敌人知道, 有所防备的话, 威胁就会大幅度降低, 好在我早已准备好后续开发, 比如带追踪阵法的子弹, 还有个问题, 如今上品灵气层次的巴雷特, 还是弱了些, 这种程度的话, 最多连开三枪, 发射仓就要进行保养, 否则会受损, 但培养, 成长之后, 强度应该会提升才是, 至于开枪, 看来下一次, 还是不能自己扛着了, 直接神识操控就好, 否则, 这后坐立, 是真扛不住啊, 林凡很开心, 而此刻, 第二开心的, 当属, 王腾, 他悟出, 人造太阳拳已久, 但却从未实战过, 甚至都没有权力以赴用过, 此刻一看, 妙啊, 这威力, 肯定不弱于大日焚天, 绝对是真, 无敌术, 几人欢喜几人愁, 最欢喜的是林凡, 最猛逼的, 却非火昆仑莫属, 枪械类法宝, 他模仿过很多次, 甚至还绞尽脑汁自己改进, 炼制出来的枪械法宝, 都够摆满一个小型军火库了, 但这些东西, 却都没什么卵用, 全部处于水准之下, 全都只能当作收藏品, 吃灰, 闲暇时, 便掏出来看看, 追忆一番自己那段清澈而愚蠢的岁月, 他早已确信, 炼制枪械类法宝, 是行不通的, 蓝无加特灵菩萨, 那人家肯定是有大秘密, 自己不知道这个大秘密, 怎么可能成功, 所以, 为林凡炼制巴雷特, 他也没抱什么希望, 心中只求别太拉胯便好, 可结果却是让他大跌眼镜, 巴雷特行啊, 行得吓人, 这就让火昆仑有些难以接受了, 合着自己满怀期待忙活那么多年, 从一开始信心满满, 满怀期待, 到中间怀疑人生, 再到最后无奈放弃, 认为自己不是这块料, 从头到尾都是瞎胡闹, 一开始, 自己就错了, 可是不对啊, 他愣在原地, 思绪万千, 巴雷特的炼制, 我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 各种细节, 我都十分清楚, 虽然与我自己炼制的有诸多区别, 但也不至于差距如此之大吧,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莫非, 是出在灵凡两次封印的无敌法上, 而非巴雷特本身, 若是如此, 那倒是不算奇怪了, 不对, 若真是如此, 那巴雷特的意义何在, 真就怀疑人生, 火昆仑全然想不明白, 如果是因为无敌术才如此之强, 那没毛病, 都无敌术了, 不强才奇怪, 可是, 如果强的是无敌术, 那巴雷特意义何在, 宗主, 宗主, 正思索着, 金阵一连串的呼唤, 让火昆仑缓缓扭头, 啊, 什么, 我是说, 咱们是不是赶紧将火德峰修复, 大家都看着呢, 有什么之后再说, 啊, 对对对, 火昆仑反应过来, 连忙道, 你们赶紧修复, 林兄负了伤, 我帮他疗伤, 火昆仑跑了, 留下灰头土脸, 猛逼且蛋疼的金阵等长老, 这叫个什么事, 还能什么事, 装逼不成, 反被打脸呗, 王远山痴笑一声, 一个个信誓旦旦, 让林宗主全力以赴, 说什么绝对不会有问题, 结果呢, 若非宗主有远见, 让我等提前做了准备, 旧方才那一下, 整个火德峰都要炸成虚无, 甚至我宗弟子, 都会被炸死一大片, 众长老, 三长老赵铁柱难难道, 谁能想到, 一件上品灵器而已, 一次攻击, 竟有如此威能, 而且, 这灵器, 还出自我等之手, 堪称, 逆天啊, 其余长老默默点头, 可不是吗, 谁能想到, 这玩意儿, 竟是如此大杀气, 我能确定, 我们炼制的巴雷特, 本身并没有如此威能, 但在林宗主手中, 加上那两发无敌术之后, 却是这般惊人, 一枪下去, 可灭大能啊, 想不明白, 林宗主真乃神人也, 师尊, 没事吧, 回到揽月宫内, 萧玲一脸关切, 林凡摇摇头, 无碍, 方才外面人多, 她一直在装, 没透露自己稻草人的身份, 因此, 伤势一直没恢复, 回来之后, 便无需担心那些了, 从储物带中取出稻草, 神识操控之下, 汇聚成双臂, 方才争宁的伤势, 很快恢复如初, 就连血迹都消失无踪, 见状, 萧玲这才松了口气, 随即到, 方才那一击, 当真是惊天动地, 师尊太厉害了, 他并非吹捧, 而是发自内心, 认为林凡厉害, 一件灵气而已, 所爆发出来的威势, 甚至足以轰杀第七境, 虽然不能保证百分百轰杀, 但林凡目前只是个稻草人而已啊, 第五境的稻草人, 可轰杀第七境大能, 如此灵气, 除自己师尊之外, 还有何人能炼制出来, 众人之力方可半斗, 仅我一人, 必然是不成的, 林凡笑了笑, 不过巴雷特的确是不错, 为师也很期待将其培养起来之后, 会是何种风采, 但此物, 还是莫要沸沸扬扬地传开为好, 传开之后, 仇敌他们也便有了防备, 动起手来会削弱不少, 弟子明白, 萧莉儿连忙点头, 稍后便去通知火宗主他们, 嗯, 你办事, 我放心, 这半个月, 辛苦了, 为师这里有一门秘书, 可将阵法如同纹身一般, 纹在外物之上, 依我看, 或许丹药也可如此, 这便传于你, 你自己去领悟, 若是能够成功, 或许能产生奇效, 多谢师尊, 萧莉儿大喜, 傻话, 林凡哑然失笑, 你是为师门下大弟子, 有这些秘书, 不传于你, 传谁, 倒是你, 为宗门尽心尽力, 苦了你了, 接下来, 还得你多费费心, 风云秘境, 已然对内门弟子开放, 这些日子, 你多照看着, 并做一个评估出来, 若是效果还不错, 便考虑逐步对外门弟子开放吧, 不过, 林凡微微沉吟, 不能全面开放, 这样, 若是内门弟子在秘境内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 便对外门弟子开放进入秘境的资格, 但这个资格, 却需要用积分来购买, 如此, 方可增加外门弟子完成任务的积极性, 也能更好培养他们, 是, 师尊, 弟子定当尽力, 萧莉儿郑重应下, 望着萧莉儿远去的背影, 林凡微微一笑, 抱着巴雷特把玩之鱼, 自语道, 一个宗门想要发展, 必须全方位成长, 宗门可以为弟子付出, 但作为弟子的, 却也不能只是等着宗门投位, 总得做些力所能及之事, 同时, 温室中的花朵, 终究太过脆弱, 以往是揽月宗太弱, 弟子也弱, 且没任何条件, 但如今, 宗门逐渐成长, 还有风云秘境在守, 短时间内, 倒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至于后续, 待宋云霄准备好之后, 还会有新的秘境, 堪称源源不断, 这方面, 我倒是不用担心了, 相比之下, 我更期待第二个秘境是什么, 北域, 锦衣卫总部, 王腾以千遍万化之术, 改头换面, 来到此处, 并按照街头之法, 成功见到秦宇, 二者相见, 秦宇顿时露出笑容, 而当王腾恢复本来面貌, 揽月宗全新黑金色为主, 同门服侍, 让秦宇眼前一亮, 三师兄, 师弟安好, 王腾也颇为开心, 要说关系, 在此之前, 也就那样, 更谈不上亲切, 但同门师兄弟这个羁绊, 足以成为纽带, 让他们不会感到陌生, 且有足够的信任, 而这, 并非所有同门都有, 在这方面, 揽月宗自然是极好, 极好的, 这些日子, 可是极为忙碌, 王腾官妾询问, 也还好, 习惯了, 倒也不觉得忙, 宗门那边可还好, 秦宇其实一直有情报, 但难得见到同门师兄, 还是想从他口中听闻, 都很好, 王腾唏嘘, 您应当也知晓, 宗门发展得很好, 堪称无比迅猛, 只是, 并不平静, 多少有些吓人, 这倒是, 秦宇呲牙, 他一般比较稳重, 但说起宗门这几年的遭遇, 却也是忍不住呲牙咧嘴, 格外唏嘘, 前些日子, 听闻大乘佛教十八罗汉都过去了, 还有隐魂殿诸多护法, 真是让师弟我格外担忧, 好在最后轻松解决, 对了, 师兄, 关天境到底是? 哈哈, 这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小龙女是师尊带回来的, 目前看来, 是站在咱们这边, 不用担心, 那我便放心了, 但说来好奇, 根据我这些日子查到的线索来看, 很多年前, 咱们揽月宗似乎与万花圣的有过一战, 为何如今万花圣地反倒是相助于咱们? 你还真把师兄问住了? 王腾挠头, 这些事, 算是秘密吧? 我最近两年, 大多时间都在自己洞府内, 琢磨师尊传于我的全新体系修炼之法, 并没有去过问这些事, 而且, 既然师尊没告诉咱们, 便代表, 咱们也无需知晓, 那倒是, 琴瑜点头, 不说这些, 你看师兄, 给你带什么来了? 王腾乐呵呵取出数套宗门道袍, 琴瑜见了, 顿时双目放光, 真好看, 他赞叹, 相比于之前揽月宗的普通道袍, 只是绣上自家宗门的logo而言, 如今的制式道袍, 自然是好看千百倍, 也更有逼格了, 喜欢就好, 偶尔穿上一穿, 也很不错, 王腾哈哈笑道, 不过于我而言, 最大的好处便是, 不用考虑穿什么衣物了, 一年四季都是这身, 极好, 琴瑜忍俊不惊, 从师兄此言, 足以听出, 师兄你才是个大盲人, 这次, 倒是劳烦师兄了, 也说不上什么大盲人, 只是元素师体系太过深奥了, 王腾唏嘘, 真正全新的体系, 我天赋不好, 唯有勤能捕捉, 王腾彻底改变了, 以往, 他觉得自己就是牛逼, 老子大帝之姿, 什么学不会, 但接触元素师体系之后, 他才发现, 自己还真就不算什么, 这玩意儿太深奥了, 穷其一生, 都未必能吃透, 还是低调些好, 只是这一切, 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更不知道, 大帝之姿母版, 就是应该低调一些, 若是太过高调, 大概率是走不到最后的, 机缘巧合了, 只能说是, 说到这里, 他哑然失笑, 不说这个, 且既然是尊让我过来, 自然有他老人家的考量, 许事见我闭门造车, 认为这样不好, 所以让我出来散散心, 对了, 方才那些宗门道袍, 是我自作主张带来的, 接下来这些, 才是师尊让我带给你的东西, 王腾取出两个储物袋, 这个, 是各种资源, 其中大部分以发展, 所需资源为主, 他老人家说, 发展锦衣未用的者, 也不能只是让你们秦王府出钱出力, 你必须收下, 秦宇苦笑, 其实也没那么缺钱财, 不过师尊他老人家都这么说了, 我这个做晚辈的, 自然不敢推辞, 秦宇敬林凡, 如敬神, 对林凡的安排, 不会有半点质疑, 只是, 当他打开储物袋后, 还是大吃一惊, 这, 咱们揽月宗, 如今已然如此富有, 好东西太多了, 他甚至怀疑, 林凡是不是搬空了数个二流宗门宝库, 还好吧, 王腾凑过去看了一眼, 虽然也很吃惊, 但他觉着没毛病, 自家宗门就该牛逼, 至于这些东西是哪来的, 他却并不在意, 反正是师尊给的, 就对了, 他却不知, 这些东西, 大多是从唐神王手中和昊月宗那边搞来的, 属于脏物, 昊月宗在西南遇混得很好, 到处都是眼线, 事例错综复杂, 这些脏物不好出手, 也不好拿出来用, 但在北遇, 那就不一样了, 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用, 没毛病, 这个储物袋内, 是师尊传于你的各种法术, 秘书, 以及你的阅历, 考虑到你坐镇北遇, 很少回去, 师尊特意为你预知到三年之后了, 接过储物袋, 秦宇倍感沉重, 师尊他老人家费心了, 其实师尊不老, 王腾咧嘴, 秦宇一愣, 哑然失笑, 倒也是, 不过, 在我心中, 师尊他老人家就应该尊敬, 这倒是, 王腾随手抓起一个邻国啃着, 道, 听师尊说, 你这边似乎有什么事发生, 要不要帮手, 他手痒得厉害, 想试试自己如今的实力到底如何, 尤其是, 想试试人造太阳拳的威力, 之前, 有好几次机会, 他甚至连人造太阳都搓出来了, 但却每一次都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真正动手, 搓好的人造太阳, 又只能无奈消散, 来来回回好几次, 他都快憋出毛病来了, 结果临出发来北域之前, 又见识到, 林凡动用此树的威力, 让他更是心仰难耐, 奈何, 人造太阳拳太厉害了, 总不能找个自己人来一发吧, 而且, 这是无敌术, 一出手就应该全力以赴, 打自己人算个什么样子, 打死物也不行啊, 不会反抗的敌人, 打起来有个什么意思, 还得打真正的敌人, 所以, 王腾琢磨着, 是不是秦宇遇到什么麻烦了, 如果是, 自己这人造太阳拳, 不就有用武之地了吗,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秦宇恍然, 道有一剑, 他取出那小巧玉剑, 道,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九剑仙斧即将开启了, 而根据我的探查, 每把玉剑, 可带三人入内, 不知师兄, 可有兴趣一同前去, 哦, 王腾双目放光, 九剑仙斧, 秦宇点头, 我自己起的名字, 反正是那么个意思, 应当是一处特殊秘境, 其内有凶险, 也有机缘, 之前我正在考虑, 带什么人进去, 如今师兄过来了, 若是有兴趣, 自然是带上师兄一起, 咦, 王腾诧异, 没有情报, 秦宇继续点头, 没有, 在此之前, 应当并未开启过, 他没好意思说, 自己好像是有攻略, 可万一自己猜错了呢, 那我还真想去看看, 开荒, 虽然不知道这个词, 但概念还是懂的, 王腾很清楚, 任何一个秘境开荒, 都最是危险, 但同时, 好处也最多, 我占一个名额, 会否会影响你的安排? 不会, 秦宇笑道, 本就还未确定人选, 不碍事的, 不过, 应当还需要暂且等待一些时日, 根据我的情报来看, 目前, 只有七把遇见现实, 应该还有两把, 待九把接出现, 九剑仙斧, 便可以开启了, 无妨, 那便等上一些时日, 王腾啃着灵果, 嘟囔道, 师尊让我出来, 必有深意, 我倒也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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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